江北市 正午 清风餐厅 瓜子脸 有着乌黑秀发 外貌85分的女人 随意打亮了眼座在对面 一身地摊装的林凡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屑之色 半想 女人用有些高傲的语气 道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乔诗雅 今年23岁 211大学毕业 年薪20万 林凡道 我叫林凡 23岁 高中毕业 月薪4000块 哦 乔诗雅随口应了一声 脸上的不屑之色 更成了几分 同时 心头开始责怪自己的妈妈 为什么要给自己介绍 这样的相亲对象 虽然 林凡是有点帅 但 帅能当饭吃吗 要学历没学历 要工作没工作 林凡根本配不上自己 乔诗雅端起面前的果汁 随意喝了起来 林凡承认 乔诗雅确实很漂亮 但 她那副高高在上的语气 不屑的表情 却也全都看在了林凡眼里 林凡不是舔狗 别人瞧不上自己 她也懒得理会 两人相对做 无话可说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沉闷 叮 这时 林凡的手机 急速震动了起来 她掏出手机 却有一条奇怪消息 叮 收到七十一个红包 是否领取 林凡不禁有些好笑 七十一个红包 这岂不是说 全世界近乎所有人 都给我发红包了 现在手机广告 真是太浮夸了 如果放在平时 林凡肯定随手关掉广告 但 此时 正无聊至极的林凡 心生好奇 却是点击了确定 她想看看 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内容 也算是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叮 下一刻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红光 一个红包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林凡顺手点击了 开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九千九百九百九十九元 接着 又一个红包出现在了屏幕上 林凡再次点击了 开 叮 恭喜您 获得九十九元 然后 又一个新红包出现在了屏幕上 林凡心中不禁疑惑道 难道 这就是一个不断点击红包的程序 还真有些无聊啊 想到这里 林凡便想要关掉退出 然而 这时 手机却是微微一震 银行竟连续发来了两条短信提醒 招商银行提醒您 十二点存入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招商银行提醒您 十二点存入九十九元 林凡心头一惊 这两个金额 竟然就是刚刚自己领取的两个红包金额 这 难道不是广告 而是真红包 林凡带着一丝激动和疑惑 再次点击开红包 叮 恭喜您 获得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专业级汽车驾驶技术 无与伦比的驾车技术 让您拥有独特的魅力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元 林凡不断点击屏幕开红包 与此同时 银行也不断发来了短信提醒 他明白 这全是真红包 坐在对面的乔施雅 见林凡久久不说话 却一直敲击着手机屏幕 不禁微微平眉 乔施雅忍不住扯着脖子 朝林凡手机屏幕瞥了眼 恭喜您 获得五元 见此 乔施雅心头既是生气 又是鄙夷 自己可是一位高学历 高收入的大美女 她不趁机会找自己聊天 竟然一心一意 抢起块钱的红包 乔施雅站起身 冷冷道 我想你 应该也感觉出来了 我们根本不合适 我待会儿还有事 就先走了 话落 直接起身 准备离开 第一 恭喜您 获得兰博基尼 Aventador一亮 当林凡想继续点红包的时候 手机上的时间 变成了12点01分 接着 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提示 距离下次领红包 还有23小时59分 提示 每花费1万元 可蒂克获得一个红包 林凡缓缓将手机放进了口袋 这时 她却发现 口袋里多出了一把车钥匙 兰博基尼的车钥匙 自己刚刚领取红包的时候 确实获得了一辆兰博基尼 但 车钥匙是怎么进入自己口袋的 红包 全是真的 乔施雅瞥了眼 依旧盯着手机发愣的林凡 以为她 还在抢几块钱的红包 心中更加鄙夷了 乔施雅再也不做任何停留 扭动着腰肢 大步朝外面走去 此时 门口站了不少人 他们用无比惊艳的目光 看着不远处 一辆造型炫酷的超级跑车 惊叹连连 兰博基尼 而且 还是兰博基尼大牛 国内落地一千万 这银灰色的造型 太帅了 我们江北竟然有这辆车 不知道是哪位神豪的 一名衣着火爆的网红女 更是走到兰博基尼大牛前 搔手弄姿 不断自拍 乔施雅看着那辆超级跑车 脸上也是羡慕不已 当乔施雅看到走出餐厅的林凡后 脸色立马变得厌烦无比 自己已经说了不合适 他还死皮赖脸 跟上来干什么 我自己开车来的 不需要你送 说话间 乔施雅扬了扬手中的宝马车钥匙 他要让林凡更清楚两人的差距 自己有宝马车 而他连车都买不起 林凡道 我也没说要送 话落 他掏出兰博基尼车钥匙轻轻一按 车灯亮起 喇叭鸣笛 接着 大步走到了兰博基尼大牛前 并打开车门 一屁股坐了上去 林凡很少开车 更从没有开过超跑 但 当他坐上兰博基尼大牛的瞬间 却仿佛是开了数十年的老手 对车里所有的一切 全都了若执掌 十分的奇妙 站在车前自拍的网红女 看着走进车里的林凡 心中激动大叫 人又帅 又多紧 网红女无比激动地趴到了车窗前 道 帅哥 有空一起吃顿饭吗 我刚吃了 林凡道 那一起去看电影怎么样 最近上映了好几部不错的电影 网红女又道 不好意思 待会儿 我还有事 林凡道 帅哥 我们先加个微信 加个微信啊 网红女再次叫道 然而 这个时候 林凡已经关上了车窗 并启动了车辆 根本没听到网红女在说什么 随着一脚油门踩下 兰博基尼大牛 如同炮弹般 直接标射了出去 这些 全都看在了乔施雅的眼里 他整个人彻底愣住了 林凡竟然开着超级跑车走了 他刚刚和自己一起吃饭 甚至 还和自己相亲 然后 自己拒绝了他 原本 如果自己嫁给林凡 以后再也不用辛苦工作 回 无尽的悔意袭上心头 乔施雅只觉得胸口一阵酸痛 叮铃铃 这时 乔施雅口袋里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是呀 怎么样 见到林凡了吗 电话里 传来老妈陈敏芬低沉的声音 见到了 乔施雅有些木讷道 她不在你身边吧 方便说话吗 陈敏芬问 不在 乔施雅道 你觉得林凡怎么样 如果不喜欢 千万别勉强 随便应付一下就行 老妈和你站在一起 她家情况确实太一般了 陈敏芬道 乔施雅微微一愣 道 她家情况 一般 顿了顿 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道 她爸妈是做什么的 以前我们是工友 那时候和我的关系还不错 现在听说开了家小服装店 陈敏芬道 乔施雅道 好的 妈 我知道了 说完后 挂断了电话 乔施雅看向已经彻底消失在视野里的兰博基尼 脸上露出了一抹明雾之色 蜜道 租车相亲 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功 真是可笑 穷掉 永远只是穷掉 接着 她又看了眼不远处的网红女 道 8A奥子配调 撕 倒是挺合适 说完后 笑盈盈走向了宝马车 林凡开着蓝博基尼大牛 一路驰骋 她就像一盏耀眼的雷射灯 锁过之处 便是焦点 这便是炸街 片刻后 林凡来到了一处公共停车场 她翻出车里 写着自己名字的行使 证核登记证书 疑惑道 难道 这就是小说里面的金手指 系统 这时 林凡面前出现了虚拟按钮 林凡随手一点 叮 成功激活系统 获得新手礼包 接着 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虚拟显示屏 姓名 林凡 等级 LV1 LV1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一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一元 每走一步 获得一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010000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 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魅力 85 外貌 衣着 精神等状态息息相关 技能 专业级汽车驾驶技术 资金 89900 所有资金全都来源合理合法 直接使用 不必有任何顾虑 提示 距离下次领红包 还有23小时35分 提示 每花费1万元 可立刻获得一个红包 林凡道 果然有系统 专业级的驾驶技术 难怪我开这辆兰博基尼 感觉这么简单 接着 林凡又开始研究起了系统 每一次呼吸 获得一元 正常人 每分钟大概呼吸20次 也就是一天24小时 大概可以获得28000左右 每睡一秒钟 获得一元 每天以8小时睡觉计算 大概也可以获得28000左右 每走一步 获得一元 这个就不太固定了 有时候几百 有时候几千 至于红包 金额全看运气 合计算下来的话 每天保底可以获得六七万 每个月差不多200万 一年2400万 另外 这还只是LV1 若是升级到LV2 甚至更高等级 恐怕会得到更多钱 林凡想到这里 嘴角微微勾起 接着 他又将目光落在了新手礼包上 是否开启新手礼包 是 第一 恭喜您 获得魅力光环 增加五点魅力 另外 有5%的概率 触发一见钟情 和刻骨铭心 强大的魅力 最是吸引人呐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张消费十倍返利卡 更好的消费 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林凡只觉得 身体微微易暖 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看了眼 已经泛白的裤子 踩了脚油门 静止来到了KM商城 KM商城 江北市最高档的服装购物城 欢迎光临 KM商城 请问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虽然 林凡衣着普通 但 站在门口 身材匀称的女导购员 还是第一时间赢了上来 单从这点来看 KM商城 能够在江北屹立多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至少 导购员的素质 比一般店要好上不少 林凡道 帮我找套 适合我穿的衣服 这套衣服 是今年的最新款 设计前沿 且十分的舒适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这句话一点没错 换上了KM的衣服后 林凡的魅力 再次提升了两点 达到了92之多 林凡活动了一下手脚 道 行 就这套吧 多少钱 一共48889元 女导购员微笑着道 林凡言文 微微皱起了眉头 女导购员见此 心头暗叹一声 果然 又是一个觉得 KM太贵的人 这时 林凡喃喃道 才4万多呀 算了 先刷卡吧 才4万多 他竟然不是嫌太贵 而是觉得太便宜了 女导购员错愕地 接过了银行卡 并在POS机上轻轻一划 叮 本次消费 48889元 是否使用10倍返利卡 是 林凡心中默默道 第一 系统升级 LVR LVR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两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两元 每走一步 获得两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3888891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 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原本 每天至少可以获得六七万 现在 直接翻倍成了十几万 紧接着 林凡的手机微微一震 招商银行提醒您 存入488890元 与此同时 他的手机屏幕上 出现了红包 叮 消费四万 获得四个红包 是否全部领取 是 叮 恭喜您 获得19999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元 叮 恭喜您 获得300元 叮 恭喜您 获得2999元 见此 林凡嘴角微微一勾 旁边的女导购员 恭敬的 递出银行卡 道 先生 您的卡 你先把那边两件 还有那里一套 按照我的尺码 全都给我包起来 林凡随手指了近十件衣服 女导购员明白 自己绝对是遇到神毫了 于是 急忙将所有衣服 全都包了起来 一共23万2100元 我可以向店长申请 帮您去掉后面的零头 2100元 您稍等一下 女导购员道 林凡道 那个零头 就当给你的小费吧 如今 钱对林凡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这名服务员态度不错 挑选的衣服 虽然便宜了点 但 确实很舒服 所以 给他一点奖励 也算不得什么 女导购员无比高兴道 谢谢先生 再次刷卡消费后 林凡脑海中 又响起了提示音 第一 系统升级 LV3 LV3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5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5元 每走一步 获得5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27万10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 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这一次系统升级 竟直接比LV1时 获得的金钱多出了5倍 也就是说 如今 林凡每天保底 可以获得三四十万 与此同时 林凡手机屏幕上 出现了红包 丁 消费23万 获得23个红包 是否全部领取 是 丁 恭喜您 获得200元 丁 恭喜您 获得18888元 丁 恭喜您 获得技能暴力美学 大幅度增强体质 反应 敏捷 打斗技巧等等 从而拥有以一敌百的战斗力 强大 暴力 竟显男人本色 即便是打架 也让人赏心悦目 丁 恭喜您 获得技能 饮酒绅士 喝酒时 千杯不到 绅士 儒雅 并知晓所有酒的信息 即便是喝酒 也拥有无尽的魅力 丁 恭喜您 获得33333元 23个红包 一共获得了192335元 对于钱 林凡已经没有太大兴趣 他将目光落在了技能暴力美学 和饮酒绅士上 以一敌百 千杯不到 林凡只觉得 全身充满了力量 他带着不错的心情 驱车回到了出租房 当晚 凌晨 林凡的手机 响起了短信提醒 招商银行提醒您 零点存入 213500元 第二天中午12点 林凡的手机 再次弹出了红包 叮 恭喜您 获得19元 叮 恭喜您 获得2999元 叮 恭喜您 获得19999元 叮 恭喜您 获得江湿丹顿 Tour.LL万表 第一 恭喜您 获得万家华府 移动房子 林凡点开红包 到这里的时候 微微愣了一下 万家华府 那不是江北最好 也是最贵的学区房吗 听说 价格都已经五万一平了 移动房子 正是这个愣神 时间变成了12点01分 红包就此消失 林凡怀着心头的疑惑 缓缓抬头 这一抬头 他整个人再次愣住了 因为 面前竟然放了一大堆房产证 和两大串钥匙 林凡打开第一本房产证 上面赫然写着 A栋101 面积103平 产权人林凡 接着 他又打开第二本 A栋102 面积104平 产权人林凡 然后 他忙打开第三本 A栋103 面积89平 产权人林凡 一栋楼共33层 每层四套房子 足足132套房 竟然全都属于林凡 这些房子的总价值 达到了数亿元 林凡情不自禁 将手放进口袋 想要拿支烟抽抽 却意外掏出了 造型时尚的 僵尸单顿 Tuerda LL腕表 他看了看 手上的僵尸单顿 Tuerda LL 又看了看 面前的房产证 嘴角微微勾起 接着 林凡找了个袋子 将所有房产证和钥匙 全都装了进去 然后 大步走下了楼 此时 女房东汪思琴 正好在楼下 拿着手机 似乎正想打电话 他看到林凡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道 小林 今天没上班啊 说话间 汪思琴不由悄悄 打亮了一眼林凡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林凡今天 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尤其是林凡穿的衣服 好像在哪里见过 是的 林凡评淡回答 他很是讨厌这位房东 喜欢胡乱 加收水电费也就罢了 而且 还经常断水断电 林凡 在得到系统前 便已经做好打算 等合同到期 就直接搬出去 如果不是出租屋里 有他的一些私人物品 昨晚 林凡都准备不再过来了 汪思琴见林凡要走 也不再理会他哪里不一样 忙道 你今天不上班 那真是太好了 我家马桶堵了 怎么都弄不好 你去帮我疏通一下吧 他的语气 根本不是请求 而是命令 林凡眉头一挑 道 不会弄 说完后 直接朝前走去 汪思琴根本没想到 林凡会拒绝自己 微微愣了一下 而后 心头就是一团火气 一把拉住林凡的胳膊 道 什么叫不会 你们这种没上大学的人 不就是干这种事的吗 林凡脸色一沉 道 松手 然而 汪思琴却根本没有松开 林凡脸色微冷 猛地用力一甩 哗啦啦 这一动作太大 却是不小心将包里的房产证和钥匙 全都掉了出来 汪思琴比一道 你连大学都没上过 还学着别人当房产中介 能把房子介绍好吗 汪思琴根本不认为这些房子是林凡的 每个月因为多收几十块水电费 都要问东问西的穷 要 会有那么多房子 怎么可能 唯一的答案 林凡在房产中介上班 这些房产证和钥匙属于中介公司 林凡根本不屑和汪思琴多说话 捡起房产证和钥匙后 大步走向了停在前面的兰博基尼大牛 打开车门 静止坐了上去 然后 踩下油门 向前驰骋 这时 李家虎拖着肥胖的身子 缓缓走下楼来 抱怨道 妈 疏通马桶的人 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我都快被熏死了 下一刻 李家虎一双咪咪眼 立马瞪得滚圆 激动叫道 卧槽 兰博基尼大牛 我们小区竟然有人开兰博尼基大牛 太牛逼了 说话间 李家虎忙拿出手机 潮急将消失在视野里的兰博基尼大牛 连续拍了几张照片 汪思勤见李家虎那么激动 道 家虎 你很喜欢那辆车吗 等你找到工作了 妈给你买一辆 在他看来 连林凡都可以开得起的车 肯定不是什么好车 李家虎道 买那辆车 妈 你知道得多少钱吗 一辆车能多少钱 二十万 汪思勤道 几年前 汪思勤家里 有一套老房子拆迁赔了三套 卖了其中一套 手里有近一百万的存款 为儿子拿出其中二十万 汪思勤也不觉得太过心疼 二十万 再来十个二十万都不行 那是兰博基尼大牛 超级跑车 国内落地 差不多一千万 李家虎道 什么 汪思勤大叫 整张嘴巴 直接变成了O型 一千万 即便是把他卖了 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时 汪思勤突然想起来 林凡身上的衣服 为什么那么熟悉了 前几天 在KM商城逛街的时候 李家虎很喜欢那套衣服 但 汪思勤看到那套衣服 需要几万块 所以 将李家虎声拽了出去 紧接着 汪思勤又想到了 林凡先前调到地上的房产证和钥匙 心中突然生出了一种可怕的想法 那些房子 难道全是他的 想到这里 汪思勤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时 林凡已经来到了万家华府 他掏出钥匙打开了几套房 发现每套房子 竟然全都装修完好 家电齐全 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接着 林凡又拿着袋子 来到了附近的一家房屋中介 你好 请问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戴着黑矿眼镜的业务员道 林凡道 我在万家华府有一栋房子 想让你们帮忙出租一下 对了 你们经理在吗 我觉得我的业务 最好让你们经理出来接待一下 一直以来 全都是我负责万家华府一片的出租和买卖 您将房子信息给我就行 我一定会以最高的价格 最短的时间帮您租出去 业务员微笑着道 一栋房子 在业务员的耳朵里 直接变成了一套房子 所以 他的语气无比轻松 淡然 林凡点点头道 那好吧 接着 林凡将口袋里的房产证和钥匙 全都倒了出来 业务员看到后 当即张大嘴巴 愣在了原地 半想 他财慕那道 这 您 您请先喝点茶 稍坐一会儿 我去帮您找经理 很快 穿着职业装的女人 快步走了出来 林凡从上下 打量起了女人 五官精致 皮肤白净 饱满 圆润 几乎要撑开白色衬衫的身材 欧有 笔着长腿上 包裹着宽松的西裤 整个人显得成熟 干脸 让人躁动 综合下来 94分 您好 我是廉家 DC区域的经理韩田 这是我的名片 名片 道 同时 寒田也暗暗打量起了林凡 轮廓分明的五官 一米八的身高 穿着一套新颖的名牌衣服 以及散发出来的一股特殊气质 整个人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儿吗 一个字 帅 万家华府是江北最好的学区房 一直以来 有价无市 寒田作为DC区域经理 非常清楚 A洞属于神秘人产下 他花费了许多心思 想要打听这位神秘人 却始终无果 寒田想过一种可能 或许 这位神秘人犯事 人早已经被抓 或者逃到国外了 这种事情 不是没有 然而 寒田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这样一位年轻人 而且 还是一位高大帅气的年轻人 寒田似乎是觉得自己 盯着林凡太久 有些不太礼貌 职业化的翘脸上 泛起了丝丝红韵 我姓林 林凡道 林先生 我刚听说 您要出租万家华府一栋房子 听到林凡的声音 寒田不禁整了整心神 翘脸重新变得职业化了起来 是的 林凡喝了口清茶 随意道 寒田微笑着道 您来我们连家 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我们连家是国内最大的销售和出租平台 绝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您房子以最高的价格租出去 另外 您拥有足足一栋房子 属于大客户 我们连家有大客户政策 可以提供给您最优惠 最便捷的服务 林凡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道 行 那我的房子就交给你了 寒田微微一愣 他显然没想到 林凡竟这么简单 就答应了下来 他都不具体定价 询问抽成等问题的吗 他 这么信任自己 寒田职业化的俏脸上 再次浮上了一抹红韵 轻声道 谢谢林先生的信任 很快 还散发着温热的合同 摆放在了林凡面前 乔石雅拖着疲倦的身子 走进了廉家 你们这里有万家华府的房子出租吗 乔石雅期盼问道 只有租到万家华府的房子 他弟弟才能到江北一中读书 但 万家华府 哪里是那么好租到的 今天 乔石雅跑了进石家中介 全身布满了汗水 却也无果 他踏 这时 林凡刚好签完了合同 从会议室走了出来 乔石雅看到他后 不禁又回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心中鄙夷道 不是开兰伯基尼吗 怎么在房产中介上班了 租一辆兰伯基尼 估计花了他一两个月的工资吧 穷 调子 业务员笑着对乔石雅 道 这位客人 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这位先生 刚刚将他名下万家华府一整栋房子 全都交给我们连家代理出租了 现在 我们连家有大量楼层 可以让您挑选 敬 整座连家 敬可真落 乔石雅半张嘴巴 整个人彻底愣住了 他听到了什么 林凡将一整栋万家华府的房子 委托给连家出租 他 竟然有一整栋房子 而且 还是万家华府的 万家华府如今均价五万 一套房子 大概需要五百万 一整栋房子 多少钱 紧接着 乔石雅再次想到了 林凡昨天开的蓝薄基尼大牛 原来 他真的是神侯 超级神侯 而自己 昨天竟然拒绝了他 如果自己和他在一起 今天哪里需要跑出一身汗 痛 乔石雅只觉得胸口无尽的酸痛 林凡淡淡淡瞥了眼乔石雅 然后 朝外面走去 他对于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女人 根本没有任何好感 乔石雅忙开口交道 林凡 林少 然而 回应他的 只是一道高大的背影 这位女士 你还需要租万家华府的房子吗 寒田问道 租 我要租一套 乔石雅道 此时 他也回过神来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得先将房子租到手 寒田道 现在只有A栋104可以出租 房租是三万一个月 先前 寒田将林凡表情的变化 全都尽收眼底 至到林凡讨厌面前的女人 林凡是自己的大客户 而且是非常帅 且信任自己的大客户 林凡讨厌面前的女人 自然得教训一番 三万 怎么可能那么贵 离这里不远的豪华小区 只不过三千一个月而已 乔石雅教导 而且 刚刚你们业务员也说了 有很多楼层可以选择 怎么到你这里 就只剩下104了 寒田不急不缓道 我们的业务员 又不止他一个 他能知道多少事情 很多楼层 早就被其他客户给定下了 至于 你说豪华小区便宜 那你就去租豪华小区吧 说完后 直接转身离去 你 瞧诗雅气急 这时 他口袋里的手机 却是响起了一阵铃声 诗雅 得赶紧帮你弟弟租到 万家华府的房子啊 再拖下去 他就真念不了江北一中了 电话里 传来了陈敏芬焦急的声音 妈 我找到房子了 乔诗雅犹豫着道 真的 好 那块租下来 别一会儿被别人抢了 陈敏芬激动叫道 可是 房子的价格 什么价格 再贵也得租 还有什么 比你弟弟上学更重要 陈敏芬喝道 乔诗雅叹了口气 道 好吧 我这就租下来 顿了顿 又道 妈 你昨天说林凡家里 很一般 是啊 就开了家小服装店 怎么了 陈敏芬道 没 没什么 乔诗雅叹了口气 心道 小服装店 恐怕是别人低调 实际上开了家大型服装公司吧 挂断电话后 乔诗雅又不得不走上前去 咬牙切齿道 我租那套104房 林凡在希尔顿吃了顿午餐后 直接开了间总统套房睡午觉 如今 他已经将出租房里 所有私人物品拿出来了 自然不会再回那里了 林凡闭上眼睛 缓缓进入了梦乡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17点了 林凡随意翻了翻手机 他进入了许久的高中同学群 今天却是活跃了起来 原来 他们今天晚上19点 在江北风来酒店举行同学会 让所有有空的同学 全都过去 林凡脑海中不由回想起了 高中时的那些欢声笑语 以及那几个要好朋友的身影 同时 又想着 反正晚上没什么事 便决定参加同学会 林凡觉得 聚会那段时间 正是高峰期 路上肯定会有很多车 很堵 所以 他提前从希尔顿出发了 事实上 也正如林凡所料 路上确实有很多车 但 他却没计算 自己驾驶着兰博基尼大牛 周围的车纷纷主动 和他拉开了距离 再加上林凡拥有 专业级的驾驶技术 整条道路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以至于 18点40分的时候 林凡便来到了 风来酒店666包厢 咦 林凡 一名圆脸男子 有些不确定的 林凡笑着点点头 道 沈亮 你这真是大变样了呀 高中的时候 沈亮高高瘦瘦 绰号竹竿 如今却是满身横肉 岁月当真是一把杀猪刀 原来真是你呀 几年不见 变得越来越帅了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沈亮道 旁边 名叫王好奇的青年 道 林凡 自从毕业后 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我听说 你高中毕业后 就进社会了 现在多少钱一个月啊 几千块吧 林凡随口道 几千块 那你待会儿 可得多吃点东西 毕竟 我们今天这顿饭 怕是都抵得上你一个月工资 王好奇一阵嘲笑 脸上的鄙夷之色 净显无疑 长得帅又怎么样 一个月几千块罢了 林凡微微皱了皱眉 他哪里听不出 王好奇话里的嘲讽 但 今天毕竟是同学聚会 不宜弄得太过难看 所以 林凡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时 穿着一身名牌的杨文静 挽着大皮九度的中年男人 缓缓走了进来 众人看到他后 纷纷开始打起了招呼 哇 这不是我们班的大美女 杨文静吗 几年不见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漂亮了 杨大美女 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旁边这位吗 杨文静被众同学夸奖 整个人笑得郊躯直颤 以至于脸上的粉底 跟着飘落在了桌上 谢谢大家的夸奖 这是我老公杜蕾 杨文静道 林凡也跟着看了眼 杨文静和他老公 心头不由暗松了口气 高中时 班上好几个女生 全都对林凡表达过爱意 其中 杨文静最为大胆和直接 但 林凡的心思都在学习上 所以 拒绝了杨文静和所有女生 如今 林凡看着杨文静的模样 不由非常庆幸当时的决定 踏踏 这时 皮肤白皙 漆黑如瀑布般 头发自然垂下的秦宇轩 漫步走了进来 秦宇轩穿着一身普通的休闲装 但 她那精致的五官 完美的身材 却让她一点也不普通 随着她的到来 仿佛整间包厢都跟着明亮了起来 即便是林凡 眼睛也是微微一亮 秦宇轩 想不到 你这位高材生也来了 今天真是难得呀 对了 高中的时候 不是传闻秦宇轩和杨文静 都对林凡有意思吗 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杨文静 已经嫁给那位大老板了 秦宇轩听说 在魔都独言 杨文静和秦宇轩 一位贵妇 一位女神 而林凡高中毕业后 就进社会了 现在一个月只有几千块 妥妥的穷掉 他们能有什么情况 众同学说到这里 不自觉用嘲讽的目光 瞥了眼林凡 同时 暗暗和林凡拉开了距离 那模样 就好像和林凡相距太近 就有损身份一样 这其中 除了秦宇轩 当走进包厢后 秦宇轩的美眸 便快速扫射了一圈 不过 在看到林凡的时候 却是多停留了两秒 以至于 四目对视在了一起 两人相视 微微一笑 此时无声胜有声 很快 香唇牛排骨 清蒸富贵于 朱锦炭烧肉等等 一大桌精美的菜肴 被端了上来 今天应该 就这么些人了 我们这些高中同学 难得聚一起 我提议 大家举杯庆祝一下 干杯 干杯 一场热闹的同学聚会 就此开始 众人还没吃多久 穿着格子衬衫的 胡敬松走了进来 他先是将手里的 宝马钥匙 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 双手抱拳道 抱歉 各位老同学 我来晚了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 我先自罚一杯啊 胡敬松说完后 直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然后倒下了肚子 胡敬松 可以啊 已经买宝马车了 王浩奇道 只是辆宝马五系而已 算不了什么 胡敬松随意摆摆手道 五系那也是豪车啊 王浩奇道 这算什么豪车 胡敬松连连摆手 道 你是不知道 我刚刚停车的时候 旁边停的什么车 兰博基尼大牛 卧槽 兰博基尼大牛 我们江北竟然有这辆车 沈亮惊讶道 胡敬松点头道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兰博基尼大牛落地 差不多要一千万 也不知道 是哪位神豪的 我的宝马 只有252匹马力 而兰博基尼大牛 是V12发动机 足足700匹的马力 百公里加速2.8秒 跑起来绝对像飞一样 胡敬松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手舞足倒了起来 接着 胡敬松眼睛 在包厢里扫视了起来 当看到如同仙女般的情语宣时 眼睛微微一亮 秦大美女 想不到你今天也来参加同学会了 几年不见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然而 秦宇轩只是礼貌地笑了笑 根本不和他多说话 胡敬松不仅有些尴尬 而后 又看向了农庄艳母的杨文静 和他老公 杨大美女 杜总 想不到你们两位也来了 今天真是难得的好日子 我敬你们一杯 胡敬松举起酒杯 叫道 王浩奇问道 胡敬松 你认识杨文静老公 那当然 杜总可是鼎鼎有名的大老板 甚至 我那辆宝马五系 都是靠杜总才买来的 你知道杜总开的什么车吗 宝石杰卡宴 胡敬松道 厉害 竟然开宝石杰 那可是超级豪车 王浩奇道 听着啤酒度的杜磊笑道 宝石杰而已 和那辆兰博基尼还是差点的 不过 现在有钱人 一般都不怎么玩车 而是玩表 杜磊说话间 露了露腕上的金色劳力士 胡敬松道 劳力士 连劳力士都带上了 穷完车 付完表 不愧是杜总 劳力士 而且 还是黄金色的 这一看就很贵啊 有人低声道 杜磊得意道 没多贵 也就普通的劳力士而已 胡敬松竖起大拇指道 杜总多才 杨文静貌美 你们真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说起来 我们班 以前有个叫林凡的 仗着自己长得像小白脸 竟然还对杨文静死缠烂打锥 还好杨文静没答应 胡敬松为了讨好杨文静和杜磊 直接将杨文静当年盗追林凡失败 说成了林凡死缠烂打锥杨文静 当真是颠倒黑白的好手 杨文静道 我当然不会答应啊 小白脸有什么用 我注定是要嫁给我们家杜磊的 说话间 杨文静扬了扬手里的骨池包 并朝林凡投去了一个鄙夷的目光 那模样 就好像在说 林凡 你当初不是拒绝我吗 现在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穷 掉 一而再地故意找茬 林凡也不准备再顾及同学情面了 否则 别人还以为他是尼捏的 林凡摸了摸下巴 回忆着道 我追杨文静 所以 他主动将某个部位丢看 哦 那个部位好像有三颗质 杜磊听到这话后 脸色瞬间难看无比 三颗质 那可是杨文静最隐私的部位 杨文静竟然主动给林凡看 当初 杜磊之所以娶杨文静 就是因为他清纯 可爱 现在看来 他哪里清纯 简直就是 Dang for 杨文静忙道 老公 你别听他胡说 哼 杜磊只是闷哼了一声 并不理会他 这时 胡静松似乎才注意到林凡来了 道 林凡 你也来了 杨文静是班上的大美女 你喜欢他并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班谁不喜欢他 我们只是聊聊高中的小事而已 你犯不着为此生气吧 他这话 显然是在说林凡因爱生恨 胡编乱造 小家子气 林凡道 那我也聊聊高中的小事吧 大家还记得学校的宿管王阿姨吗 胡静松高二的时候 和他好了挺长一段时间 对了 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 哗 此言一出 所有人全都用震惊无比的目光 落在了胡静松身上 那位宿管王阿姨快四十岁 又矮又胖 听说 他从没有谈过恋爱 甚至 私底下 不少人直接称呼他老邱女 胡静松和这样一个女人 好过一段时间 她的口味这么重 这时 高中和胡静松同寝室的一人 突然回想起了 有几次和胡静松在网吧玩到了半夜 胡静松竟然带着自己 大摇大摆走进了宿舍 那时候 他还在庆幸 还好宿管王阿姨 忘了关大门 现在看来 哪里是宿管王阿姨忘关大门 根本就是他特意给胡静松留了门 胡静松脸色胀红一片 贺道 林凡 你胡说八道 众人看到他 这副模样 立马明白 这一切 恐怕都是真的 此时 包厢的氛围 隐约弥漫出了一股火药味 有人站起身 打起了圆场 我们大家好不容易见一面 来 一起喝一杯 对对 喝一杯 于是 众人纷纷起身 举杯 畅饮 一杯下肚 包厢里的气氛稍缓 众同学开始相互闲聊 并不时发出几阵笑声 不得不说 胡静松确实拥有不错的交际能力 很快 他便成为了包厢里的焦点 胡静松瞥了眼坐在角落 始终默默不说话的林凡 眼睛咕噜一转 道 林凡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呢 胡静松的语气 无比的轻松 淡然 那模样 仿佛已经忘记了 林凡当众揭露 他与王阿姨的丑事 顿了顿 又道 对了 林凡 你当初高中读完 直接就上班去了 应该赚了不少钱吧 买的什么车啊 林凡工资才几千块 买什么车啊 他自己估计都快养不活了 王浩奇讥笑道 高中时候 林凡又高又帅 而且 学习还特别好 可以说是班上的风云人物 以至于 班上很多女生 都对他爱慕不已 对此 王浩奇十分嫉妒 如今 他看到林凡如此落魄 一阵嘲讽后 让他有种 乞丐将贵族踩在脚下的快感 什么 工资才几千块 胡静松故作惊讶道 对于这些 林凡并没有理会 幼稚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太过幼稚了 然而 他不理会 并不代表别人会就此作罢 胡静松惊讶道 咦 林凡 你也戴了一只手表 样子好像还不错 来给我们欣赏一下呀 林凡淡淡道 一只表而已 没什么好欣赏的 别这么说嘛 大家都是同学 随便看看 找点话题聊聊而已 放心吧 我们不会弄坏的 即便弄坏了 我保证赔你一只心的 胡静松道 是啊 看看而已 王浩奇道 沈亮似乎有些好奇 跟着劝道 林凡 要不然 你就给大家看看 林凡对沈亮印象还不错 见他也这么说 于是 将僵师单顿Tour的LL 放在桌子上 胡静松在两个手里 来回抛了几次 道 还有点重量 王浩奇道 这是什么牌子的 样子确实还可以 我朋友乔博是手表专家 发给他看看就知道了 胡静松根本不去问林凡 直接拍照发送了朋友 他想以此展示自己强大的人脉 从而更好地嘲讽林凡 可惜 乔博并没有立刻回复 胡静松道 我们先稍等一会儿 他可能正在忙 沈亮第一眼看到僵师单顿Tour的LL的时候 便觉得惊艳无比 忍不住问道林凡 这只表多少钱买的 没有花钱 林凡道 这句话 他可没有胡说 因为 这只表是从红包里面得到的 没花钱 林凡 你这表该不会是买东西时 别人送的赠品吧 王浩奇痴笑道 胡静松道 原来是赠品啊 林凡 你早说嘛 我刚刚就不该拍照发给朋友了 一般赠品都是些高仿的一些A货 我这朋友最讨厌A货了 待会儿看到了照片 怕是得气得不轻 胡静松说完后 直接将手表扔到了桌子上 那模样 就好像多拿一会儿这只手表 就会脏了手一样 接着 胡静松用教训的语气 道 林凡 不是我说你 大家都是老同学 弄支A表装样子 真没什么意思 你问问同学们 谁会用A货装样子 事实上 在场同学私下有人买过A货 但是 他们绝对不会承认 这是脸面 如果承认 岂不是说自己混的不行 只能买A货 所以 众同学纷纷摇头 A货的质量 比真货差太多了 我从来不用A货 钱不够 就买稍微差点的吗 买A货干嘛 杨文静更是扬了 杨手里的骨驰包 道 用A货的 全是穷掉 像我老公 就从来不给我买A货 说完后 杨文静抱住杜磊的胳膊 上下蹭动 杜磊感受着手臂上的柔软 心头目意 也渐渐消散了不少 林凡听着众人的话 就像有无数只苍蝇嗡嗡作响 终于有些怒了 喝道 我自己喜欢就行 关你们屁事 话落 一把将僵尸单顿Tour的LL拿了回来 并重新带到了腕上 顿时 包厢里众同学的脸色 全都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了起来 林凡这话 算是把他们全都骂了 沈亮觉得 如果自己不让林凡取下手表 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于是 打着原厂道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 我们去KTV唱歌吧 好 去 KTV 走起 众同学纷纷附和 林凡道 我就不过去了 林凡之所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想见见高中的几个好朋友 可惜 他们并没有过来 林凡能够吃完这顿饭 已经算是给同学们面子了 自然不会再跟着去唱歌 秦宇轩道 我待会儿有点事情 也不去KTV了 祝你们玩得开心 很多人乐得看见林凡不去 但 秦宇轩这位大美女也不去 就让他们很是不舍了 于是 很多人出声劝阻 对此 秦宇轩只称家里有事 全都拒绝 需要我送你吗 林凡随口问道 那就麻烦了 秦宇轩微笑着道 林凡愣了一下 事实上 他这只是随口一问而已 却不想秦宇轩真的应下了 但 既然话已出口 总不能反悔吧 接着 两人一同朝停车场走去 这一幕 全都看在了众同学眼里 他们两个 该不会有什么吧 秦宇轩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他们往停车场走去了 林凡不是没车吗 刚有辆出租车进了停车场 他估计是想坐那辆出租车吧 王浩奇道 此言一出 众同学脸上 竟是鄙夷之色 在他们看来 送秦宇轩这种大美女回家 就应该用豪车 出租车 简直就是丢脸 杨文静嘲讽道 我老公当初送我回家 最低也是奔驰 宝马 出租车 林凡还真是好意思 胡静松看着林凡和秦宇轩远去的背影 道 我的宝马武戏 也在那个方向 王浩奇道 胡静松 我看还是你送秦宇轩回家吧 虽然 王浩奇也着迷秦宇轩的美貌 但 他只有一辆十万的卡罗拉而已 根本不好提出送秦宇轩的事情 王浩奇厌恶林凡 他情愿 让胡静松去送秦宇轩 也不想让林凡 找到一丝丝的机会 是啊 我们可不能让秦大美女 坐出租车回家 否则 他家里人 怕是会觉得 我们这些同学怠慢了他 没错 众人纷纷附和 胡静松心头一喜 他对秦宇轩垂涎已久 若是能够借送他回家的事情 拉近一点关系 甚至 发生点什么 想到这里 胡静松心头就是一阵火热 他咽了口口水 道 可是 KTV 放心吧 我们去开好包间 等你过来 王浩奇道 这 好吧 胡静松故作为难道 在众同学聊天的时候 林凡和秦宇轩始终不急不缓朝前走去 有同学指着不远处 惊呼道 你们快看 那里有辆超级跑车 好帅的跑车 好像是兰博基尼 众人跟着一阵赞叹 胡静松道 那就是我之前说的兰博基尼大牛 我的宝马就在旁边 这时 有同学疑惑道 咦 林凡怎么往兰博基尼大牛走去了 王浩奇道 我估计 林凡是想去拍照 拍照 他要不要这么丢人啊 秦宇轩还在旁边呢 有同学道 杨文静冷笑道 林凡何止是拍照 说不定 还要走上去摸摸 以后 他就会和别人说 他曾经拥有一辆兰博基尼大牛 就像他以前死皮赖脸追我 然后 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些我的隐私 竟然还敢胡说八道 说我倒追他 杜磊言文 脸色愈加平缓 他轻抚了抚扬文静的腰肢 道 文静 我可不会信他胡说 你们看 林凡真走到兰博基尼大牛旁边了 有同学道 何止啊 他还在那摸门把手呢 待会儿 被车主人看到 看他怎么下台 众同学说到这里 脸上满是细血之色 同时 四处张望 期待车主快点出现 胡静松停下了脚步 他也想看到这幅场景 然而 下一刻 所有人脸色却是僵住了 因为 林凡竟然一把打开了兰博基尼大牛的车门 并和秦宇轩直接坐了上去 最后 随着兰博基尼大牛 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声 快速消失在了停车场之中 静 整个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呆若目击 林凡竟然坐上了兰博基尼大牛 那辆车 是他的 他不是一个月只有几千块吗 这究竟怎么回事 王浩奇冷笑道 林凡真是太虚伪了 竟然租车参加同学会 这怕是花了他一两个月的工资吧 只身赋验鸡毛装 都是同学装鸡毛啊 此言一出 众人全都露出了一抹恍然之色 没错 这辆兰博基尼是租的 林凡家里很一般 根本买不起兰博基尼大牛 想到这里 众人脸上的鄙夷之色 更加浓郁了几分 叮铃铃 这时 胡静松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胡静松 你刚刚发给我的那只手表照片 是哪里来的 电话里 传来了乔博有些沉闷的声音 胡静松笑道 哦 你说那只表啊 是我同学的表啊 说到这里 胡静松直接打开了免提 他要向同学们 炫耀自己的人脉 同时 用更有力的证据 表明林凡那辆兰博基尼大牛 是租来的 毕竟 一个戴A或手表的人 根本不可能有兰博基尼大牛 卧槽 牛逼 电话里 乔博的声音 立马变得激动无比 怎么了 胡静松疑惑道 那只手表可是僵尸单顿 Ture.LL 全球限量7只 如今 每只的价格 至少在千万以上 而且 还有价无事 你同学太牛逼了 竟然有这只手表 电话里 乔博的声音越发激动 静 整个现场 再次一片寂静 上千万的手表 所有人呼吸都几乎停滞了下来 兰博基尼大牛 可以做 但 全球限量7只的上千万手表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唯一的答案 手表和兰博基尼大牛全都是林凡的 林凡是一位超级神豪 他根本没装 所有人看着兰博基尼大牛远去的方向 表情复杂 心思各异 其中 杨文静和胡静松的内心 最为复杂 杨文静是后悔 如果高中时 自己再大胆一点 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林凡的女朋友 嫁入豪门 胡静松是后怕 他回想起 先前随意掂量僵尸单顿Ture.LL 小心脏就是一阵乱颤 万一 不小心将僵尸单顿Ture.LL弄坏了 那简直就是噩梦 此时 坐在兰博基尼大牛里的秦宇轩 用好奇的目光打亮了一圈 天天笑道 兰博基尼Aventador 国内落地一千万 我还从没坐过这么贵的车 老同学 你今天算是让我好好享受了一次 谢了 林凡道 我这可不是 你坐过最贵的车 毕竟 随便一辆地铁都得好几亿 秦宇轩娇笑道 好像还真是这样 顿时 他对林凡观感更好了几分 低调却又不失风趣 实在难得 接着 秦宇轩悄悄观察起了林凡 体型健壮 穿搭和身 时尚 秦宇轩不禁将他和高中时 相比较了起来 高中时的林凡 更多的印象是 稚嫩 英俊的小鲜肉 如今的林凡 则是英俊的基础上 多出了一股成熟的男人气质 秦宇轩似乎是觉得自己 盯着林凡看了太久 有些不太礼貌 道林凡 你待会儿准备干嘛呢 送你回家之后 就回酒店睡觉吧 林凡道 你住在酒店 秦宇轩问道 嗯 暂时住在酒店 林凡道 秦宇轩想了想到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然一起去吃宵夜 我知道个不错的地方 林凡不禁古怪地看了眼秦宇轩 吃宵夜 谁刚刚在饭店里说 待会儿家里有事的 秦宇轩似乎也想到了这件事 才恢复正常的俏脸 再次羞红了起来 在饭店的时候 林凡凡几乎是被单独 晾在了角落 根本没人和他说话 所以 林凡一直在吃东西 此时 他肚子已经有些圆滚了 但 直接回酒店 却是有些无聊 于是 应声道 行 你止路吧 好 秦宇轩高兴道 没多久 他们便来到了 MISS餐厅 MISS餐厅 位于江滩之上 坐在里面 能够一边吃美食 一边欣赏江景 着实不错 林凡点了一些烤串 扇贝 海鲜 你会喝酒吗 林凡问 会一点 秦宇轩道 林凡点点头 道 那来一瓶黑桃A吧 站在旁边的服务员言文 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黑桃A 每瓶8888元 是店里最贵的酒 单单卖出这瓶酒 服务员就可以拿到提成 借着等烧烤的时间 林凡暗自观察起了秦宇轩 即便已经毕业数年 但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依旧如当年那般田径 可人 再加上经过了数年成长的身材 星号 星号 整体95分 纸地不高 很快 酒和烧烤全都端了上来 林凡摇曳了一下玻璃杯里 清澈的酒液 然后 缓缓倒入了嘴里 他的每一个动作 非常简单 但 净显高雅 那种感觉 仿佛林凡根本不是在喝酒 而是一位世界钢琴家在舞台上演奏一曲优美的乐章 是那么的让人着迷 坐在对面的秦宇轩 整个人看得都有些吃了 饮酒绅士 魅力无尽 啪哒 当林凡将玻璃杯放到桌上 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时 秦宇轩忙收回了目光 虽然 秦宇轩还没有喝酒 但 他的俏脸 已经彻底潮红了 秦宇轩像是为了掩饰 忙喝了一大口酒 林凡点评到 唇后中带着一丝清爽 同时 还有一股特殊的果香 不错 是正品黑桃A 他可是听说过 很多地方为了赚钱 经常拿假酒糊弄人 接着 林凡又倒了一杯酒 并一饮而尽 只可惜果香有些浓郁 酒味淡了点 相比较而言 路易十三的口感更好一些 再来一瓶路易十三吧 林凡道 显然 品尝了黑桃A之后 已经勾起了林凡的酒饮 服务员歉意道 我们这里没有路易十三 如果您想要的话 我可以帮您去其他店里买 好 那我给你五万 多余的 当是给你的小费 但 我有一点要求 一定要是正品 林凡道 此言一出 服务员整个人激动的 差点跳起来 一瓶路易十三 只是三万多而已 五万 他足足可以拿到 一万多的小费 这已经抵得上他 几个月工资了 服务员立马拍胸脯保证道 先生 您放心 我认识那家店老板 绝对保证是正品 林凡点点头 直接转给服务员五万 如果换一个人 点几万块一瓶的酒 秦宇轩肯定会觉得 对方在故意炫富 从而心生反感 但 林凡喝酒时 绅士的动作 以及如今买酒时 清澈的毛子 却是让秦宇轩 生不出一丝炫富的感觉 那是一种纯粹的 对酒的喜爱和品鉴 技能 饮酒绅士 魅力无限 没多久 服务员气喘吁吁的 抱着一瓶包装 精美的路易十三 放在了桌上 先生 您的酒 服务员心冲冲道 随着啪的一声清响 瓶盖落地 一汪淡红色的酒液 缓缓倒入了杯里 林凡先是放在鼻边 嗅了嗅 然后 一把倒入了嘴里 做得不错 是正片 林凡道 谢先生夸奖 服务员高兴道 对于这种神豪客户 按照他的想法 应该一直待在旁边候着 保不住 待会儿就又有好处费了 但 服务员看了看 坐在对面的秦宇轩 又识去道 您如果还有什么需要 直接招呼我一声就行 秦宇轩见林凡那般 享受的模样 也跟着尝了一口路易十三 但 却被呛得一阵咳嗽 林凡道 没事吧 路易十三 味道虽然浑厚 但 过于猛烈 女生还是和黑桃A比较合适 秦宇轩吃了口烤串 这才缓过来 道 没事 没事 最初的时候 林凡根本没什么肚子吃东西 只是喝了几杯酒 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肚子里的食物 渐渐消化 于是 也跟着吃起了烤串 两人相事而做 回忆高中 有说有笑 十分轻松 秦宇轩只是喝了三小杯酒 但 出Mass餐厅的时候 整张俏脸 已经像是熟透的苹果般 透红一片 反观林凡 则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简直 就像是只喝了两瓶白开水 秦宇轩站在Mass餐厅门口 遥望远处的江景 赞叹道 好美啊 林凡指着不远处道 这里只能看到江景一角而已 到那个山坡上 不仅可以看到整条江 还能将整座江北城 尽收眼底 那我们快过去吧 秦宇轩有些迫不及待的 林凡点点头 朝着前方走去 站在山坡之上 俯瞰两岸宛若银河流动 江北万火通明 则像是漫天繁星 秦宇轩黑亮的美眸闪动 赞叹道 好漂亮啊 哗啦啦 这时 身后传来了一阵水流声 接着 四名染着各色头发 身上满是酒气的男子 提着裤子 从阴影里走了过来 哟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正点的妞 美女 有没有兴趣和我们玩玩 宝管让你开心 没错 四人看着秦宇轩甜美的面容 和完美的身材 在酒精的影响下 使得他们仿佛化作了恶狼 眼里充满了欲望 秦宇轩看着不断靠近的四人 脸色难看无比 这个地方景色确实很好 但 周围却有些荒芜 根本没有摄像头 而这四人 看上去又很不好惹 并且 还喝了酒 万一 想到这里 秦宇轩的脸上 缓缓渗出了一抹戏憾 林凡冷声道 趁我没有生气 滚 这句话 并没有吓退四人 美女 这是你男人吧 一看他就是个迎头落枪 怕是从没有满足你吧 今天 就让哥几个 让你好好快活快活 红毛咧嘴大笑 露出一口黄牙 对 好好快活 另外三人 跟着大笑 四人说话间 依旧不断向前 林凡道 秦宇轩 你往后站一点 话落 林凡不急不缓地 卷起了袖口 下一刻 他猛地朝前一踏 凌力 迅猛的拳头 狠狠砸在了 红毛的面门上 碰 可怕的力量 直接将红毛 整个人打翻在了地上 然而 林凡并没有就此作罢 碰 碰 接着 他一拳又一拳 如同疾风骤雨般 不断朝红毛面门砸去 直至砸到红毛鼻梁断裂 牙齿脱落 整张脸变得血肉模糊 整个人彻底晕死了过去 林凡这才起身 挥拳打在了旁边的绿毛胸口 咔嚓 绿毛胸口的肋骨 应声而断 咔嚓 咔嚓 林凡不断挥拳 打断了十数根肋骨 让红毛如同烂泥 倒在了地上 另外两人吓得魂不附体 转身奔逃 只见 林凡如同猎豹月初 直接扭断了其中一人的双手 打断了最后一人的双腿 全程残忍无比 血腥至极 秦宇轩讨厌暴力 但 他却始终目不转睛 盯着林凡的每一个动作 那模样 仿佛林凡根本不是在施展暴力 而是在跳一段 让人着迷的优美舞蹈 技能 暴力美学 拿而本色 为人处事低调 内敛 聊天风趣 穿搭时尚 喝酒绅士 甚至 连打架都充满了美感 终于 秦宇轩彻底沦陷了 叮 魅力光环 触发刻骨铭心 下一刻 秦宇轩情难自经 直接扑进了林凡的怀里 一日 太阳高悬 马路上 车来车往 十分热闹 希尔顿酒店 总统套房 秦宇轩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猫咪 蜷缩在雪白的大床上 许久 他终于晃动了一下长长的睫毛 缓缓睁开了眼睛 秦宇轩先是环视了一圈 回想着昨晚的画面 芒将有着一抹烟红的床单 裹在了金银的身上 这时 林凡端着一碗青菜瘦肉粥 慢慢走了进来 秦宇轩做事就要起床 但 下腹传来的疼痛 却硬是让他提不起半点力气 林凡忙道 宇轩 你别起床 昨晚辛苦了 再多休息一下 说着这个 秦宇轩翘脸上 立马扶上了一抹红霞 我来为你吃粥 林凡走到床边 道 我 我想先刷牙 你先出去一下 我已经可以起床了 秦宇轩羞红着脸道 林凡问道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不用 秦宇轩忙道 林凡也没过于抢球 点点头 走出了房间 当来到大厅的时候 时间恰好到了12点整 手机震动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元 叮 恭喜您 获得十倍消费返利卡 叮 恭喜您 获得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元 至此 时间到达了12点01分 提示 距离下次领红包 还有23小时59分 提示 每花费1万元 可立刻获得一个红包 林凡撇撇嘴道 昨天消费了几万块 抽的全是现金红包 今天的12点红包 又是些现金红包 如果被别人知道林凡这话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要知道 他昨天抽到了几万现金 今天 更是得到了数万现金 和十倍消费返利卡 而林凡 竟然还无比嫌弃 接着 林凡将目光落在了系统上 姓名 林凡 等级 LV3 LV3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五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五元 每走一步 获得五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35万 10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 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魅力 92 外貌 衣着 精神等状态息息相关 技能 专业及汽车驾驶技术 魅力光环 5%几率 触发一见钟情 刻骨明星 暴力美学 饮酒绅士 资金 138万 所有资金全都来源合理合法 直接使用 不必有任何顾虑 约莫一个小时后 秦宇轩终于穿好衣服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相比昨天而言 今天 他多出了一股 属于女人独有的气质 秦宇轩扑进了林凡怀里 身体微微颤抖 泪水如同清泉般 鼓鼓而流 宇轩 你怎么哭了 是谁惹你生气了吗 林凡忙道 不 不是 我没有哭 我这是高兴 秦宇轩擦了擦脸上的泪珠 高中时 秦宇轩对林凡 便已经生出了好感 而如今 林凡更以他心中最完美的模样 变成了他的男人 林凡轻抚了 抚秦宇轩纤细的腰肢 宇轩 你放心 我会永远照顾你的 嗯嗯 秦宇轩用力点头 两人温存了许久 然后 一起吃过了午餐 秦宇轩道 林凡 我等会儿就要去魔都了 这么着急 林凡道 我前阵子花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加入了我导师的项目 明天 项目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想努力取得一些成果 秦宇轩认真道 以林凡如今的能力 完全可以轻易 让秦宇轩拥有最优质的生活 但 林凡非常清楚 秦宇轩是一个要强 向上的女人 如果 像是金丝雀般 将她关在华丽的笼子里 好生未养 根本不会让她开心 幸福 林凡道 那你的身体 放心吧 我已经没事了 秦宇轩笑道 行 我等会儿送你去魔都 林凡道 秦宇轩很早便买好了 前往魔都的经济舱机票 按照他的意思 反正飞机一个多小时 就可以到魔都 坐什么舱都无所谓 但 林凡还是执意 换成了头等舱 秦宇轩就这样 躺在头等舱宽敞的椅子上 天天地睡了过去 当秦宇轩和林凡走出机场的时候 已经是十七点三十分了 远处突然想起了一道 略有些疑惑的叫声 宇轩 莫丽 秦宇轩回头看去 惊讶道 原来真是宇轩啊 我们不愧是姐妹 连飞机都是 坐得同一时间段的 黄茉莉高兴道 是啊 我也没想到 秦宇轩道 黄茉莉似乎这才注意 倒站在旁边的林凡 问道 这位是 你好 我是宇轩的男朋友林凡 林凡主动自我介绍道 男朋友 黄茉莉用疑问的目光 看向了秦宇轩 秦宇轩挽住林凡的胳膊 介绍道 林凡 这是我的室友黄茉 黄茉严文 不由上下打量 起了林凡 道 长得倒是挺帅 不过 我们宇轩可是摩大有名的校花 不知道有多少帅哥 公子追他 快说说 你究竟是怎么把宇轩骗到手的 林凡道 我可没有骗宇轩 而是真心打动了他 不错 不错 但 究竟是不是真心 还得检验一下才行 介不介意请我们几个室友吃晚饭呢 黄茉莉笑嘻嘻道 当然不介意 不过 我第一次来摩都 还不太熟悉 所以 可能要有你们定位置了 林凡道 没问题 黄茉莉高兴道 接着 她直接掏出了手机 给其他室友发出了消息 半岛餐厅 林凡三人刚坐下 有一位中等身材的女生 便走了过来 道 张静有事 来不了 秦宇轩介绍道 这是万月柔 顿了顿 又道 这是我男朋友林凡 万月柔道 宇轩 你这不声不响 就有了男朋友 摩都大学不知道多少男生要哀嚎了 对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秦宇轩道 我们是高中同学 哦 难怪你一直不谈恋爱 原来早已心有所属啊 万月柔笑道 接着 又道 林凡 我们宇轩苦等了你这么多年 你以后可别辜负她 放心吧 我一定会永远对宇轩好的 林凡道 大家都是年轻人 寥寥笑笑 倒是没有那么拘谨 这家餐厅的消费很便宜 四个人吃饭 总共一千五百元 显然 这是黄茉莉和万月柔 对林凡的特意照顾 叮铃铃 这时 万月柔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挂断电话后 万月柔道 我的卡蒂亚耳环修好了 就在前面的国经 你们要一起过去 顺便逛逛吗 好啊 我都好久没逛街了 而且 现在时间也还早 黄茉莉道 林凡和秦宇轩跟着点了点头 表示愿意跟过去 国经中心装潢亮丽 时尚 里面人潮涌动 十分热闹 林凡等人乘坐首扶梯 静止来到了卡蒂亚珠宝店 卡蒂亚 欢迎你 站在店门口 长相甜美的店员 礼貌欢迎 接着 店员又道 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万月柔道 我来取一下我的耳环 说话间 万月柔对出了一张单句 店员道 好的 您稍等 接着 他将单句交给了 站在收银台前的店员 珠宝 天生对女人 有莫大的吸引力 黄茉莉进入卡蒂亚里面后 便开始了东张西望 但 他根本不敢看大首饰 因为 那些价格太过吓人了 只是指着一些小首饰 不住赞叹 哇 这条手链好漂亮 黄茉莉道 真的好漂亮 万月柔也道 店员微笑着介绍道 这是我们卡蒂亚的 AL手链 是法国著名设计师 亨特伯科所设计 AL手链一共有七种不同的款式 就如同彩虹般 绚烂 多彩 充满了活力 黄茉莉和万月柔 本就喜欢无比 听到店员的解释后 眼睛都跟着闪耀起了光芒 七种款式 我们请示四姐妹 即便每人拿一条 也完全不同样 万月柔兴奋道 接着 店员又指着砖柜里 一条无比绚烂的项链 道 而亨特伯科不久前 更设计出了深海之星 他就如同一颗潜藏在 深邃大海中的星辰 神秘 绚烂 亨特伯科也因为 这条深海之星 在国际展览会上 博得了无数人的喜爱 秦宇轩顺着店员所指看去 宝石般的毛子 也闪过了一抹光芒 显然 他很喜欢这条项链 林凡道 宇轩 我还从没有送过你礼物 就把这条项链送给你吧 店员言文 忙道 先生 您的眼光真是太好了 这位漂亮的女士 在人群中同样神秘 绚烂 惹人夺目 如果再戴上深海之星 简直就是相得一张 秦宇轩摇摇头道 我在大学每天研究项目 戴这条项链 反而不太方便 所以 还是不用了 这条项链 不用想 一定很贵 秦宇轩不是觉得林凡买不起 但 他不想让林凡觉得自己爱慕虚荣 店员心头暗叹 有人送这么好看的项链 竟然还不要 黄茉莉问道 这条深海之星多少钱呢 深海之星主体 由两颗拉的蓝钻构成 整座摩都仅此一条 而它的价格是108万 店员道 这么贵 黄茉莉惊讶道 虽然 他已经预料到了这条项链 价格肯定很贵 但 也根本没想到 会贵到这种地步 一条项链 完全能买辆豪车了 万月柔也被这个价格下了一条 道 AL手链呢 AL手链 每条58888元 店员道 万月柔和黄茉莉 听到这个价格后 脸上全都露出了一抹颓然之色 58888元 接近6万 他们如今只是学生 或许 以后可以拿出这笔钱 但 现在 非常困难 所以 两人虽然喜欢 却也只得无奈放弃 这时 万月柔的耳环 已经被拿了回来 店员微笑着道 女士 您的耳环 需要帮您包起来吗 万月柔道 好的 包起来吧 接着 几人继续在国金中心逛了起来 不过 中途林凡找了个机会 称要去洗手间 实际上返回了卡地亚店 店员一眼就认出了他 微笑着迎了上来 道 先生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 我要那条深海之星 和四条AL手链 林凡道 四条AL手链 和一条深海之星 130多万的大单 店员整颗心头 砰砰乱跳了起来 激动道 好的 我这就帮您包起来 林凡却是摆摆手 道 不用包 直接给我就行 好的 店员连忙应声 继而拿出计算器 一阵拨弄 一共1315552元 我可以帮您打99折 不用了 那个折扣 就当是你的小费吧 林凡道 说完后 直接递出了银行卡 这名店员的服务态度很好 手势介绍的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 挑选出了一款 秦宇轩喜欢的项链 所以 应该奖励 店员心脏再次加速乱跳 折扣当作自己的小费 要知道 这可是130多万的打单子 即便是99折 也可以减少1万多 而如今 这全是自己的了 店员 花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安耐住心头的激动 啊 谢谢先生 谢谢 叮 消费1315552元 是否使用10倍消费返利卡 是 林凡心中默默道 叮 系统升级 LV4 LV4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10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10元 每走一步 获得10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66万100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 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每天获得的保底现金 再次翻倍 达到了70万左右 紧接着 手机微微一震 招商银行 存入131555 20元 实际到账 1315万 林凡拿了五件手势后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重新返回了秦宇轩身边 女人天生爱逛街 购物 但 国金中心的东西 实在太过昂贵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看见一件喜欢的东西 却无力支付 只能无奈离开的感觉 太过难受了 所以 几人逛了一会儿 便提议离开了 秦宇轩道 林凡 我可能今晚不能陪你了 因为 我得回宿舍 准备一些明天项目需要的材料 林凡点点头道 好的 但 你也别太累了 要注意身体 一番甜蜜后 两人这才分开 魔都大学 宿舍 张静极不可耐地问道 你们快说说 宇轩的男朋友怎么样 一个字 帅 黄茉莉道 两个字 很帅 万月柔道 张静懊悔道 都怪我导师 今天突然加班实验 错失了看帅哥的机会 秦宇轩看着三个室友搞怪的模样 不禁摇了摇头 他习惯性地打开包包 拿出手机 下一刻 秦宇轩却是从里面摸出了一把饰品 疑惑道 这怎么会在我包里 AL手炼 黄茉莉惊讶叫道 还有深海之星 万月柔大叫 黄茉莉道 我知道了 肯定是林凡去洗手间的时候 直接买了下来 然后 偷偷放到了你的包里 天哪 轻易买下一百多万的珠宝 然后悄悄送人 而且 还长那么帅 这 这简直就是完美男神 万月柔叫道 黄茉莉叫道 我现在终于明白 宇轩为什么会拒绝学校那些帅哥 公子了 如果我有这么一位完美男神 看到他们 肯定就像看到垃圾一样 万月柔道 宇轩 你男朋友还有哥哥或者弟弟吗 求介绍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求介绍 黄茉莉道 我也是 求介绍 张静道 秦宇轩被他们逗笑了 道 很可惜 他只有一个妹妹 此言一出 三人全都沮丧无比 秦宇轩又道 他没有哥哥弟弟 不过 手链你们倒是可以有一条 说话间 秦宇轩递出了三条 AL手链 香格里拉 总统套房 五光十色的夜景 映照在全景落地窗前 如同夜幕里的星辰 绚烂 璀璨 林凡把玻璃杯中的XO一饮而尽 然后将目光落在了手机上 消费131万 获得131个红包 是否全部领取 在国经中心的时候 林凡便已经收到了这些红包 不过 他并没有立刻领取 因为 林凡也不知道究竟会得到什么 此时 却是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是 叮 恭喜您 获得100元 叮 恭喜您 获得99元 叮 恭喜您 获得教授级数学经验 运用优秀的数学知识解答难题 展现出让人着迷的魅力 叮 恭喜您 获得技能绝对专注 绝对的专注 从而拥有轻易解答难题的能力 5%的几率触发灵光一闪 专注 认真的男人 才是最帅的哦 叮 恭喜您 获得1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江北市乾坤大厦写字楼移动 131个红包 林凡共得到了近50万元 接着 他又将注意力放在了教授级数学经验 合技能绝对专注上 教授级数学经验 如果上学的时候 拥有这个就好了 绝对专注 这个好像还不错 当林凡抬头的时候 面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一碟产权证 乾坤大厦一楼A201 面积200平米 产权人林凡 乾坤大厦一楼A202 面积150平米 产权人林凡 林凡看着这些产权证 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之色 乾坤大厦 这不就是 我上班的地方吗 叮铃铃 这时林凡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 林凡 你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电话里 传来同事马志远的声音 林凡这才想起来 今天是上班时间 哦 我忘了说 我准备辞职了 林凡道 即便没有系统出现 林凡也有过辞职的打算 如今 只算是提前了 辞职 马志远愣了一下 道 好吧 那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过来将工作交接给我一下吧 要不然 主管估计会卡你上个月的工资 林凡道 好 这两天 我就会过去一趟 林凡自然不在意什么工资 但 他向来 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 如果自己不去交接 那么接替自己工作的人 恐怕会非常麻烦 挂断电话后 手机微微一震 原来是秦宇轩发来了微信图片 那是一张绝美的容颜 再加上雪白薄梗下璀璨的深海之星 整个人隐隐绽放出了绚烂的光芒 神秘 美艳 秦宇轩 我很喜欢 谢谢你 林凡 我们之间 还说什么谢谢 你喜欢就好 秦宇轩 明天项目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可能会比较忙 所以 可能不能陪你在磨度玩了 林凡 没事 你忙你的 不过 你要注意劳逸结合 林凡 正好 我明天 估计就要回江北处理一下工作上的事情 等以后 再来磨度玩吧 秦宇轩 好的 江北市 乾坤大厦 常愧看了看租赁合同 南南道 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 先去找物业的汪总续签一下明年的合同吧 希望不会涨太多了 说话间 常愧走出办公室 静止来到了乾坤大厦顶楼 汪总 好久不见哪 正在忙什么呢 常愧笑问道 汪中德道 整理一些合同和文件 对了 常懂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汪总喝喝茶吗 常愧笑道 说话间 常愧拿出了一罐大红袍 道 这是我朋友从武艺带来的大红袍 但 我又不怎么喝茶 所以 特意拿来给汪总尝尝 汪中德是个爱茶之人 看到大红袍后 眼睛都亮了起来 常愧劲又道 对了 还有两个月 我们公司的房租就到期了 汪总 您看我们要不把合同再续签一下 汪中德无奈道 常懂 那可能 你今天要白跑一趟了 因为 乾坤大厦 已经卖给别人了 卖给别人了 常愧瞪大眼睛 惊讶到 也不怪他如此惊讶了 乾坤大厦 位于寸土寸金的江北市中心 整栋乾坤大厦 预估价格高达十亿 常愧根本不敢想象 究竟是什么人 能够拿出这么大一笔钱 汪中德点点头道 所以 续签合同 只能等新老板来了之后 再进行商议了 汪总 不知道方便告诉我 是什么人买了乾坤大厦吗 常愧问道 汪中德犹豫了一下 猜道 反正 你迟早也会知道 就先告诉你吧 说话间 汪中德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份资料 常愧快速翻看 惊讶道 林凡 买大厦的人 竟然这么年轻 一日 林凡发了条消息给秦宇轩后 买了张头等舱机票 静置回到了江北市 此时 已经是下午了 林凡并没有选择前往公司 而是回到了希尔顿酒店 准备明天早上再去交接工作 当他走进希尔顿酒店大厅的时候 却是被一幅幅大海报给吸引了 国际数学研究与讨论大会 欢迎您 胡川 江北大学数学院院长 方正堂 汪中大学数学院教授 当R2NP2RN加1 时 NP有RN加1 一是素数 林凡对于前面那些人的介绍 并没有任何在意 而当他看到后面那道算术的时候 却是来了兴致 林凡沉思了片刻后 拿起旁边的签字笔 在宽广的签名板上 快速书写了起来 PiNP22N PiNP22N1 等于2N1 A PiNP22N 等于2N加1N1 哒哒哒 整间大厅 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击声 最初的时候 林凡书写速度还很快 但 周氏猜想 毕竟是世界级难题 即便林凡拥有教授级数学经验 很快也被困住了 书写的速度不断放缓 这就像一条崎岖的山路 难以翻越 但 林凡喜欢挑战困难 始终没有放弃 一直在默默计算 爹 绝对专注 触发灵光一闪 顿时 林凡就像插上了一双翅膀 原本减缓的书写速度 再次变得飞快了起来 希尔顿酒店外面 几名西装革履 看上去非常斯文 儒雅的男男女女 漫步前行 江中大学 科技大学 江北理工大学等学校的老师 教授 领导 全都要来参加数学研讨会 会场 用餐等等 全都准备好了吧 数学院院长胡川 问道 胡院长 您放心 这些后勤工作 我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保证可以让本次国际数学大会 隆重 盛大的举行下去 皇子豪道 继而 又产妹道 我们都知道 胡院长将周氏猜想的研究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相信 这场研讨会 肯定能够轰动全国 甚至是轰动全世界 几人边说 边朝希尔顿酒店走去 脸上全都洋溢着笑容 下一刻 所有人的脚步 却是猛的一顿 因为 他们竟然发现有一名年轻人 正在大厅的签名板上 快速书写着密集的算式 皇子豪见此 额头上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 整个人慌乱无比 自己刚还和胡川院长说 保证可以让本次国际数学大会 隆重 盛大的举行下去 转眼 签名板就被人乱涂乱画了 胡川院长该怎么看自己 踏踏 这时 两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从远处走了过来 他们看到胡川和黄子豪等人后 不由加快了脚步 黄子豪低声喝道 不是让你们布置会场吗 人怎么都不见了 我们刚刚肚子突然有点疼 去了洗手间 个子较高的男生 解释道 肚子疼 哼 你们看看签名板变成什么样了 黄子豪指着前面道 两名学生忙朝签名板方向看去 这 怎么会有人 在上面写算事 高个子男生道 怎么会有人写算事 还不快让他停下来 黄子豪呵斥 两名学生这才反应过来 脉步就要上前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胡川道 别去打扰他 黄子豪和两名学生 身形微微一顿 脸上满是不解 但 胡川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目光灼灼 紧紧盯着不断书写算事的林凡 站在旁边的老教授宋国焘 也不由跟着看了过去 下一刻 他瞳孔微微一缩 惊讶到 他在解答周事猜想 年轻老师胡天问道 宋教授 您觉得他能解答出周事猜想吗 胡川激动道 已经解答出来了 正是这个时候 林凡写下了最终的答案 当2 2N P2 2 N加1 10 NP有2 N加1 1是速数 啪哒 接着 林凡放下了签字笔 静止朝电梯方向走去 准备回房间休息一下 先是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 又解答了一道数学难题 着实让他有些累了 胡川芒小跑着跟了上去 他看到林凡的正面后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惊讶之色 然后 主动伸手道 你好 可以耽误一会儿 认识一下吗 我是江北大学数学院院长胡川 先前 胡川从林凡的背影 猜测他应该比较年轻 但 却根本没想到会年轻成这样 恐怕 比今天布置会场的两名研究生 年龄都要小一些 尊老爱幼 是华夏的传统美德 胡川早已年过半百 且礼貌待自己 林凡自然也礼貌回应 跟着伸手 向我 道 你好 我叫林凡 原来是林先生 真是很难想象 林先生这般年轻 就将素数研究到了这等地步 甚至解答出了周深猜想 胡川 有种感叹 不知道 林先生是哪所大学的教授呢 胡川试探性地问 林凡笑道 我可不是什么教授 胡川言文 不仅没有失望 反而越加激动了几分 那不知林先生 有兴趣来我们江北大学 当数学教授吗 胡川急切道 林凡微微愣了一下 他根本没想到 胡川会提出这种邀请 胡川见林凡有些迟疑 又道 林先生 你放心 我们江北大学 一定会给予您最优厚的条件 另外 林先生如果有其他要求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 林凡解释道 胡院长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因为只念过高中 所以当不了教授 胡川盲道 这并不影响什么的 以林先生的数学能力 根本不需要一指文听去证明 对于一般人来说 学历确实很重要 但 一个将素数研究到这种地步 甚至直接解答出周事猜想的年轻人 显然不是一般人 谁也不知道 他未来会有多大的成就 如今 胡川好不容易遇到 自然要好好把握 林凡看出了胡川眼里的真切 他准备持续工作 正不知以后干什么好 另外 林凡内心对于大学生活 也有着一丝向往 想到这里 林凡终于开口道 江北大学的教授 就算了吧 但 如果让我去江北大学念书 或许 我还有点兴趣 教授需要给人上课 想想就觉得麻烦 显然 学生更符合林凡的心意 轻松 自在 无拘无束 胡川听到林凡前半句的时候 脸上布满了遗憾之色 但 听完林凡的后半句后 整张老脸立马像揉过的导纸 皱成了一团 无比高兴到 好 我待会儿就给林先生办理入学手续 事实上 即便是胡川 让一个高中学历的人 成为江北大学数学教授 也有一些麻烦 但 特招一名学生 那就简单很多了 两人几乎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接着 胡川又道 对了 林先生 今天江省多所大学的数学院长 教授和老师们 全都会来酒店参加数学研讨会 不知道可以请你上台 讲解一下素数和周识猜想吗 林凡打了个哈欠 道 别 我得回房间睡觉 就不参加了 对一般人来说 在很多院长 教授面前演讲 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然而 对林凡来说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胡川心头略有遗憾 却也没有过多勉强 以免让林凡不喜 林凡进入西尔顿总统套房 掀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 花了十万元 让服务员送上来一份海鲜大餐 和一瓶X零 叮 消费十万 获得十个红包 是否全部领取 是 林凡随手点击了确定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十个红包 林凡 共得到了十一万两千五百元 也就是说 他花钱吃大餐 不仅没花钱 反而还赚了一万多 林凡看着银行发来的短信提醒 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之色 吃饱喝足后 林凡便直接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满足地睡了过去 一日 一缕温暖的阳光 透过窗户落在了床边 林凡 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 他习惯性地拿起了手机 一条未读的银行短信 早已经出现在了屏幕上 零点 招商银行汇入七千 零零元 接着 林凡起身 洗漱 到楼下的餐厅吃了份早餐后 启动了兰博基尼大牛 朝着乾坤大厦驰骋而去 一路上 难免又引来许多人的侧目 乾坤大厦 七楼 新飞扬有限公司 追字脸的李兰娟道 刚刚 竟然有辆银灰色的超级跑车 开进停车场了 唉 只可惜 没有看清车上的沈豪 他的语气 充满了遗憾 脸上净是想回味 那模样 仿佛错过了几个亿 顿了顿 又道 唉 我觉得 那位沈豪肯定是一位高大 帅气的完美男人 圆脸女人道 沈豪我倒是不知道长什么样 不过 那辆超级跑车 是真的帅 太帅了 这时 林凡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道 一辆车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李兰娟余光瞥了眼他后 比一道 还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怕是 连那辆超级跑车的车咕噜 都买不起 还在那里说大话 说完后 李兰娟蹬着小母指措的高跟鞋 大步朝前面走去 那模样 好像和林凡待久了 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一样 李兰娟借着自己的脸蛋和身材 经常做出一副娇滴滴的模样 让同事帮忙处理工作 打扫卫生等等 但 她的这些手段 却在林凡面前毫无作用 这便让李兰娟十分不爽 甚至 非常仇视和讨厌林凡了 而在林凡看来 不该自己做的事情 那就坚决不会去做 更何况 还是一个从头整到脚 脸蛋 身材 没有一样原装货的女人 那就更不会帮忙了 自己又不是她爹 凭什么 林凡走进办公室 直接整理文件 并将她全都交接给了同事 她转身准备离去 恰好看到李兰娟 正站在满脸横肉的主管熊广平旁边 低声说着什么 接着 熊广平大步走了过来 闷声道 林凡 你要辞职 是的 林凡随意道 我看看 你交接的文件 熊广平拿起文件 随意翻看了一圈 立声怒吓 你这都交接的什么狗屁东西 赶紧给我滚回去 重新整理 说话间 将文件猛地朝林凡身上砸去 林凡眸子微冷 快速闪到了一边 熊广平见林凡躲开了 像是威严受到了挑衅般 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 再次朝林凡杂去 林凡身子一晃 又一次成功闪开 一而再地对自己出手 真当自己是你捏的 林凡脸色冰寒 抄起旁边的玻璃杯 直接砸在了熊广平的脑袋上 碰 玻璃破碎 鲜血见射 熊广平撞瘦的身体 直挺挺倒在了地上 缩成了一团 捂着脑袋不断哀嚎 哎呦 我的脑袋 疼死我了 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在办公室缓缓蔓延 熊广平依旧捂着冒血的脑袋 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缓缓爬了起来 道 林凡 你特 他骂到一半 却硬生生被林凡冰冷的脸色给吓住了 又改口道 你 你竟然打我 打你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了 林凡淡淡道 说话间 脉步朝熊广平走去 林凡前进的步伐 速度 全都非常普通 但 却吓得熊广平连连后退 慌乱道 你 你别过来 同时 眼睛不住在办公室里寻求帮助 但 熊广平在公司为人跋扈 根本没有什么人员 哪里又会有什么人帮忙 熊广平京剧叫道 你在前进 我可就报警了 然而 林凡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依旧不断向前 踏踏 这时 外面响起了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接着 西装革履的常愧 大步走了进来 他看着乱哄哄的办公室 皱眉沉声道 发生什么事了 先前 林凡的举动 将李兰娟吓得不轻 躲在角落 根本不敢出声 此时 听到常愧的声音后 李兰娟神情微动 急忙窜出来露脸 董事长 我知道事情的经过 那个叫林凡的员工 想要离职 熊主管按照规定 让他交接工作 但 林凡既然胡乱交接了一通 熊主管便让他重新交接 结果 林凡既不过 就动手打了熊主管 李兰娟说到这里 还做出了一副 柔柔弱弱 害怕不已的模样 这是他惯用的伎俩 以前 李兰娟根本没机会 用这招勾搭常愧 如今 好不容易遇上 他自然不会错过 此时 李兰娟心中已经开始幻想 勾搭住常愧后的美好生活了 熊广平跟着哭嚎道 董事长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常愧言文 眉头皱得更紧了 倒不是因为打架生气 而是因为 他觉得林凡这个名字 好像在哪里听过 下一刻 常愧瞳孔骤然一缩 加快脚步走到林凡面前 微微躬身 并主动伸手道 林先生 你好 常愧终于想起来 在哪里听过林凡的名字了 乾坤大厦的新老板 就叫林凡 甚至 自己昨天还看过林凡的照片 李兰娟见常愧用那么好的语气 对林凡说话 语气好 不 不仅仅是语气好 甚至 隐约间还有一丝恭敬 李兰娟似乎想到了什么 解释道 董事长 您可能认错人了 林凡只是我们公司的普通员工而已 他刚还打了熊主管 为人非常粗俗 您当心 千万别被伤着了 当面称呼乾坤大厦主人 粗俗 他怎么敢 如果因为李兰娟 导致林凡不再续约乾坤大厦给自己 那自己会有多大的损失 常愧想到这里 心头一阵火起 若林凡不是就在面前 常愧都想狠狠训斥李兰娟了 至于 说什么认错人 那根本不可能 且不说 林凡和姓明 外貌全都和昨天看到的一模一样 单单林凡的一身名牌 就足以说明他不是普通人 更何况 常愧一眼就看出 林凡手上带着僵尸单顿 Tour.LL 那可是千万级的名表 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表明 面前的人 绝对就是乾坤大厦的主人 林凡见常愧对自己这么客气 稍微一想 就大概猜到了原因 跟着伸手与常愧轻轻一握 笑道 常懂 贵公司好像不太欢迎我呀 常愧陪笑道 林先生 抱歉 是我招人的时候 没把好关 熊广平听着两人的对话 心头莫名变得慌乱了起来 着急道 董 董事长 你千万别被林凡骗了 这混小子 很喜欢胡编乱造 常愧脸色一板 转身喝道 闭嘴 胡编乱造 这整栋乾坤大厦 都是林先生的 你觉得 他会胡编乱造什么 哄 此言一出 宛若一枚炮弹 在众人心头轰然爆炸 在场所有人全都炸猛了 乾坤大厦 位于寸土寸金的江北市中心 整栋写字楼 价值足足十亿 这对于众人来说 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而乾坤大厦 竟然属于林凡 李兰娟心头 立马生出了无尽的回忆 早知道 早知道 林凡这么有钱 自己即便脱光了 躺床上 也要倒贴上去了 原本 自己可是有机会 嫁入豪门的 林凡道 常董说的有道理 贵公司 确实要在员工上面多花心思 俗话说得好 一粒老鼠屎 搞坏一锅羹 一些老鼠屎 该清理 就应该及时清理 否则 真发生了什么事 后悔 也就晚了 常愧连连点头 道 林先生说的有道理 接着 他冷声道 熊广平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熊广平言文 脸色大变 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成为飞扬公司的主管 从而拿到不少的工资 他也经常以此 在亲友们面前炫耀 而一旦被开除 熊广平觉得 天都可能要他下来 熊广平忙叫道 董事长 你不能开除我 我是受劳动法保护的 我 我不能被开除 还有 即便林凡是乾坤大厦的老板 也不能随便打人 我可以去法院告你 熊广平说到这里 不由挺了挺皮九度 似乎是找到了底气 林凡却是笑了 道 告我 好啊 我等你去告 我想想看 打架 估计最多关个几天 而且 还不是我先动的手 说不定直接口头叫一几句 但是 熊广平 你说我如果让人彻查 你和其他公司的采购合同 到时候 发现了什么猫腻 然后 交给警方 会是什么结果呢 此言一出 熊广平脸色瞬间刷白 他采购收了很多回扣 属于金额巨大的回扣 如果 一旦被警方查处 恐怕会判十年以上 熊广平慌乱道 我不告你了 我这就离开飞扬公司 说完后 他根本不去收拾东西 桃一样的 朝外面跑了 一场闹剧 就此结束 飞扬公司 董事长办公室 常愧亲自给林凡期查 欠意道 林先生 抱歉 让您见笑了 林凡不在意道 无妨 一点小事而已 常愧又道 我刚听说林先生 之前在我们公司 上班 是啊 无聊随便玩玩 林凡道 常愧羡慧道 游戏人间 林先生当真与众不同啊 一阵闲聊后 常愧终于提起了正事 我们飞扬公司 在乾坤大厦的租期 只剩下两个月了 不知林先生 什么时间方便和我们 签订一下续约合同吗 常愧问道 林凡道 这个呀 就按照往年的来吧 我回头会让物业那边 帮忙处理的 常愧言文 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要知道 如今物价 房租 全面上涨 按照往年租赁 对他来说 就是赚了 又随意聊了几句后 林凡并没有在过多停留了 他静止来到地下停车场 启动兰博基尼大牛 朝着出口方向驶去 站在地下停车场的李兰娟 将这一幕 全都看在了眼里 他脸上的懊悔 愈将浓郁了 原来 林凡就是开超级跑车的神豪 难怪 他之前 说开超级跑车 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于李兰娟的想法 林凡自然无从得知 他驾驶着兰博基尼大牛 一路驰骋 当林凡回到希尔顿酒店的时候 刚好是十二点 顿时 手机微微一震 红包弹了出来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叮 恭喜您 获得龙祖石队队长身份牌 叮 恭喜您 获得999元 叮 恭喜您 获得5000元 很快 一分钟时间过去 这次 林凡共收获了5万多元 对于这点钱 他已经没有任何在意了 林凡直接将目光 落在了龙祖石队队长身份牌上 龙祖石队队长身份牌 身份物品 使用后 将成为华夏龙祖石队队长 在地方与世大领导同级等等特权 拥有特殊的身份 将展现特殊的魅力 林凡看到这里 脸上露出了一抹骇然之色 龙祖石队队长 这权力也太过可怕了 林凡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选择使用身份牌 刹那间 他手里凭空出现了一枚 雕工精致的龙形令牌 林凡刚想研究一番 手机却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 小妖 怎么想着 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林凡接通电话 笑问道 然而 电话里 却是传来了一阵抽烟声 林凡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着急问道 小妖 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快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对方 林小妖哽咽道 哥哥哥 爸爸 爸爸病倒了 流了好多血 嗡 此言一出 就像巨石砸在了林凡的心头 沉痛无比 让人窒息 林凡急忙问道 小妖 快告诉我 爸爸怎么会流很多血 他现在怎么样了 前 前两天 爸爸吃饭的时候 突然吐了一口血 然后 救护车就把他再去医院了 昨天 医生说 说爸爸胃里长了一个肿瘤 林小妖说到这里 不由呜呜大哭了起来 道 哥 我们该怎么办 我好害怕 林凡安慰道 爸爸会没事的 小妖 你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回来了 挂断妹妹林小妖的电话后 林凡又拨通了妈妈带微雪的手机 半想 手机才缓缓接通 小妖 你怎么打电话来了 电话里 传来了带微雪 有些沙哑的声音 林凡道 爸怎么样了 做手术了吗 是小妖说的吧 这丫头 我都让她不告诉你了 带微雪有些责怪道 小凡 你别担心 再过阵子 等你爸做完手术 就没什么事了 林凡道 妈 我刚给您的银行卡打了点钱 一定要给爸爸找最好的医生治病 我现在就从江北回来 事实上 即便没有爸爸病倒的消息 林凡也打算 最近回一趟家了 挂断电话后 带微雪手机的手机 微微一震 招商银行 存入500 0000元 带微雪看着手机屏幕上 一大串铃 整个人彻底呆住了 林凡挂断电话后 根本没心思去吃东西 直接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随着发动机 发出一阵轰鸣后 兰博基尼大牛 仿佛化作了狂奔的野兽 急速窜了出去 以往开车的时候 林凡始终保持匀速 慢行 他的那种驾驶方式 根本不像是在开超跑 而是在开普通轿车 但 今天 林凡却是没有那样温柔 逢空就钻 不断加速 使得大街上 不时传来一阵浑厚的轰鸣声 当林凡上了高速后 更像是鱼儿进入了水里 再也没有了任何约束 加速 加速 不断加速 专业级汽车驾驶技术 再加上绝对专注加持 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林凡 要用最短的时间 赶到爸妈身边 一名模样田径 身穿蓝色连衣裙 曲线玲珑的美女 正驾驶着火红色的法拉利 在高速上灵动行驶 这时 他突然听到 远处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蓝裙美女透过后视镜 看到一辆银灰色的 蓝博基尼大牛 不断与自己拉近距离 他宝石般的毛子 立马亮了起来 柳叶般的薄唇 微微上扬 紧接着 白嫩如葱根的美腿 猛地踩在了油门踏板上 哄 顿时 火红色的法拉利 爆发出猛兽般的嘶吼 速度骤然飙升 一场没有约定的赛车 就此展开 不得不说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别看蓝裙美女长相田径 谁能想到 他有着一颗太阳般火热的内心 和挑战极限速度的驾驶技术 然而 很可惜 他今天遇到了林凡 不论蓝裙美女如何加速 林凡都能够一点一点拉近距离 最后 林凡依靠一个转弯 席卷着一股强风 从蓝裙美女身边 一会儿过 蓝裙美女透过车窗的余光 惊鸿一瞥林凡的身影 然后 只能看到快速远去的车尾灯 蓝裙美女轻声道 E.LF666 希望能够早点再遇到你 林凡并未将 这场没有约定的赛车 放在心上 他始终以最快的速度 不断前行 江北距离青室并不算远 没多久 他便来到了青室中心医院 他推开病房门 只见爸爸林涛正躺在病床上 艰难地吸着氧气 满是皱纹的脸上 苍白一片 林凡心头一阵痛楚 咳之 这时 病房门打开了 妈妈带微雪走了进来 小凡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带微雪惊讶到 林凡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示意出去讲话 以免打扰爸爸休息 走廊里 林凡道 妈 爸爸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最初的时候 带微雪之所以隐瞒林凡 是因为不想让他担心 而如今林凡已经知道 林涛病倒了 也就没必要再隐瞒了 你爸胃里长了一个肿瘤 待会儿交了肺 这两天 应该就可以安排手术 带微雪说到这里 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那五百万是怎么回事呢 当林涛病倒的时候 带微雪感觉整片天都塌了下来 他却始终一个人咬牙硬炕 这两天 他一边照顾林涛 一边四处找人借钱 但 手术需要很大一笔费用 一时之间 带微雪根本无法筹集 今天 林凡突然寄来了五百万 让带微雪惊喜交加 却也不敢第一时间去缴纳手术费用 林凡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哪里弄来这么大一笔钱 带微雪担心他走了歪路 万一用了这笔钱 从而害了林凡 那就真是追悔莫及了 林凡道 妈 你放心用 这都是我炒股 买比特币赚来的钱 而且 这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我们家已经不缺钱了 关于系统 林凡并不打算告诉任何人 其中 也包括爸妈和妹妹 倒不是林凡不相信爸妈 妹妹 主要是说出去 他们也不会相信 只会给他们增加烦恼而已 带微雪也听过炒股 买比特币 可以让人一夜暴富 所以 听林凡这么说 心中暗松了口气 继而 又用无比担忧的目光 看向了躺在病房里面的林涛 片刻后 财沙哑着声音道 我先去缴费 林凡道 妈 你坐着休息一下 我去就行了 医院永远都不缺病人 缴费窗口正大排长龙 这时 一群白衣大褂的医生 和几位身穿白色衬衫 周身弥漫着上位者气息的中年男子 一起走了进来 而他们身后 则是跟着几名手拿话筒 兼抗摄像机的专业记者 站在林凡旁边的高寿男子 惊讶道 竟然还有摄像机 那是在干嘛 另一个稍矮的男子道 不是吧 你没看过新闻吗 那个戴眼镜的人 是市里的大领导 天哪 市里大领导来医院参观 那我们今天 岂不是也可以上电视了 高寿男子激动道 林凡听着两人的对话 眼神微微一动 大步走了上去 市里大领导周围站在警卫 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 但 林凡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轻易绕过警卫 来到了大领导面前 你是 大领导有些疑惑 林凡将口袋里的龙形令牌 掏了出来 道 大领导 不知道有空单独聊聊吗 原本平静的大领导 瞳孔微微一缩 他曾见过一次龙形令牌 非常清楚 他代表着怎样的含义 盲点头道 当然可以 而后 对旁边的秃顶医声道 黄院长 可以给我们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吗 黄院长道 好好 大领导 这边请 很快 黄院长便带着两人来到了宽敞的会议室 林凡道 黄院长 你也留下来吧 黄院长应声道 好的 三人坐定 林凡根本没有绕弯子 直接了当道 大领导 其实我这次找你 是有点私人的事情 想请你帮忙 大领导言文 不仅没有生气 相反 他心头还浮上了一抹喜色 虽然 林凡从级别上和自己相当 但 他拥有的特殊权利 却远远超过了自己 如果能够帮上林凡 从而拉近两人的关系 在大领导看来 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虽然 缴费后 也能给爸爸林涛安排手术 但 林凡明白 每场手术都会有风险 他必须给爸爸找最好的医生 将风险降到最低 林凡道 我爸前两天 因为胃里长了一个肿瘤 住进了医院 所以 想问问大领导 认不认识这方面的专家 大领导赞叹道 百善孝为先 为了父亲的身体 不断奔波 难得 真是太难得了 我向来最敬佩你这种 孝顺父母的人 我叫赵佳琪 比你年长一些 如果不嫌弃的话 叫我老赵就行 旁边的黄院长颜文 心头微颤 先前 他就猜测 林凡身份恐怕不太一般 否则 赵佳琪也不会暂缓参观医院的计划 而单独与他见面 但 黄院长却没想到林凡的身份 可怕到了这种程度 称呼大领导赵佳琪 老赵 这 简直 超乎了他的想象 林凡道 我还是叫你赵老哥吧 对了 我叫林凡 赵佳琪高兴道 好 那我就拖大 叫你医生林老弟了 顿了顿 赵佳琪又道 林叔叔 是住在我们青室中心医院吗 黄院长就在旁边 林老弟可以将林叔叔的情况 先和他说一下 于是 林凡将大概情况说了一遍 黄院长当即道 我现在就让肿瘤科的专家召开会议 没多久 数位医生拿着资料来到了会议室 他们已经知道 林凡身份极不一般 认真看完了林涛的病例后 终于说出了建议 林先生的肿瘤发现比较晚 如果用常规的手术方法 危险性较大 而且 即便成功 对后续的生活 可能也有一定影响 林凡言文 眉头微微皱起 赵佳琪道 那如果转院去京城呢 以林先生现在的身体状况 恐怕难以承受 这种长途奔波 有医生道 会议室的氛围 一时之间变得沉闷了起来 这时 戴着金丝眼镜的医生道 如果让京城协院的李全主任 用非刀流来做这个手术 应该可以将危险 和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众医生言文 纷纷点头认同 一般而言 医生们很少会当众承认 医术不如人 但 此时 他们却是顾不了那么多 金丝眼镜医生继续道 另外 据我所知 李全主任昨天去了江北协院开会 赵佳琪言文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 道 既然是这样 那事情就好办了 我和金丝协院也算比较熟 应该可以让李全主任来一趟亲事 林凡郑重道 那就麻烦赵老哥了 不麻烦 不麻烦 我很高兴 能够帮林叔叔一点小忙 赵佳琪道 这话 他绝对没有胡说 赵佳琪本就是想结交林凡 如今 有机会帮忙 他自然很高兴 接着 赵佳琪当面拨通了 金丝协院老院长的电话 一阵交谈后 终于让对方帮忙邀请李全来亲事进行手术 而李全也很给面子 没多久 便打来了电话 说是明天上午就来一趟亲事 一切安排就绪 林凡微微松了口气 这时 一名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年男子 提着精致的果拦 缓缓走了进来 赵佳琪道 林老弟 如今有李全主任出手 林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我们现在去看望一下林叔叔吧 林凡道 好 病房里 虽然 林涛气色依旧很差 但 已经清醒了过来 带微雪用热毛巾擦了擦林涛的额头 林涛问道 你刚刚说 小凡回来了 是的 而且 他现在很有出息 拿出了一大笔钱给你做手术 所以 你现在安心养病就可以了 带微雪道 林涛言文 不仅没有高兴 反而皱起了眉头 道 拿出了一大笔钱 他没做什么违法乱计的事情吧 可知 带微雪刚准备开口解释 病房门被推开了 接着 林凡 赵佳琪 黄院长 以及一大群医生 纷纷走了进来 林凡看着坐在床上的林涛 激动道 爸 你醒了 是的 刚醒一会儿 林涛道 然后 用疑惑的目光 看着赵佳琪和黄院长等人 尤其是看到赵佳琪的时候 林涛脸上的疑惑之色 更渗了几分 他总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赵佳琪 林凡介绍道 这是清室大领导赵佳琪 清室中心医院黄院长 此言一出 林涛浑浊的双眼 立马瞪的滚圆 大领导 没错 他就是大领导 自己经常在清室新闻里 看他讲话 如今 竟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他亲自来医院 看望自己 赵佳琪走到了病床前 轻声问候道 林叔叔 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林叔叔 清室大领导 不仅来医院看望自己 而且 还叫自己林叔叔 林涛忙道 大领导 您叫我林涛就行 我的身体好 很好了 他整个人已经激动的 有些语无伦次了 甚至 原本苍白的脸上 也因为激动 多出了一抹难得的潮红 那怎么行 您是林凡老弟的爸爸 这辈分可不能乱了 赵佳琪道 事实上 赵佳琪的年龄 比林涛还要大上几岁 但 正如他所说 辈分不能乱 他可不敢直接叫林涛的名字 顿了顿 又道 林叔叔请放心 林凡老弟已经给您 安排了最好的医生 一定可以让您的身体 恢复如初 另外 如果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和我们说 林涛满脸笑容道 放心 放心 好 接着 黄院长又上前问候了一番 并亲自帮忙林涛 进行了更细致的检查 众人又一阵寒暄后 表示要让林涛多多休息 这才缓缓离开 林涛看着满屋子精致的水果栏 嘴巴都快得到耳后跟了 林凡见林涛这么高兴 他也是开心不已 小凡 你怎么认识大领导的啊 林涛忍不住问道 林凡扯着理由 道 可能 他知道我炒股 买比特币赚了不少钱 所以 想要让我再轻视投资吧 林涛点了点头 道 原来是这样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倒也可以再轻视弄点投资 爸 你放心吧 再怎么说 轻视也是我的家乡 等时机成熟 我肯定会帮助家乡搞建设的 林凡道 这时 带微学的手机 微微一阵 他看了眼消息 道 小瑶说放学后就来医院 问我们需不需要带什么东西过来 林凡道 小瑶要放学了 这个时间点不好坐车 我开车去接他吧 说完后 朝着病房外面走去 带微学原本想问 你什么时候买车了 但 一想到 林凡打给自己的五百万 甚至 连青市大领导 为了拉投资 都和他称兄道弟了 那么 他有辆车 似乎也属于正常 带微学看着林涛高兴的模样 笑道 现在不担心儿子走歪路了吧 不担心 不担心 李涛连声道 开玩笑 连青市大领导 都要和儿子称兄道弟 怎么可能走歪路 青市一中 属于青市重点高中 这里 汇聚了整座青市最优秀的一批学生 放学铃声响起后 一大群年轻的学生 背着书包 洋溢着青春和向上的气息 或讨论数学难题 或诉说考试题目 不断朝外面走来 林凡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 梳着马尾便 亭亭玉立的林小瑶 与此同时 林小瑶也看到了林凡 急忙跑了上去 林凡捏了捏林小瑶 鹅卵石斑的脸蛋 道 每天记得多吃点 瘦了 捏着不舒服 哥 林小瑶抗议叫道 林凡笑道 走吧 我们先去医院 说话间 打开了停在旁边的 兰博基尼大牛车门 并直接坐了上去 哥 这车 林小瑶愣愣道 林小瑶不懂车 但 她也知道 跑车都很贵 随便一辆 恐怕都得上百万 林凡道 这两年炒股 炒比特币 赚了不少钱 这辆车是我买的 谎言说了几次 林凡已经没有任何迟疑了 林小瑶叫道 哥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说完后 林小瑶像是一只小猴子般 直接窜进了车里 然后 一会儿摸摸这里 一会儿摸摸那里 黑亮的毛子里 竟是激动和兴起 没多久 两人便回到了医院 此时 林涛已经被安排到了 VIP病房 宽敞 整洁的房间 单独的卫生间 整体根本不像是一间病房 而是酒店里的豪华大套间 另外 VIP病房还配有护士 护工 全程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在这里住着 根本就不像是住院 而是在享受 林小瑶惊叹道 哇 这病房好好啊 林涛辣黄的脸上 满是笑容道 小瑶 你是不知道 刚刚亲事的大领导 医院院长 主任们 一起来看我 然后 亲事的大领导 还叫我叔叔呢 这绝对是林涛人生中 最巅峰的时刻 他看到女儿 就忍不住想要吹嘘 带威雪笑道 瞧你得意那样 还不都是小凡的功劳 哥哥竟然认识 亲事大领导 大领导还来看望爸爸 林小瑶眼睛瞪得滚圆 尽管 刚刚坐兰伯基尼的时候 他就知道 哥哥现在非常了不起 但 他却根本没想到 林凡了不起到了这种程度 林小瑶眼里 亲事大领导 就是顶了天的大人物 这种大人物 竟然因为哥哥亲自看望爸爸 而且 还称爸爸为叔叔 林凡很满意女儿惊讶的表情 得意道 那当然 而且 亲事大领导 还请了京城协院的大专家 明天亲自给我做手术 真的 太好了 林小瑶高兴叫道 一家人相聚一起 全都非常开心 根本没有了最初得知肿瘤时的伤心 林小瑶欢呼道 哥哥太厉害了 但 紧接着 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无比自责道 如果当初不是我因为我生病 哥哥没能参加高考 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说不定 会更好 林凡笑着摸了摸林小瑶的脸蛋 道 那可不一定 正是因为我早早进入社会 所以 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并且认识大领导他们 如果 我那时候参加了高考 然后念大学 现在说不定还没找到工作呢 顿了顿 林凡又笑道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被特招进入江北大学了 当初即便参加了高考 恐怕我也考不上这么好的学校 要知道 江北大学可是全国前十的重点大学 林凡当初学习成绩确实不错 但 想要考上江北大学 却也要看发挥如何 哥 你是说 你在江北大学读书 林小瑶惊讶道 那还有假 是江北大学数学院院长 亲自特招的 林凡道 好好 他好了 林涛和戴威雪 全都高兴大叫 父母都希望子女 能够读书 念大学 林凡没能念大学 他们全都非常遗憾 如今 林凡能够特招进入江北大学 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 VIP病房 有单独的护工 护士照顾林涛 但 林凡晚上还是租了张床 陪在了林涛身边 凌晨 林凡手机微微一震 招商银行提醒您 汇入七十万元 一日 戴威雪一大早就带着早餐赶了过来 吃过早餐 一家人就在医院里闲聊了起来 当一缕温暖的阳光 透过窗户落在病床上的时候 大领导赵佳琪和一大群医生来到了病房 赵佳琪指着旁边中等身材的医生 介绍道 林老弟 这位就是李全主任 李主任 辛苦你一大早从江北赶过来了 林凡道 李全微笑着道 林先生 你太客气了 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虽然 林凡看上去非常年轻 但 连青师大领导都要与他平辈相交 李全可不敢随意拖大 赵佳琪走到病床前 观星问道 林叔叔 今天感觉身体怎么样 林涛忙回答道 我现在感觉身体好多了 赵佳琪道 那就好 那就好 接着 李全走到病床前 将林涛的身体检查了一番 然后 又仔细查看了病例 这才开口道 林先生 您的情况还不错 待会儿 我就可以给您做手术 放心 很快就可以结束 您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恢复健康了 好 好的 林涛连连应声 在众人的注视下 林涛被推进了手术室 原本 赵佳琪想要等林涛手术结束后再走 但 他作为青室大领导 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 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后 赵佳琪不得不提前离开了医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转眼 到了十二点整 林凡手机微微一震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银山集团百分之五十一股份 林凡领取红包到这里的时候 身形略微停顿了一下 银山集团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银山集团旗下 好像包括银山商城 银山黄金等公司 市值绝对在百亿以上 自己拥有了银山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那岂不是 瞬间获得了数十亿的资产 正是这个愣神 时间到达了十二点零一分 不过 林凡道没觉得可惜 有了这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少几个红包也没什么 可知 这时 手术室的大门缓缓打开了 李全和几名医生 拖着疲倦的身体走了出来 李主任 林涛怎么样了 戴威雪紧张问道 手术非常成功 在住院调养一段时间 应该就没什么大碍了 李全道 好好 谢谢 真是太谢谢您了 戴威雪无比激动道 尽管 他先前已经知道 李全是专家 拥有很高的医术 可以治疗林涛 但 戴威雪整颗心 始终还是悬着的 昨天晚上 他一整晚都没能睡着 毕竟 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和意外 直到此时 他的心裁定了下来 戴威雪问道 我可以去看看林涛吗 李全道 林先生刚做完手术 现在已经睡着了 最好先让他休息一下 好好 戴威雪连连应声 当林涛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爸 你醒了 放学后 直接赶到医院的林小瑶 高兴交道 戴威雪低声喝翅道 小瑶 小点声 然后 轻声问道 林涛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林凡问道 爸 你感觉怎么样 林涛摇头道 我感觉挺好的 几人言文 全都更加高兴了 另外一方面 银山集团董事长办公室 宋志峰将面前的资料 反反复复看了数次 叹气道 当初为了发展 将大量股票流到了市场 如今 这位林凡先生 竟然收购到了 我们银山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宋志峰说到这里 脸上布满了懊悔之色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毫无疑问的第一大股东 银山集团是宋志峰 创建的商业帝国 如今 好不容易成行 却不再受自己控制 这如何不让他后悔 宋志峰犹豫了许久 终于按照资料上面的号码 拨出了电话 林先生 您好 我是银山集团董事长宋志峰 宋志峰小心翼翼道 电话里 传来了林凡低沉的声音 哦 有什么事吗 林凡很快想到了 中午获得的银山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股份 所以 对于宋志峰打电话过来 也没有太大惊讶 您如今是我们银山集团 第一大股东 不知道您对集团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指示吗 宋志峰问 林凡道 你们和以前一样 好好发展就行 我只拿公司的股份分红 对于银山集团发展 林凡真的 没有任何兴趣 如果可以 他想立马卖掉所有股份 可惜 从系统那里得到的东西 全都禁止交易 宋志峰言文 脸上瞬间浮出了一抹狂喜之色 道 是是 我们一定按时江峰红会入您的账户 宋志峰很害怕这位公司最大股东 对公司胡乱指挥 如果只是拿分红 对他来说绝对是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接下来的几天 林凡一直在医院照顾林凡 并让医生用球蛋白等最好的药物 调养林凡的身体 单单调养的费用 每天都需要上万元 而林凡的身体和气色 也一天天的好转了起来 甚至 已经能够下床走路了 这几天 林凡每天中午12点的红包 全是现金 再加上 呼吸 走路 睡觉所得的现金 林凡的余额 又多出了300多万元 姓名 林凡等级 LV4 LV4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10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10元 每走一步 获得10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75万100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 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技能 专业级汽车驾驶技术 魅力光环 5%几率触发一见钟情 刻骨明星 暴力美学 饮酒绅士 绝对专注 5%几率触发灵光一闪 教授及数学经验 资金 1030万 显然 前些天林凡 会给戴威雪的500万 没有算入消费金额之中 不过 林凡并没有任何在意 戴威雪给林涛削了个苹果 道 今天周末 难得小姚休息 小凡 你带着小姚出去玩玩吧 是啊 都出去玩玩 我的身体已经没什么事了 你们一直待在这里 反而让病房不透气了 林涛道 林凡言文 觉得老爸说的有道理 于是 点点头道 那我们就出去逛逛 好的 林小姚高兴道 当看到爸爸病倒的时候 林小姚非常伤心 害怕 如今 爸爸已经没事了 让天生好动的林小姚 一直待在病房里 就有些难受了 林凡看着林小姚有些泛白的衣服 道 小姚 我们先去买几件衣服吧 亲事哪里的衣服比较好看 可别给我省钱 林小姚高兴道 银山商城 如果是以前 林小姚绝对不会去银山商场买衣服 那里的衣服确实好看 但 价格也相对较贵 如今 林小姚却是没有那么多顾忌 毕竟 林凡都开上了百万级的跑车 而用林凡的钱 买几件贵点的衣服 林小姚根本没有任何负担 哥哥嘛 就不是带给妹妹花钱的吗 再说了 林凡也让自己 别给他省钱了 林凡听到林小姚的话后 脸上则是露出了一抹古怪之色 银山商城 严格说起来 这好像属于自己的产业 去自己的商城里面 去买衣服 林凡微笑着道 好 那就去银山商城 虽然 林小姚已经做过几次蓝薄基尼大牛 但 今天再次坐上来的时候 脸上依旧充满了新奇 并不住朝四周张望 银山商城 距离青室中心医院并不远 短短十几分钟 林凡便抵达了目的地 林凡先是买了两杯奶茶 然后 和林小姚一起悠哉地逛起了商城 不得不说 青室这座四线小城市的消费很低 整座银山商城 甚至没有超过一万一件的衣服 先前 林小姚心中确实想无所顾忌 好好买上几件衣服 但 真正来到了银山商城后 她看着超出以往数倍价格的衣服 又犹豫了起来 林小姚逛了一家又一家服装店 心中暗自决定 必须要买到既漂亮又便宜的衣服 有了这个目标 林小姚是越光越起敬 越光越开心 她开心了 却是苦了林凡 林凡拥有技能暴力美学 大幅度强化了她的体内 但 足足逛了一个小时后 也让她双腿有些发软 当又走进一家服装店的时候 林凡提着服装袋 直接坐到椅子上休息去了 随便林小姚去选 去试 林小姚拿起一件漂亮的裙子 转身就要朝换衣件走去 然而 身后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对情侣 碰 林小姚结结实实撞上了 浓妆艳母的女人 奶茶更是泼洒在了她的身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林小姚急忙道歉 并掏出纸巾 要擦拭女人身上的奶茶 农庄女人如同一只咆哮的老虎般 破口大骂道 你特么没长眼睛啊 老子这可是刚买的衣服 说话间 农庄女人抬手直接抽在了林小姚脸上 啪 一道响亮的耳光 在服装店来回荡漾 刹那间 清晰的巴掌印 出现在了林小姚脸上 农庄女人还没有解气 朝着林小姚猛的一推 扑通 林小姚本就被打得有些发猛 再加上他娇小的身体 整个人直接跌倒在了地上 旁边 穿着阿尼玛衣服的男人 厉声道 敢弄脏我女朋友的衣服 真特么瞎了狗眼 说话间 一脚朝倒在地上的林小姚踢去 碰 不过 这一脚却是被林凡拦了下来 当农庄女出手打林小姚的时候 林凡就看到了 他想要阻止 但 距离实在太远 即便是林凡 也来之不及了 男人见自己被人拦了下来 怒喝道 你特么什么人 竟然敢来老子 碰 林凡根本没有回答 跟着抬腿一脚 将男人踢出了数米远 狠狠撞在了远处的墙壁上 发出一阵沉闷的声音 林凡先是搀扶起了林小姚 关键问道 小姚 你没事吧 此时 林小姚左边的脸 已经慢慢红肿了起来 他气不成声 痘大的泪珠 如同雨点般 不断滚落了下来 林小姚抽噎着摇了摇头 道 没 没事 这对情侣一看就不太好惹 他不想给林凡招麻烦 林凡看着林小姚可怜的模样 心头目火中烧 道 小姚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话落 林凡猛地转身 用一双冰冷 凛丽的毛子 紧紧盯着农庄女人 农庄女人还没从男人 被踢飞中反应过来 突然被林凡盯着 不知为何 浑身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并缓缓朝后退了两步 道 你 你想干什么 道歉 林凡冷冷道 同时 一巴掌狠狠抽在了农庄女人脸上 啪 刹那间 农庄女人一边脸立马红肿了起来 他才做的眼线 直接绷断了一根 道歉 停顿了两秒 林凡再次立合 挥手一巴掌 又抽在了农庄女人脸上 啪 顿时 农庄女人两边脸全都红肿了 他的第二根眼线 也跟着绷断了 道歉 林凡又喝一声 并打出了第三耳光 啪 这一耳光的力量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更重了 直接将农庄女人抽翻在了地上 吐出了一口 混合着鲜血的牙齿 顿时 农庄女人整张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倒在地上的农庄女人 见林凡好像要继续打自己 吓得浑身颤抖 贵服在地上 京剧叫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她已经被彻底打怕了 鼻涕眼泪肆意横流 林凡道 不是给我道歉 农庄女人又忙朝林小瑶不断磕头 道 对不起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打你 不该推你的 此时 店员早就吓得躲在角落 不敢出声了 林小瑶也被农庄女人的惨状给吓到了 道 要不然 就算了吧 这时 身穿阿尼玛衣服的男子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捂着肚子 指着林凡力声喝道 有种 你真有种 还从没有人敢这样打我 有胆子等着 别走 说完后 男子掏出手机 快速拨出了电话 伟哥 我是潘正阳 男子道 哦 正阳啊 有什么事吗 电话里 传来了沈伟轻松的声音 伟哥 我和女朋友孙小红 在银山商城的KK服装店门口 被人给打了 你快带人过来帮帮我们啊 潘正阳直截了当道 沈伟叫道 什么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盘 动手打你们 让他等着 我马上带人过来 还反了天了 潘正阳是沈伟的表弟 如果只是潘正阳被打 沈伟还不会这样生气 但 加上孙小红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 沈伟是轻视银山商城的部门经理 而孙小红的爸爸 是嘉兴灵食公司的董事长 每年 嘉兴灵食公司都会给沈伟一大笔钱 从而让他们家的灵食 进入银山商场的地下超市 可以说 孙小红的爸爸 就是沈伟的财神爷 如今 财神爷的女儿 在银山商城被人打了 沈伟自然无比生气 挂断电话后 沈伟快速召集了30多名保安 气势汹汹地 朝KK服装店走去 对于潘正阳打电话叫人 林凡毫不在意 因为林凡拥有暴力美学 即便对付100人 也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 林凡就要好好教训一番 欺负自己妹妹的人 林小瑶有心想劝林凡快点离开 但 林凡却直接坐了下来 根本就没有动身的意思 林小瑶回想着潘正阳打出的电话 心中的担忧和害怕 像是潮水般不断上冲 一阵犹豫后 林小瑶悄悄悄走到了角落里 拨出了报警电话 沈伟在银山商城工作了数年 对这里的一切 全都无比熟悉 没一会儿 他便带着一大群保安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KK服装店门口 潘正阳远远看到后 不住招手 叫道 伟哥 这里 我在这里 说话间 用阴冷无比的目光 朝林凡看了一眼 那模样 就仿佛在说 小子 待会儿 我看你怎么死 整张脸肿得像猪头的孙小红 看到来了这么多人 底气也足了起来 他指着林凡 力声大叫道 就是他 就是他打了我 伟哥 你赶紧把我好好教训他 神尾看到孙小红凄惨的模样 心头也是微微一惊 保证道 小红妹子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教训他 然后 神尾恶狠狠对林凡道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我们迎山商城闹事 我现在怀疑你 还偷了我们迎山商城的东西 兄弟们 把他给我抓起来 带去保安室 然后 等鸡查来处理 神尾的想法很简单 此时 迎山商场有不少人 绝对不能当众出手教训林凡 否则 自己也会很麻烦 只要找理由将林凡带去保安室 还不是 随自己怎么处置 林凡扫了眼现场的保安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意思 原本 他打算将对方叫来的人 全都好好教训一顿 但 这些保安全都出自迎山商城 那岂不是属于自己的员工 想到这里 林凡掏出手机 拨出了一串号码 神尾见林凡打电话 不懈道 叫人 哼 我倒看看 谁敢管在我们迎山商城闹事 和偷东西的人 众保安也停下了 将林凡立刻抓起来的动作 他们似乎也想看看林凡的笑话 银山集团总部 会议室 董事长宋志峰 郑合公司的总经理 总监等高管 召开高层会议 这时 宋志峰手机快速震动了起来 宋志峰眉头微皱 他很讨厌在开会的时候 被电话打扰 拿起手机 做事就要直接挂断 但 当他看到来电提示的时候 瞳孔却是微微一缩 宋志峰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急忙接通了电话 林先生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宋志峰小心翼翼道 我现在在青市银山商城 被几十个保安围住了 他们说我在银山商城闹事 偷东西 现在要抓我去保安室 林凡说完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宋志峰言文 额头上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 他听到了什么 林凡 被青市银山商城 几十个保安围住了 还说他闹事 偷东西 这群保安 他们怎么敢 要知道 林凡可是拥有银山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别说闹事了 就是将整个银山商城拆了 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 偷东西 别开玩笑了 即便将青市银山商城的 所有东西 全都送给林凡 他恐怕也不屑一顾 林凡好不容易决定 只要股份分红 不过问银山商城的事情 这群保安 这群混蛋 竟然 竟然敢去招惹他 一群混蛋 宋志峰破口大骂 会议室里的重高层言文 面面相去 宋志峰从不在开会的时候 接电话 今天 他却接了 而且 接电话的时候 还那么小心 语气里 甚至还隐约 有一丝讨好之色 最后 从不发火的宋志峰 更是直接大叫骂人了 姓林 难道 他就是最近拿到集团 51%股份的那位神秘人 重高管心中猜测连连 而宋志峰却是没有理会那么多 他急忙打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 一番查找后 快速播出了 青市总经理周成军的电话 周成军与客户谈完生意后 直接开车 来到银山商城停车场 准备回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 这时 他口袋里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 他随意看了一眼 下一刻 周成军瞳孔猛的一缩 整颗心脏急速乱跳 周成军是一个很心细的人 他早就将公司高层的号码 全都储存了起来 此时 这通电话 竟然来自董事长宋志峰 周成军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按下了接听键 董事长 您好 好 好个屁 周成军 你这个总经理究竟是怎么当的 吃干饭的吗 简直无法无天了你 宋志峰大声咆哮 周成军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骂 愣了几秒钟 才疑惑道 董事长 我有些不明白 不明白 好 那你告诉我 你们轻视银山商城几十个保安 为什么诬陷我们银山集团最大的股东 林凡先生闹事 偷东西 甚至 还要将他抓起来 宋志峰怒吓 哇 周成军感觉仿佛有一枚炮弹在耳边直接爆开 整个人彻底猛了 最近 他从一些小道消息得知 一位神秘人购买了银山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成为了银山集团最大的股东 如今 这位最大的股东 竟然在自己管理的商城被诬陷 而且 还要被保安抓起来 这 这绝对是大事 破了天大的事 周成军无比慌乱道 董 董事长 这其中可 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刚谈完生意回来 现在立刻就去商城上面 赶紧去 记住 一定要让林凡先生满意 否则 哼 宋志峰闷哼一声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原本 还悠哉悠哉 慢慢朝银山商城办公室走去的周成军 则再也不敢有任何停留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飞快朝商城里面跑去 由于速度过快 周成军一个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 但 他根本不去理会摔破皮的膝盖 连滚带爬 以最快的速度 继续前行 KK服装店前 宋伟见林凡挂断了电话 银山商城越多越多的人 朝自己这边看了过来 他觉得不能再单的下去了 否则 说不定 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 宋伟喝道 兄弟们 不用再等了 快点把这个闹事和偷东西的人 抓去保安室 然后 等稽查来处理 众保安言文 也不再停留 一起朝着林凡围了上去 这时 远处突然响起了一道愤怒的咆哮声 放肆 我看你们谁敢 众保安听到这 似乎有些熟悉的声音 身形微微一顿 接着 他们便看到开会时 经常坐在最上位的总经理周成军 一瘸一拐地跑了过来 宋伟根本没想到 会惊动周成军 心头生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忙淫了上去 道 周总 您这是怎么了 快坐下休息一下 周成军却根本没有理会他 静止朝前走去 小心问道 请问 哪位是林凡林先生 双手放在口袋里 始终一脸轻松 淡然的林凡 道 是我 周成军看着林凡年轻的模样 心头微微一惊 不过 他可不敢有任何轻视之意 相反 他看向林凡的目光 愈加恭敬了几分 在周成军看来 一位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就能拥有银山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那么 他背后恐怕站着一个 自己根本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 周成军九十度弯腰 道 林先生 对不起 是我没管理好员工 让您受扰了 审委见此 心头那种不好的预感 更加强烈了 他忍不住道 周总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这个年轻人 在我们商城闹市 殴打了嘉兴林时公司董事长的女儿 还偷了东西 神威想得很简单 嘉兴林时公司 也算与银山商城合作的大企业 周成军肯定会有所顾忌 然而 神威不说这个还好 一提起这个 周成军心头就是一团活气 周成军猛地转身 冷冷道 林先生是我们银山集团最大的股东 你觉得 他会做你刚刚说的事情吗 此言一出 神威整个人彻底僵在了原地 银山集团最大的股东 他非常清楚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铁板 巨大的铁板 银山商城的经理 收入高 工作轻松 神威没少在亲友面前吹嘘 如今 恐怕 没了 神威心头生出了无尽的悔意 踏踏 这时 三名鸡察从远处走了过来 其中 高高瘦瘦地鸡察道 谁报的警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林小瑶根本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银山商城总经理 竟然对林凡无比恭敬 而且 还说他是银山集团最大的股东 以至于 鸡察问话 林小瑶也没能第一时间答话 道士站在旁边的潘正阳 看到高寿鸡察后 眼睛微微一亮 激动到 王大明 你来了 真是太好了 接着 他指着林凡道 这家伙无故殴打我 你快把他抓起来 潘正阳看出来了 今天靠审委 已经无法教训林凡了 正在他失望之时 却不想遇到了高中同学王大明 这让他又看到了 教训林凡的希望 此时 林小瑶也反应了过来 忙道 鸡察叔叔 是我报的警 我哥根本不是无故打他 是他们先打我 我哥为了保护我 所以才还手的 王大明顺着潘正阳 所指的方向看去 下一刻 他的瞳孔骤然一缩 是他 竟然是他 前几天 王大明跟着总队长 大领导等人 一起前往青室中心医院参观 但一名年轻人却突然来到了大领导面前 然后 大领导就直接放弃了参观 事后 王大明从总队长那里得知 那位年轻人身份非常不一般 为了治疗他亲人的病 大领导亲自出面求人 甚至 第二天 大领导还特意跑去医院看望 陪伴他亲人做手术 大人物 那位年轻人 绝对是顶了天的大人物 王大明没想到 自己竟然这么快 就又见到了这位大人物 脸肿得像猪头的孙小红 叫道 赶紧将他抓起来 我是嘉兴临时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孙小红 你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只要你抓起来 然后好好把他教训一顿 我会让我爸好好奖励你的 让自己 抓连大领导都要小心对待的大人物 王大明脸色一沉 直接掏出手铐 锁在了孙小红手上 潘正阳愣了一下 道 王大明 你锁错人了呀 怎么锁上你嫂子了 是那边那个混蛋打了我们 你快把那个混蛋抓起来啊 混蛋 骂那位大人物 混蛋 他怎么敢 而且 还说什么嫂子 这不是让大人物 误以为自己和他关系很好吗 王大明立声喝道 住嘴 潘正阳 你在胡说什么 莫不要说 我们只是高中的普通同学关系 即便 你是我亲哥 我也不可能帮你做任何事情 因为 我是维持正义的稽查 王大明指着林小瑶道 这位女士刚刚已经说了 是你们 先打他 他哥哥才出手还击的 他们这是正当防卫 然后王大明严肃对孙小红道 至于你 刚刚涉嫌贿赂公职人员 现在我们对你进行拘留 孙小红惊慌道 我没有 没有 我们这可都是有设向执法的 王大明道 说完后 不再多说什么 驾着孙小红就准备朝远处走去 这时 站在旁边的周成军道 这位稽查官 你好 我是银山商场的总经理周成军 我要举报一些事情 说话间 周成军指着审委道 他是我们银山商城的经理审委 他利用职位之便 与嘉欣临时公司进行利益输送 受贿了大量的资金 并将嘉欣临时公司许多伪劣的商品 放在我们银山商城销售 同时 还将我们银山商场的保安 诱导成他个人的地下势力 就在刚刚 审委还诬陷这位尊贵的林先生 并遇对他进行暴力 恐吓等行为 王大明遇到过不少贪污 受贿的事情 但 审委竟然还想对林先生 进行暴力 恐吓等行为 这绝对 不可轻饶 王大明历生大喝道 竟如此可恶 将他给我抓起来 啪哒 戴上手铐的审委 浑身冰冷 双腿一软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他知道 自己完了 很快 审委 孙小红 以及重宝安全 都被带走了 整个现场 只剩下潘正阳一人 站在原地 一阵发乐 虽然 潘正阳没有被带走 但 他心头的慌乱 却不比任何人少 孙小红和神尾 可以说是因为自己 才被带走的 若因此 再查出嘉兴 林氏公司产品的质量问题 那自己的下场 潘正阳单是想想 就不由打了个寒战 周成军本想请林凡吃饭 赔罪 但 林凡现在 只想弄点药 夫妇林小瑶 依旧有些红肿的脸蛋 所以 直接拒绝了 兰博基尼大牛上 林小瑶好似这才回过神来 兴奋道 哥 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架的 刚刚教训人的动作 简直太帅了 林小瑶说话的动作太大 以至于 不小心扯到了红肿的脸蛋 疼得他直抽抽 林凡道 先别说话了 我去给你买点药 林小瑶道 哪里用什么药 弄点冰敷敷就行了 最终 林凡既给林小瑶买了些药 又弄了份冰袋 双管齐下 效果也是极好的 当他们回到 清室中心医院的时候 林小瑶脸蛋上的红肿 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 这时 林凡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林先生 今天真是太对不起了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 轻视银山商城的相关人员 宋志峰小心翼翼道 林凡道 不用了 周成军做得还不错 但 以后 我不希望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是是 林先生 请您放心 宋志峰长松了口气 挂断电话后 林小瑶忍不住道 哥 你真是那个银山商城最大的股东 是啊 所以 以后买衣服只要喜欢 不用管价格 直接买就可以了 你哥我不差钱 林凡道 林小瑶高兴地在林凡脸上亲了一口 道 哥哥最好了 当两人来到VIP病房的时候 林涛正在病房里来回走动 而戴威雪则将一件件衣服 全都折叠到了箱子里 爸 妈 你们这是干嘛呢 林凡问道 林涛道 一直住在医院 实在是闷得慌 这两天 已经有好几个书客 打电话问 我们家服装店什么时候开门了 我们准备今天出院 今天出院 林凡担忧道 爸 您才做手术没多久 还是再住几天吧 林涛道 这有什么好住的 医生都同意出院了 再住下去 这个病刚好 又要憋出其他病了 林凡觉得也有道理 想了想又到 出院也行 但 服装店就不用开了 我准备 在清室或者江北买栋别墅给您住 别别 我们现在的房子住着就挺好 还换什么别墅啊 林涛连连白手 服装店也不费力气 开着挺好 戴威雪道 小凡 我们知道 你现在有出息了 想要好好孝顺我们 但 我和你爸在四条街住了一辈子 所有的熟人全在那里 如果 突然搬去其他地方 我们根本住不习惯 另外 我和你爸现在年龄也不算很大 如果真每天待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那就太无聊了 所以 我们就不搬家了 服装店也还是开着 就当打发一下时间好了 林涛无奈道 那好吧 不过 你们千万别累着 也别节约吃穿 放心吧 戴威雪笑道 接下来的三天 林涛跟着爸妈住在了四条街 这三天 林涛每天中午十二点开启的 全是现金红包 再加上三天睡觉 呼吸和走路获得的现金 总共又让林涛多出了三百多万 此时 林涛卡里的余额 重新回到了一千三百二十万 今天 林涛在爸妈的催促下 开着兰博基尼大牛 行驶在了回江北的路上 林涛和戴威雪的理由很简单 林涛如今好不容易被特招 进入江北大学念书 绝对不能因为请假太久 从而在老师心里 留下不好的印象 如果 因此导致被退学 那就真是后悔莫及了 林涛拗不过爸妈 再加上爸爸的身体 确实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所以 他只好返回江北了 前些天 林涛来清室的时候 可谓是心急如焚 全程以最快的速度行驶 很短的时间就抵达了清室 如今返回江北 他一路匀速 相对应就需要较长的时间了 短时间驾驶兰博基尼大牛 林涛还不觉得什么 但 长时间驾驶后 他便感觉腰渐渐酸痛了起来 林涛不禁难难道 等有空了 一定要去买辆大点的车 当林涛回到江北希尔顿 总统套房的时候 时间刚好到达了12点整 手机微微一震 红包随即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5000元 叮 恭喜您 获得1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5元 叮 恭喜您 获得技能真实之眼 这时 时间已经到了12点01分 林涛古怪道 在清室的时候 全都是些没用的现金 刚来江北 就得到了技能 难道 江北是我的幸运之地 说话间 林涛将注意力 落在了真实之眼上 真实之眼 一 可以看出女性真实颜值 满分为100 住 外貌受穿搭 生活 二 可以看出 女性对宿主的好感度 满分为100 选择真正漂亮的美女 并得到美女的真心 是每一位美男子 应该做的事情 林涛道 真实之眼 有点意思 另一方面 乔石雅花费了好大的力气 终于将弟弟的东西 全都搬进了万家华府 然后 她拖着疲倦的身子 回到了家里 这时 老妈陈敏分信 冲冲地走了过来 道 石雅 你快好好收拾一下 待会儿和一个男生见见面 乔石雅无奈道 妈 又相亲啊 陈敏分见女儿 似乎有些不情愿 啊 这个男生可和上次的林凡不一样 林凡家穷的叮当响 这个男生家是开工厂的 而且 他家还有两辆奔驰 陈敏分说到这里 整张脸笑得皱成了一团 乔石雅嘟囔道 林凡家穷的叮当响 那这个世上 就没有妇人了 妇人 石雅 你说什么呢 林凡家 哪里是什么妇人 陈敏分道 于是 乔石雅将前阵子发生的事情 大概说了一遍 陈敏分当即道 石雅 你这是被林凡那小子骗了 他怎么可能有豪车 和一整栋万家华府的房子 我太了解他们家的情况了 你是不知道 林凡爸爸前些天病倒了 他妈妈还打电话来借钱 如果林凡家真有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还会找我借钱 乔石雅听着妈妈的话 不禁有些发了 半想 才难以置信道 林凡妈妈 真找你借钱 那还有假 陈敏分说话间 拿出了手机 调出了通话记录 果然其中就有戴威雪的电话 乔石雅当即明白了过来 那辆兰博基尼大牛 确实就是林凡租的 另外 林凡也没有万家华府的房子 他只是在让那名员工 帮他再演戏 林凡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豪 而是彻头彻尾的穷 掉 一日 天朗气清 林凡躺在总统套房的大床上 随意看了眼手机 零点 招商银行汇入73万020元 他不在意地划走了短信 玩了一会儿手机 然后缓缓起床 并让服务员送了一份大餐上来 饱餐过后 时间刚好到了12点 林凡的手机微微一震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至此 一分钟时间过去了 林凡总共获得了八万多元 全是些现金啊 林凡撇撇嘴 他又休息了一会儿 这才驾驶兰博基尼大牛 朝江北大学而去 在江北大学 即便是开一辆二三十万的宝马 奔驰车 也会让人侧目 何况 是千万级的兰博基尼大牛 随着一阵轰隆的发动机 在校园里响起后 立马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他们纷纷拿出手机 偷偷拍照 并上传到了贴吧和班级群里 当林凡从车里走出来后 几位模样可人的美女 眼睛都冒出了小星星 奇奇惊叹 对此 林凡根本没有任何在意 他掏出手机 拨出了一串号码 没多久 梳着大背头 年龄约莫三十来岁男子走了过来 他笑着打招呼道 你就是林凡吧 是的 林凡应声 哈哈 我的学生里 又多了一位帅小伙 我是你的辅导员孙耀东 我先带你去领书本 然后再去教室 孙耀东到 不得不说 大学老师和高中老师 有很大的区别 高中老师时刻端着 永远一副严厉 庄重的模样 让学生觉得 老师是远高自己的长辈 而大学老师 则带给人更多的是轻松感 孙耀东一边走 一边介绍学校食堂 体育馆 甚至 还介绍该如何找女朋友等等 这不禁让林凡疑惑 这究竟是老师 还是自己的好哥们 没多久 林凡领取了书本 并来到了教室 孙耀东指着坐在后排的三人 道 林凡 这三个人 就是你的室友了 你们可要好好相处 我还有些事 就先走了 三人对于林凡这位新室友 显得非常热情 我叫宋毅 哥们 不错呀 又高又帅的 会玩篮球吧 高高壮壮的男子问道 林凡道 倒是会一点 不过 挺久没打了 没事 打着打着就熟了 而且 我跟你说 打篮球很容易吸引妹子 说不定每天就有妹子 找你要微信了 宋毅笑道 浑身肥肉的男子 高兴道 我还以为我们104寝室 一直只有三个人 那样的话 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生活 哥妈 你能来 真是太好了 对了 我叫郑金宝 戴着黑边眼镜的男子 道 我叫马忠 三位室友非常热情 放学后 他们帮林凡购买生活所需用品 整理床铺 一直忙到了8点多 原本 林凡想请他们去吃大餐 但 三人 全都兴冲冲地说 要去老地方吃烧烤 林凡也就没有强求了 这是一家距离江北大学很近的烧烤摊 老板约莫40来岁 动作咸熟烤出来的肉 外焦里嫩 分量很足 郑金宝将一串烤肉直接撸进了嘴里 高兴道 好吃 宋一则举起酒杯 道 林凡 欢迎加入我们104寝室 从今往后 我们四个就是兄弟了 今天 我们不醉不归 对 不醉不归 郑金宝大叫 林凡 欢迎你 马忠道 林凡跟着拿起酒杯 道 谢谢 话落 四人一起一饮而尽 宋一道 咦 林凡 你酒量不错呀 来来 再喝一个 林凡也没有拒绝 跟着喝了一杯 接着 两人你来我往 不住喝酒 没多久 宋一打起了酒格 整张脸更是变得如同关公般透红一片 而反观林凡 简直就像喝了几瓶矿泉水 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郑金宝惊讶道 林凡 你酒量这么好 我也来和你走几个 几杯下肚 林凡依旧没反应 而郑金宝脑袋已经有些昏沉了 他捅了捅马中的肚子 道 你别只顾着吃 也和林凡喝呀 马中放下烤串 道 林凡 我们也喝一个 原本 林凡想要劝几人少喝一点 但 他们兴致来了 喝酒根本就停不下来 所以 林凡也就没再相劝了 毕竟 大家都是年轻人 喝多了 回去躺一晚上 第二天 宝馆又活蹦乱跳了 当郑金波 马中和宋一三人 喝得全都晕头转向 机遇倒地的时候 林凡依旧面色如常 随手将一份烤串 撸进了嘴里 这时 刚和客户一起吃完饭的乔施雅 恰好路过 他看到一边喝酒 一边吃路边摊的林凡 不由停下了脚步 嘲讽道 林凡 你怎么在吃路边摊呢 昨天 陈敏芬说 林凡家条件很差 乔施雅心中 还有着一丝丝的怀疑 此时 却是将这种怀疑 彻底抛到了脑后 如果 林凡真有兰博基尼大牛 真有一整栋万家华府的房子 他会吃路边烧烤 根本不可能 唯一的答案 林凡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穷掉 林凡皱眉道 我吃什么东西 关你什么事 林凡很讨厌这个自以为是 爱慕虚荣的女人 如今 他又用嘲讽的语气 对自己说话 林凡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 乔施雅吃笑道 确实不关 我什么事 只是 我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人 有多大的能力 就应该去做多大的事情 打肿脸充胖子 只会让自己难看 当初 乔施雅得知 林凡拥有兰博基尼大牛 和万家华府一栋房子的时候 整个人酸痛 懊悔到了极点 甚至 连续几天睡觉 眼里都有泪水流出 如今 乔施雅说出这些话后 只觉得无比的舒畅和解气 他心中高兴 还好自己当初明智 没有被穷 吊 撕欺骗 接着 乔施雅仰着脖子 大步朝前走去 林凡瞥眼他扭动的背影 撇撇嘴道 有毛病 然后 拍了拍彻底和迷糊的三人 道 还能走路吗 走吧 回寝室休息了 一日 猎羊高照 林凡躺在床上 悠哉地玩着手机 并不时地看看 窗边来回跺脚的小麻雀 这时 马中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揉了揉发晕的脑袋 嘶哑着声音 道 兄弟们 该起床了 好的 林凡应声了一声 直接从床上爬了起来 正经宝道 林凡 我很少佩服过谁 但 我不得不对你说声 佩服 昨天 我们喝了有两件啤酒吧 你竟然把我们三个人喝趴了 自己一点事没有 两件啤酒 林凡自然不会有什么事 因为 他可是能够谦卑不醉 林凡 你该不会是东北的吧 那么能喝 宋义道 林凡笑道 什么东北的 我老家轻视的 行了 赶紧起床吧 几人一阵末迹 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 不得不说 年轻就是好 刚醒过来的时候 郑金宝 马忠 和宋义三人 脑袋还昏沉无比 头重脚轻 但 起床吃了早餐后 三人 就又活蹦乱跳了起来 上午是老教授讲解的数学理论课 郑金宝和宋义厅的昏昏欲睡 马忠是一名好学生 认真听课 并不住地做笔记 林凡则时而听课 时而自己翻看书本 下课铃声响起后 马忠道 林凡 你刚来上课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随时可以问我 他注意到了林凡上课时 没怎么听课 却不住地翻书 所以 他以为林凡听不懂 然而 马忠哪里知道 林凡之所以没听课 根本不是听不懂 而是觉得太简单了 郑金宝打了个哈欠道 没错 马忠其他方面都不太行 唯独学习还不错 什么叫其他方面不太行 马忠抗议道 郑金宝黑黑笑道 那我们晚上去趟会所 马忠整张脸瞬间透红 张了张嘴 却始终没说出话来 行了 再聊下去 食堂待会儿都挤不进去了 宋义打断道 不得不说 江北大学食堂和林凡的高中食堂 区别很大 林凡的高中食堂和快餐店 相差不多 但 江北大学的食堂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瓦罐汤 烧鹅饭 小炒 烤肉 拉面等等 应有尽有 品类极多 江北大学的学生们 也很喜欢吃 每个地方都大排长龙 这时 时间到了十二点 林凡手机微微一震 红包出现 林凡趁着排队的空闲时间 不断点击屏幕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叮 恭喜您 获得职业级篮球技术 当点开这个红包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十二点零一分 也正是这个时候 轮到林凡等人选菜了 林凡四人都是年轻小伙 选了不少肉食 种类也多 全都吃得非常高兴 宋一道 今天下午没课 我和几个朋友约着打篮球 林凡 你也一起来吧 林凡想着 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 而且 自己刚得到了职业级篮球技术 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试试 林凡想到这里 点头道 好的 宋一一把打在林凡的肩上 非常高兴道 好兄弟 接着 他好像想到了 昨天林凡说 很久没打篮球 于是 又道 放心吧 我们技术也都不怎么样 随便打打就行 午餐过后 郑金宝回寝室睡觉 马中去了图书馆 而宋一和林凡 则买了平脉洞 直接来到了篮球场 此时 已经有四名身穿球衣的男子 等在了篮球场上 皮肤有黑 体型高大的男子 远远打招呼道 宋一 你终于来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寝室的新兄弟林凡 他很久没打篮球了 待会儿可别玩太凶了 宋一道 好的 没问题 四人纷纷点头 接着 众人按照接球规矩 旋转篮球 分为两个队伍 很快 林凡和体型相对瘦弱 穿着一号 三号球衣的男子 分到了一组 两名男子看着分好的队伍 脸上尽是苦涩和无奈 他们技术不算很好 身高上也没有优势 如今 又加上一个很久没打球的林凡 两人仿佛已经看到 被打地落花流水的场景了 宋一 黑大哥和高壮的三人 与他们则恰好相反 三人对视一眼 整张脸差点没笑开花 放心 就随便玩玩就行 很快 宋一开球 然后 传给了高壮哥 高壮哥又传给了黑大哥 接着 黑大哥快速带球上篮 刷 篮球入网 成功得分 下一局 一号开球 他很快被高壮个沾上 无奈 他只好传球给三号 三号带球没一会儿 直接被黑大哥抢断 接着 黑大哥重新带球 快速上篮 刷 再进一球 第三局 一号重新开球 他见三号被黑大哥钉死 无奈之下 只好将篮球传给了林凡 站在林凡 不远处的送意 嘿嘿笑道 林凡 我要来防你了 你可得小心哦 说话间 不紧不慢地朝林凡走去 送 然而 还没等宋义靠近 林凡运球如同一阵风般 快速从他面前掠过 高壮的眉头危险 急忙拦了上来 林凡根本没有任何在意 一个假动作 带球直接晃过 黑大哥急忙放弃三号 前来阻拦 但 为时已晚 刷 林凡两步上篮 轻松入框 得分 好 一号和三号 全都高兴交道 宋义有些惊讶道 林凡 你这技术 不错呀 还行 林凡笑道 接球继续 高壮的开球 被一号防守的痕迹 只好传给了宋义 宋义笑道 林凡 你刚刚运球速度很快 来试试看 能不能夺走我的球 啪 林凡言文 抬手一拍 篮球直接到了他的手中 宋义瞬间愣住 没错 自己是说 让你试试躲球 但 没让你那么快啊 而林凡却是没有理会那么多 转身快速运球 直接上篮 刷 再次得分 好球 一号和三号 琪琪兴奋大叫 宋义则是愣愣地道 林凡 你很久没打过篮球 林凡点头 宋义 如果这算是很久没打过篮球 那自己算什么 从未打过篮球 被连续进了两球 宋义 高壮个和黑大个三人 脸上全都露出了一抹急色 所以 当新的一局开始后 三人长驱直入 快速来到了篮下 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拿到一球 然而 有时候 事情总是与愿望相围 动 篮球在框边旋转了一圈 最终却滚落了出来 黑大的脸色微变 急忙起跳 想要抢夺篮板 但 速度已经慢了半拍 三号一把抱住篮球 然后 朝着林凡猛地一甩 林凡的实力 已经赢得了他的认可 他要让林凡带领队伍 再进一球 然而 三号好像是太过激动 一不小心力量过大 球的方向也出现了偏差 即便是林凡 也无法第一时间接住篮球 只能任由他朝场外飞去 此时 穿着蓝色和红色连衣裙的女孩 恰好走了过来 他们眼看篮球就要砸在自己身上 想躲 却已经来之不及了 两名女孩 翘脸微微发白 并渗出了一层细涵 这时 一道高大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了他们前面 并稳稳地接住了篮球 他 正是林凡 林凡回头道 你们没事吧 明亮而有神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薄薄的嘴唇 这一刻 两名女孩仿佛看到了 脚踏七彩祥云 从天而降的盖世英雄 一时之间彻底吃了 叮 魅力光环 触发一见钟情 叮 魅力光环 触发一见钟情 林凡听着脑海中的提示音 整个人微微一愣 他不禁仔细打量起了面前两个女孩 这才发现 他们两人除了衣服颜色以外 其余所有地方 近乎一模一样 一样如同瓷娃娃的斑脸蛋 一样雪白的肌肤 一样发育完美的身材 哦呦 他们竟然是一对双胞胎 接着 林凡不禁用真实之眼观看两人 蓝色裙子女生 颜值 95 好感度 99 红色裙子女生 颜值 95 好感度 99 两人的颜值全在95分 好感度更是达到了99 要知道 颜值和好感度的满分 只有一百而已 大美女 这绝对是大美女 而且 还是爱自己死心塌地的双胞胎大美女 这 就因为自己帮他们拦住了篮球 双胞胎美女见林凡一直盯着自己 两张翘脸红的 像熟透了的番茄 这时 远处的宋义问道 林凡 没事吧 林凡道 没事 那就好 先喝口水吧 宋义说话间将脉洞扔了过来 林凡也确实觉得有些渴了 他拧开瓶子 用力灌了半瓶 然后 将球抛给了宋义 接球比赛 再次开始 与先前打球不同 此时 空旷的篮球场上 多出了一对美女双胞胎观众 他们目不转睛 看着林凡带球 防守 过人 随着林凡投篮进球后 两颗心跟着疯狂乱跳 当林凡刚喝完最后一口脉动时 双胞胎美女 一人捧着一瓶脉动 出现在了林凡面前 林凡问道 给我的 双胞胎美女 同时连连点头 林凡也不客气 接过脉动 打开其中一瓶 喝了一口 穿着蓝色裙子的美女 瓷娃娃般的翘脸上 立马露出了一抹笑容 樱桃般的小嘴上 一颗小虎牙 若隐若现 而穿着红色裙子的美女 一双宝石般的美眸 则是充满了期待 林凡犹豫了一下 又打开第二瓶脉动 跟着喝了一口 顿时 红色裙子的美女 也跟着露出了一抹甜甜的笑容 远处的宋毅 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脉动瓶 又看了看林凡手里的两瓶脉动 不禁咽了口口水 比赛继续 林凡拥有职业级篮球技术 再加上远超常人的体质 和绝对专注辅助 以及源源不断的脉动提供 如此多的优势 又怎么可能说 这场街头篮球 打了两个多小时 最终 以宋毅队伍惨败告终 宋毅如同死狗般躺在地上 道 林凡 你很久没打过篮球 是啊 林凡随意回答了一声 宋毅言文 一滴滚烫的汗珠 恰好流入了眼睛里 顿时 浑浊的眼泪 从眼角滚落而出 林凡却是没有理会那么多 静止走到双胞胎美女面前 道 谢谢你们的脉动 双胞胎美女一起摇头 表示不客气 然后 他们又同时拿出了手机 用无比期待的目光看着林凡 林凡问道 你们 是想加我的微信吗 双胞胎美女一起点头 林凡道 好的 说话间 打开了微信添加好友的见面 双胞胎美女见此 宝石般的美眸 隐隐绽放出了心芒 急忙添加好友 然后 两人将手机牢牢抱在怀里 那模样 简直就像是捧着绝世珍宝 生怕遗失了一般 林凡道 我先回寝室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 外面挺热的 双胞胎美女 连连点头 寝室 郑金宝打完了一局游戏 看着林凡和宋毅 浑身是汗的模样 笑问道 林凡 你很久没打篮球 怎么样 这次被虐惨了吧 不要再和我说 很久没打篮球 宋毅叫道 他现在是听到这句话 就倍感扎心 你是不知道 林凡只要拿到球 一投一个准 一投一个准 我们玩了两个多小时 两个球 我们队伍只进了两个球 宋毅说话动作太大 额头上一滴汗珠 又滚入了他的眼睛里 顿时 炙热的泪珠 从眼睛滚落了出来 郑金宝大笑道 不就是打篮球吗 怎么还哭上了 宋毅反驳道 我没哭 然而 他眼里的泪水 却是不争气的 再次滚落了出来 郑金宝看着他滑稽的模样 笑得更大声了 宋毅委屈道 我们打篮球 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吸引妹子吗 我几乎每天 在学校打篮球 然而 从没有妹子找我要微信 结果 林凡第一次在学校打篮球 竟然就有双胞胎主动买饮料 要微信 此言一出 郑金宝笑容一指 急忙道 什么 双胞胎 漂亮吗 死肥宅什么的 对于双胞胎 简直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宋毅道 完美身材 娃娃脸 你说漂亮不漂亮 天呐 郑金宝仰天大呼 全身的肥肉都跟着抖动了起来 他用力捂住胸口 仿佛是被狠狠扎了一刀 林凡看着两人滑稽的模样 也不禁有些想笑 踏踏 这时 马中抱着几本书 慢慢走了进来 他放下书后 随意翻了翻手机 下一刻 惊讶到 我们学校竟然有一辆 兰博基尼大牛 兰博基尼大牛 宋毅言文 立马来了精神 激动到 真是兰博基尼大牛 你没看错 宋毅非常喜欢研究车 尤其是超级跑车 而兰博基尼大牛 在超级跑车中 也属于顶级贵族 也难怪 他会如此激动了 马中道 别人在贴吧上发的照片 快 快拿给我看看 宋毅迫不及待到 郑金宝也跟着将脑袋凑了过来 真的是兰博基尼大牛 我的天啊 宋毅激动大叫 不知道是哪位神豪的 如果 我有这辆车 说不定 也可以找到双胞胎吧 郑金宝向往道 咦 下面还有神豪的照片 快看看有没有我帅 下一刻 宋毅 郑金宝 马中 表情全都僵住了 因为 那张神豪的照片 赫然就是林凡 宋毅道 林 林凡 这兰博基尼大牛 林凡笑道 是我的 天哪 还让不让人活了 赢球也就罢了 还有双胞胎主动给你买饮料 要微信 现在 你竟然还有男人梦寐以求的兰博基尼大牛 林凡 不 凡哥 我给你跪了 宋毅大呼 郑金宝交道 美女 跑车 我脆弱的心灵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凡哥 现在 只有一顿大餐才能抚平我受创的心灵 林凡笑道 我昨天就说请你们吃大餐了 你硬要说就去吃烧烤 郑金宝尴尬笑道 那不是得先吃点烧烤颠颠肚子吗 昨天 林凡确实说要请三人吃顿好的 但 郑金宝担心林凡破费 所以 才坚持去吃烧烤摊 林凡笑道 我正好想要买辆车 这样吧 先买车 然后 一起大餐 宋义问道 你不是有兰博基尼大牛吗 怎么还要买车 那辆车 废妖 林凡道 我得买辆大典的车 那你想买什么车 宋义又问 林凡道 大计吧 给凡哥跪了 宋义 正经饱和 马中骑声道 兰博基尼大牛 只有两个座位 而寝室一共四人 所以 林凡选择了 打车前往奔驰4S店 这不禁让宋义像是路过玩具店 却被大人强行拉走的小孩子 脸上满是不舍 因为 他原本还想借这个机会 体验一下兰博基尼大牛 直到林凡说 以后可以把兰博基尼大牛 给他开开后 宋义便立马眉开眼笑了起来 当林凡等人 走进装修明亮 奢华的奔驰4S店时 立马有销售员迎了上来 奔驰 作为BBA的领头羊 其价格对于一般人来说 是高昂无比的 但 销售员并没有因为 林凡等人是学生模样 就心生怠慢之意 他微笑着道 奔驰 欢迎您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宋义 正经宝和马中 走进4S店后 便四处张望了起来 尤其是宋义 更是直接跑到前面 一辆外观炫酷 大气的奔驰前 轻轻抚摸了起来 销售员介绍道 这是最新款的奔驰1350 拥有299匹马力 外观沉稳 却又不失活力 非常适合像您这样的年轻人 当然 如果您对马力 没有过多要求的话 我推荐您可以考虑一下 1260 外观和1350一模一样 1350拥有184匹马力 不论提速 舒适性 同样非常不错 其性价比远远高于1350 一般销售员巴不得 让顾客买高价的商品 但 这名销售员 却主动为客户分析 着想 仿佛相识已久的朋友一般 松一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后脑勺 道 抱歉 让你白介绍了 我只是随便看看 他才是来买车的 说话间 指了指灵反 销售员没有任何气恼 道 这算不得白介绍 您现在了解了我们奔驰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直接来买了呢 接着 微笑着对林帆道 请问 您有重义的车辆吗 我可以为您介绍一下 林帆道 大G 我们店恰好有一辆线车 您这边请 销售员道 很快 几人来到了4S店另一边 此时 一辆外形粗狂 高大 如同一头仓术般的黑色大G 正停在中间 哇 好帅啊 这才是男人该开的车 纵意 正经饱和马中 惊叹连连 他们从杂志 电脑上看过大G的照片 也觉得大G非常帅 但 此时真正看到后 还是被其惊艳到了 销售员道 这是奔驰G500V8 4.0 最大功率为421匹马力 最大扭矩610 再加上成熟的9AT变速箱 谁能想象这种大家伙 能够在5.9秒内 完成百公里加速 销售员无比感叹 林帆道 他乘坐空间大不大 非常大 别说是在同级别 就是高一级别的SUV里 也先有敌手 林帆点点头道 行 那就塌了 说完后 林帆直接递出了银行卡 见此 销售员整个人不禁有些愣住了 实 什么情况 自己好像还没怎么介绍吧 而且 也好像没有说价格吧 他 这就要买了 不讨论一下价格 不讨论一下增送物品 半想 销售员才反应过来 道 这个 我刚忘了和您说 这是G500暗夜特别版 在G500的基础上 增加了运动外观套装 几何多光束灯 和自适应远近光 价格比普通G500要贵23万 如果您愿意等几天的话 我们很快就有普通版回来了 林帆摆摆手道 不用了 就这辆吧 好 好的 销售员连连应声 又道 这辆车包括保险 购置税等费用 一共218万 请问您是分期还是全款 全款 林帆道 什么时候可以将车踢走 销售员道 明天上午 您和我们去车管所上牌就可以了 上牌 林帆想了想 这样吧 我给你220万 你帮我上牌 然后送到我们学校去 怎么样 来买一次车 已经很费事了 林帆可不想再跑一次 销售员微微一愣 而后激动道 好好 请交给我 要知道 这辆车落地 才218万而已 如今 对方直接给220万 也就是说 自己只是跑个腿 就可以得到2万块的小费 幸福 简直来得太突然了 弟 银行卡在 POS机上轻轻一滑 发出一道悦耳的声音 当这道声音响起后 宋义 正经饱和 马中全都回过神来了 一辆车 一辆价值200多万的奔驰大G 就这样买好了 从进店 到付钱 过了 有三分钟吗 自己买100块的衣服 恐怕也没这么快吧 三人看向林帆的目光 全都竟是崇拜之色 神 林帆 啊 宋义更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脸上满是欲言又止 林帆疑惑到 宋义 你怎么了 我只是想说 上车牌这事 我也能做 宋义道 这句话 他倒是没有胡说 他一直喜欢汽车 以前暑假的时候 他还在4S店打过工 上牌什么的 根本难不了他 林帆笑道 这点小事 怎么能让你来做 你以后 是做大事的料 小事 如果将办理一次车牌 就可以拿两万块 叫做小事 宋义表示 自己想做一辈子这种小事 接着 林帆在销售员的恭送下 坐上了专车 没多久 他们来到了蓬莱仙阁 蓬莱仙阁是江北有名的海鲜饭店 整座饭店的外形 是一条巨大的章鱼 店里的空气 弥漫着大海的咸香 马中指着不远处的面包蟹道 好大的蟹啊 一看就是等着我们吃的 正经宝咽了咽口水 行 那就来4支面包蟹 再来4支奥龙 4斤皮壁虾 4斤大生蚝 至于做法 你们看怎么好吃 怎么做吧 林帆道 虽然 林帆和室友们只相处了两天 但 毕竟相逢即是缘 而且 林帆也感受到了 他们不错的为人 所以 愿意请他们吃些好东西 当然 这点东西对林帆来说 也算不得什么 旁边的服务员 一一记下 然后 林帆等人 被安排到了宽敞的包厢中坐下 蓬莱仙阁的烹饪 非常迅速 只是十几分钟 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海鲜大餐 便被端了上来 郑金宝 宋义和马中三人看着美食 不住地咽口水 林帆笑道 吃吧 三人黑黑一笑 道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说话间 郑金宝直接将一个大生蚝 塞进了嘴里 赞叹道 好吃 宋义则是拿起一个巴掌大的皮皮虾 并打开手机 道 各位威视的朋友 大家好 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一口一个皮皮虾 请记得帮我点赞 说完后 他快速将巴掌大的皮皮虾去壳 然后 直接塞进了嘴里 马中则拿起脸盘般的面包屑 一阵狂恨 江北大学 女生宿舍502房 双胞胎美女躺在床上 抱着手机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 纷纷打开手机 发出了消息 红 妈 在吗 蓝 妈 在吗 美少女艳 我和你们说了多少次 要叫我姐姐 红 蓝 我们有喜欢的男生了 美少女艳 什么 有喜欢的男生了 他有没有和你们亲嘴 有没有和你们上床 你们该不会已经有了吧 红 来 你如果再这样说 我们就不告诉你了 美少女艳 好好 你们快和我说说 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吸引到了我的两个乖妹妹 根本不需要双胞胎美女解释 她便已经知道 两人喜欢上的绝对是同一个人 因为 从小到大 他们的爱好 全都一模一样 红 来 我们也不知道 她是什么人 美少女艳 什么 那你们怎么喜欢上她的 红 她很高 很帅 是英雄 蓝 而且 她还会打篮球 还救了我们 美少女艳 打篮球 很高 很帅 那确实比较吸引人 对了 她给你们表白了吗 红 我还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 蓝 但是 我们加了她微信 美少女艳 那肯定就没问题了 对了 把她的微信推给我 然而 过了许久 根本没有任何一人答话 更没有人推给她微信 美少女艳 喂喂 你们人呢 微信呢 双胞胎美女 根本没有理会美少女艳 她们先是紧紧盯着林凡的对话框 许久 才点开对话框 快速编辑消息 红 你好 请问你睡了吗 谢谢你篮下篮球救了我 蓝 你好 请问你睡了吗 谢谢你篮下篮球救了我 两人写出了一长段文字 但 当先先预止距离发送越来越近的时候 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那模样 就好像手指和屏幕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壁 女生宿舍 六零六房 坐在窗边 穿着白色长裙 如同仙女般田径 漂亮的女生 正认真看着经济学书 许久 她放下书本 然后拿起手机 随意翻看 此时 校园群里正有人发出了兰博基尼大牛 和男神林凡的照片 见此 白裙美女古井无波的俏脸 微微一动 轻声道 鹅 Elf666 林凡 想不到这么快就遇上了 说完后 白裙美女柳叶般的嘴角微微上扬 一双黑亮的毛子 透过窗户 眺望璀璨的星空 对于这些 林凡全都无从得知 在蓬莱仙格 共消费了两万多元后 她便回到了寝室 送易 正经宝和马中三人 全都挺着圆滚滚的肚子 躺在床上哼哼唧唧 根本不想动弹 实在是 吃得太撑了 林凡看着他们痛苦 并享受的表情 一阵的哭笑不得 接着 她掏出手机 看着屏幕上绚烂的红包 心中喃喃道 222个红包 看看能得到些什么东西吧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医疗水图件卡 叮 恭喜您 获得三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钢琴家演奏技术 222个红包 林凡共获得了55万元 对此 林凡并没有太过在意 她直接将目光落在了医疗水图件卡 和钢琴家演奏技术上 钢琴家演奏技术 弹奏优美的乐曲 无形中可以增加魅力 医疗水图件卡 收集百年人参和百年灵芝 从而获得购买医疗水权限 医疗水 能够修复人体所有创伤的神奇药水 林凡剑刺 双眸瞬间亮了起来 让双手在黑白剑上肆意飞舞的感觉 绝对是非常不错的 而医疗水图件卡 更可以让自己能够购买 修复人体所有创伤的医疗水 要知道 林凡的手术虽然很成功 但 她的身体依旧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如果拥有了医疗水 就可以彻底修复林凡的身体了 得到 必须要得到它 姓名 林凡 等级 LV4 LV4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10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10元 每走一步 获得10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297万100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技能 专业级汽车驾驶技术 魅力光环 5%几率触发一见钟情 刻骨明星 暴力美学 饮酒绅士 绝对专注 5%几率触发灵光一闪 教授级数学经验 真实之眼 职业级篮球技术 钢琴加演奏技术 资金 1150万 林凡看了眼系统列表 闭上眼睛 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日 一缕温暖的朝阳 透过窗户 轻轻洒进了104宿舍 叮铃铃 几乎是同一时间 寝室响起了三道不同的铃声 接着 原本酣睡的马忠 宋义和郑金宝 一起从床上坐了起来 并快速穿衣 林凡不禁疑惑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昨天 他们还磨磨唧唧了很久 才不不情不愿地起床 今天 简直判若两人 甜甜老师的课 是甜甜老师的课 郑金宝叫道 林凡心中依旧不解 但 还是跟着穿衣 洗漱 走在前往教室的路上 林凡看着三人焦急的步伐 问道 这位甜甜老师的课 很重要吗 重要 太重要了 一天不见甜甜老师 我就浑身难受 郑金宝道 送一道 凡哥 快点走 否则 待会儿该没座位了 没座位 大学教室非常宽阔 林凡这两天上课 教室里一直都空着很多座位 今天 会没座位 林凡带着满满的疑惑 终于来到了教室 也是直到此时 他才明白 宋义等人 为什么会那样说了 现在距离上课 还有十几分钟 但 教室里已经黑压压一片 全是人了 郑金宝指着最后排的位置 兴奋到 那里还有四个座位 走 我们快点过去 别被人给站了 当林凡等人坐下 所有位置 已经全都坐满了 而再次进入教室的人 看到座位情况后 只得无奈叹气离开 林凡问道 这位老师的课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宋义兴奋道 叮铃铃 这时 尚客铃响起 刹那间 原本乱哄哄的教室 瞬间进入侦落 踏踏踏 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游远极净 很快 一位极品美女 走到了讲台上 她有一捧如瀑布般的秀发 吹弹可破的翘脸上 有着上帝精心刻画的柳叶眉 单凤眼 小穷鼻 和一张灵动的樱桃小嘴 一件白色连衣裙 勾勒出了她完美的身材 欧哟 再加上 她本人散发出的一股特殊韵味 只要让人看一眼 就根本挪不开脑袋 林凡不禁用真实只眼观察了起来 颜值 98 好感度 60 98的颜值 几近满分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或许 就是说的她了 也难怪 班上的同学们 如此着急来上她的课 好感度 60 抵达了60分的及格线 她对自己好感 似乎还不错 难道 这是一位把每位学生 都当做朋友的老师 这时 站在讲台上的胡田 道 今天 我们继续来讲解高等代数 她的声音和名字一样 很甜 富有雌性 让人根本不想错过 哪怕任何一句话 片刻后 胡田在黑板上写出了一道题目 求所有之数P Q R 使PQ 加P R为 完全平方数 大家可以试着解答一下 胡田道 所有学生立马拿起笔 在草稿纸上不断书写了起来 他们想到用最短的时间 解答难题 从而得到胡田的关注 然而 很快 众同学们纷纷抓耳挠腮了起来 因为 他们根本不知该如何作答 郑金宝着急道 马中 你还没解答出来吗 已经过这么久了 马中道 别急 千万别被人抢先了 如果马中解答不了 那就希望所有人都不会解答 宋义默默祈祷 胡田一双明亮如水的毛子 扫尸了一圈教室 似乎是寻找能够解答题目的人 可惜 根本没有人举手答题 于是 胡田道 林凡 你可以上来解答一下吗 林凡缓缓站了起来 顿时 所有学生的目光 齐齐落在了林凡身上 那是羡慕 是极度 林凡不明白 这位胡田 为什么会突然点自己的名 自己好像也没举手啊 林凡先是看了看黑板上的题目 略微思考了一下 这才走到了讲台上 并拿起粉笔快速书写 若Q等于R 则PQ加P2等于2PQ 所以 P等于2 Q为质数 故 2 Q Q 为满足条件的三元质数组 综上 2 2 5 2 5 2 3 2 3 3 3 2 2 Q Q Q 等于3 很快 黑板写了大量算式 并最终得出了答案 胡田点头道 解答得非常正确 而且 比我所想的计算方法 还要简单一些 林凡道 但 这依旧不是最简单的解题方法 哦 胡田当即来了兴趣 接着 林凡在胡田期待的目光下 写出了近乎简化一半的解题步骤 胡田看到后 美眸微微一亮 赞叹道 想不到素数竟然还能这样计算 略作成因后 胡田又道 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 或许 胡田情不自禁在黑板上 快速书写了起来 Q等于P1M1加B1等于P2M2加B2 PTMK加BK Q等于41等于2M加1等于3M加2等于5M加1 没多久 胡田就停下了手中的粉笔 而后 用寻求帮助的目光 看向了林凡 林凡道 孪生素数猜想 自从得到教授级数学经验后 他再翻看了不少数学相关的资料 当然知道世界级难题 孪生素数猜想 胡田点点头道 是的 林凡拿起粉笔在胡田下面 快速书写了起来 但 即便林凡拥有教授级数学经验 再加上绝对专注 如果没能触发5%的灵光一闪 也根本无法解答孪生素数猜想 半想 林凡也停了下来 胡田道 上面的计算 如果换成PQ加XB等于3M加2 你觉得怎么样 林凡想了想 摇头道 不行 倒是换成5P5M加PQ 两人一边讨论 一边书写解题步骤 很快 整块黑板 写满了密集的算式 林凡看着已经无处可写的黑板 放下了手中的粉笔 道 孪生素数猜想 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需要仔细研究和探讨才行 今天 就先到这里吧 胡田认同地点了点头 道 可以互换一下联系方式吗 方便我们随时讨论 林凡道 当然可以 接着 两人掏出手机 相互添加了微信和手机号 叮铃铃 正是这个时候 下课铃声响起 胡田缓缓离开了教室 而所有学生的目光 则始终停在讲台上 集中在了林凡的身上 他们的眼睛 都有些发红啊 一节课 整整一节课 胡田一直和林凡 站在一起讨论问题 最后 更互相添加了微信和手机号 那可是胡田的微信和手机号啊 羡慕 极度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此时 林凡恐怕早就万箭穿心 千刀万剐了 林凡摸了摸鼻头 回到了座位上 田田老师 田田老师竟然主动加了凡哥的微信 天哪 宋义仰天大呼 我知道自己没机会 添加田田老师的微信 但 求凡哥让我看看 田田老师的朋友圈 此生心愿 万万达成 郑金宝说完后 直接抱住了林凡的大腿 林凡看着两人搞怪的模样 有些哭笑不得 凡哥 可以教教我 这里是怎么计算的吗 马中说完这话后 脸上不禁有些羞红 昨天 自己还对他说 有不懂的问题 随时可以问自己 结果 转眼自己反而要问林凡了 对此 林凡倒是没有太过在意 他轻易解答了马中的问题 然后 打发走了郑金宝和宋义 至此 耳边终于重新恢复了清静 这时 一抹淡淡的清香飘了过来 接着 一道靓丽的倩影 出现在了旁边 他五官甜美 俘若凝枝 一捧乌黑的秀发 自然垂在纤细的香肩上 整个人柔情似水 田径 淡雅 林凡 我们又见面了 我叫宋嘉欣 宋嘉欣说话间 主动伸出了仙仙玉手 又见面了 林凡悄悄用真实之眼 观察起了宋嘉欣 颜值 95 好感度 60 又是一位大美女 另外 好感度达到了60 这个宋嘉欣对自己印象 好像还不错 但 自己根本不认识他 虽然心中疑惑 林凡还是跟着伸出了手 啊 你好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前几天 你开着兰博基尼大牛 在高速上 可是轻易就超过了我的法拉利 宋嘉欣道 林凡言文 这才想起来了 恍然道 原来是你 那天 林凡得知爸爸林涛病重后 一心想着 在最短的时间回到清室 于是 一路上始终以最快的速度行驶 路上 确实看到一辆急速行驶的法拉利 但 当时 林凡并没有注意法拉利的驾驶员 宋嘉欣道 你终于想起来了 我还很少见到 技术这么好的同龄人 方便加个微信吗 当然 林凡道 爹 随着一声轻响 两人成功添加了好友 宋嘉欣道 行 那有空再聊 说完后 宋嘉欣转身 缓缓离去 旁边 嘴巴早就张成了O型的宋义 郑金宝和马中 缓缓合上了嘴巴 凡 凡哥 能再让我看看宋嘉欣的朋友圈吗 郑金宝愣愣地道 宋义仰天大呼 天啊 先是双胞胎美女主动加凡哥的微信 然后 是甜甜老师主动加凡哥的微信 现在 就连冰山美人宋嘉欣 也加凡哥的微信了 凡哥 你是我亲哥 既生凡 何生意啊 马中愣愣地道 凡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对于几人的感叹 林凡只是一笑置之 女生宿舍502房 双胞胎美女 一双黑亮的美眸 一眨不眨地盯着林凡的微信对话框 许久 他们才点开对话框 并在昨天编辑的消息下面 继续输入文字 红 你好 请问你睡了吗 谢谢你拦下篮球救了我 今天的月亮好圆 你看到了吗 今天 你好像没有打篮球 明天会去吗 来 你好 请问你睡了吗 谢谢你拦下篮球救了我 今天的月亮好圆 你看到了吗 今天 你好像没有打篮球 明天会去吗 接着 两人又伸出鲜鲜欲指 想要点击发送 但 即将触碰到屏幕的时候 又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始终无法按下去 接下来的两天 林凡过得非常轻松 惬意 每天中午十二点的红包 全都是现金 再加上走路 睡觉 呼吸所得的现金 如今 林凡的资金 已经达到了一千五百万 这天 林凡刚上完课 走在回寝室的路上 叮咚 口袋里的手机 微微一震 林凡随意看了眼手机 原来是宋嘉欣发来的微信消息 宋嘉欣 今年晚上有场赛车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玩玩 林凡想着 反正晚上也没什么事 接着 又想到飙车时酣畅的感觉 于是 回复了消息 林凡 好 晚上九点 夜黑如墨 只有一轮小周般的弯月 孤零零地挂在空中 宋嘉欣坐在兰博基尼大牛的副驾驶 疑惑道 你这车似乎没进行任何改装 林凡点头道 是的 那你前几天是怎么跑那么快的 宋嘉欣道 可能是 他有七百匹马力 林凡道 宋嘉欣直接被噎了一下 自己当然知道 兰博基尼大牛有七百匹马力 但 如果不进行尾翼 轮毂 发动机调校等改装 他的速度 也只是那样而已吧 此时 东来盘山公路山脚 聚集了十数辆造型炫酷的跑车 近二十位年轻靓丽的帅哥 美女 齐聚一堂 他们全是江北有名的富二代 哄 终于 林凡的兰博基尼大牛 跟着停在了后面 有人看到宋嘉欣后 纷纷打起了招呼 是嘉欣姐 嘉欣姐 你换车了 宋嘉欣摇头道 哎 这是我朋友林凡的车 林凡 众人这才开始打量起了林凡 穿着阿尼玛衬衫的男子 道 嘉欣姐 他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宋嘉欣道 同班同学 哄 哄 这时 远处响起了如同野兽般的吼叫声 接着 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大牛 和一辆宝蓝色的麦克伦P1 几乎是并驾齐驱了过去 最终 稳稳地停在了众人面前 是刘宇航和孙路果的车 他们两个都争好几年了吧 想不到火药味还这么重 毕竟 他们家刘氏医药和孙氏医药 争到好几十年了 这已经算是世仇了 众人窃窃私语 议论不断 林凡言文 神情微微一动 这些天 林凡想尽办法 却始终无法买到百年人参 和百年灵芝 而刘氏医药和孙氏医药 全是江省有名的医药公司 通过他们 或许 有一些希望 很快 两名身材中等的年轻人 纷纷从兰博基尼大牛 和麦克伦P1里走了出来 他们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视 隐约有电火花闪烁 彼此间充满了挑衅 半想 穿着白色衬衫的孙路果道 嘉欣姐 想不到你也来了 宋嘉欣道 难得这么热闹 当然不能错过了 今天是什么局 孙路果那家伙 硬要送我一辆P1 虽然 外形有些难看 但 我也能勉为其难收下 穿着格子衫的刘宇航 悠悠地道 孙路果闷哼道 大言不惭 而后 又道 嘉欣姐 我和刘宇航比赛 沿着东来 盘山公路跑一圈 赌注是我的麦凯伦P1 和他的兰博基尼大牛 刘宇航当即叫道 在场所有兄弟姐妹们 也全都可以 参与到这场比赛里来 如果你们赢了 麦凯伦P1 和兰博基尼大牛 全是你们的 孙路果言文 微微皱了皱眉 不过 也没有说什么 而听到刘宇航的话后 现场立马响起了 一阵欢呼声 即便 在场中人家里 资产全都至少过亿 但 麦凯伦P1 和兰博基尼大牛 也不是他们随手 就可以买的 要知道 麦凯伦P1 可是价值1400万的 超级跑车 而刘宇航的兰博基尼大牛 更是花费大价钱改装过 其价格恐怕也不在 1400万之下 也就是说 一旦赢得比赛 就立马可以获得 价值至少2800万的跑车 这如何 不让他们激动 刘宇航见众人这么开心 心情也不错 接儿问道 佳星姐 你今天好像没开法拉利 SF90过来 我做朋友大牛过来的 宋佳星侧头道 林凡 你要参加比赛吗 林凡道 既然来了 那就跑着玩玩吧 宋佳星笑问道 介意我当你的领航员吗 求之不得 林凡道 刘宇航不禁暗自打量 起了林凡 能够和宋佳星走得近 身份绝不简单 林兄弟 原来你也喜欢大牛 我们是同道中人哪 不过 我看你这大牛 好像是原版的 刘宇航笑问道 是的 事实上 我也才开几天而已 林凡道 刘宇航点头道 原来是这样啊 林兄弟 我在大牛改装方面 很有些心得 以后如果想要改装 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保管让你满意 林凡道 如果需要改装的话 我一定联系你 刘宇航又叹道 可惜 林兄弟之前没遇上我 否则 今天我们说不定 可以好好较量一番 显然 他意思是 林凡的车没改装 性能跟不上自己的大牛 没办法跑赢自己 林凡道 今天一样可以较量 林兄弟 很自信吗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好 刘宇航大笑 表面看上去 刘宇航粗犯无比 但 心思却非常细腻 随意几句话就与人拉近了关系 建立了联系 不得不说 这些富二代 没一个简单的 接着 刘宇航叫道 时间差不多了 要参加比赛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做好准备 那些想要参加比赛的人 严文 纷纷坐上了跑车 最终 一共有八辆车参加了比赛 剩下的那些人 虽然也想赢得 麦凯伦P1和 兰博基尼大牛 但 他们很清楚 无论车技 还是自己车辆的性能 根本无法获胜 既然如此 那就没参加的必要了 省得落了面子 坐在副驾驶的宋嘉欣问道 你以前有跑过 东来盘山公路吗 林凡摇头道 没有 宋嘉欣不由紧了紧扶手 道 待会儿 可以适当跑慢点 这条路比较窄 而且 还有很多急弯 安全最重要 显然 宋嘉欣根本没抱希望 林凡能够获得胜利 尽管 他已经见识过 林凡出色的驾驶技术 但 陌生的道路 再加上性能一般的车辆 这些先天不足 根本不是驾驶技术 可以战胜的 林凡点了点头 道 好的 这时 站在重赛车前的裁判 猛地挥下手中的红旗 哄 顿时 整座山脚 响起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轰隆声 接着 八辆超级跑车 如同猛兽般 骑骑朝着前面狂奔而去 在这八辆车里 林凡的兰博基尼大牛 性能只能算一般 但 他依靠专业级驾驶技术 起步后 直接超过了三辆车 轻松排在了第四名 宋嘉欣看着林凡熟练的换挡动作 暗自点头 道 前面一公里 有一个S型连续弯道 林凡音声道 好的 话落 他一双黑亮的毛子 紧紧盯着前方 专注 冷静 而他脚下油门 却始终没有放缓 相反 他一直在加速 加速 二百麦 二百一十麦 宋嘉欣眼见与弯道越来越近 整颗心疯狂乱跳 忍不住再次到 林 林凡 前面是S型弯道 也无怪宋嘉欣会如此紧张了 要知道 这可是盘山公路 以二百多麦的速度撞上栏杆 直接就是车毁人亡 绝对没有任何侥幸 终于 兰博基尼大牛来到了弯道前 而林凡依旧没有减速 宋嘉欣整张翘脸 直接苍白 额头 手心瞬间不满了香汗 就在宋嘉欣以为要撞上栏杆的时候 林凡终于动了 死 林凡猛打方向盘 整辆车如同灵动的鱼儿般 一个漂亮的飘移 从S型弯道一串过 闪脚 众富二代盯着显示屏 发出一阵惊呼声 卧槽 这飘移 简直太牛批了 我刚都以为要撞上了 大佬 这绝对是大佬 通过了S型弯道后 前面是一段直路 宋嘉欣长输了口气 道 林 林凡 安全最重要 好的 林凡应声 然后 他油门踩得更重了 车速再次飙升 240麦 250麦 So 宋嘉欣只听到耳边传来一阵呼啸声 窗外的景色急速倒退 宋嘉欣微微发愣后 急忙看了眼地图 道 林凡 前面一公里 有一个90度急转弯 好的 林凡应声 接着 他的车速再次提升 260麦 哄 安全最重要 所以 即便是前面由90度急转弯 也不断加速 第一次 第一次宋嘉欣因为坐车生出了惊惧和悔意 终于 林凡的兰博基尼大牛抵达了弯道前 也正是这个时候 林凡动了 他再次猛打方向盘 一个漂亮的甩尾 成功通过了90度的急转弯 但 兰博基尼大牛的速度 却根本没有减缓多少 从而轻易超越了刚出弯道 排名第三名的保时捷918 此时 宋嘉欣握着腐靶的御手 已经因为汗水 变得有些打滑了 他忍不住再次提醒道 林 林凡 还是要注意一点安全的 这是盘山公路 好的 林凡道 于是 他猛踩油门 让速度再次飙升 见此 宋嘉欣张了张嘴 却是没再说话了 他担心自己继续说话 自己反而更加危险 山脚 富二代们盯着屏幕 又大叫了起来 卧槽 这飘移 绝了 这位大佬 该不会是专业赛车手吧 太牛逼了 我要是有这一半的技术就好了 此时 孙路果驾驶的麦凯伦P1 和刘宇航的改装版 兰博基尼大牛 几乎是并驾齐驱 孙路果用余光 瞥了眼刘宇航 冷冷道 下个弯道就甩开你 等会儿就让你吃屁 刘宇航闷哼道 哄 这时 两人同时听到 身后传来了一阵野兽般的嘶吼声 他们了解圈子里 众人的车辆和技术 按理来说 自己已经甩开了一大截 应该就没人 能够追上来才对啊 孙路果和刘宇航 带着心中的疑惑 看了眼后视镜 下一刻 两人全都愣了一下 兰博基尼大牛 是他 林凡 尤其是刘宇航 心中的金色最深 因为 他是兰博基尼行家 非常清楚 没有改装的大牛 与自己的大牛 在性能上 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即便如此 也还追了上来 林凡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虽然 心中惊讶和疑惑 但 刘宇航和孙路果飙车的速度 却没有一丝放缓 甚至 还隐隐更快了一分 原本 只是他们两人比赛 如今 又多出了一位竞争者 这无形给了他们压力 坐在兰博基尼大牛 副驾的宋嘉欣 看到前面的两辆车后 心头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最初时候 宋嘉欣并没有想过赢得比赛 如今 他却是看到了一丝希望 很快 宋嘉欣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实在太早了 哄 兰博基尼大牛 发出一阵狂吼 260马 265马 速度再次飙升 宋嘉欣忙到 林凡 前面一公里 有一个V型急弯 哄 兰博基尼大牛 又是一阵嘶吼 270马 速度继续提升 难道 自己还说得不够明白 一公里处是V型急弯 另外 前面还有迈凯伦P1 和兰博基尼大牛改款 这个时候不应该减速吗 他怎么还加速了 驾驶着迈凯伦P1的孙露果 和兰博基尼大牛改款的刘宇航 非常清楚东来盘山公路的路线 知道前面就是一个V型弯道 两人早就做好了减速的打算 但 他们看到后视镜里 不断逼近的兰博基尼大牛后 脸色全都未变 如果立马减速 一定会被林凡直接超过 于是 两人都没有第一时间减速 一直等到离V型弯道极近的距离后 两人才缓缓踩下了刹车 因为 他们清楚 再不减速的话 很可能会发生危险 赛车固然重要 但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 而林凡 则全然不同 他始终高速行驶 根本没有一丝减缓的意思 那模样 好像就是朝着悬崖冲去的 宋家兴彻底慌了 他着急到 林凡 快把速度慢下来 哄 275马 280马 蓝博基尼大牛速度再次提升 林凡好像没有听到宋家兴的话一样 一双黑亮的毛子始终紧紧盯着前方 没有听到 事实上 林凡真的没听到 第一 触发绝对专注 灵光一闪 林凡全身心已经彻底沉醉在了架势之中 绝对专注 绝对冷静 外界的一切 已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此时 林凡的心中 只有一个信念 快 快 更快 终于 他的蓝博基尼大牛来到了V型弯道前 而麦凡凡P1和蓝博基尼大牛改款 则并排着抢线一个身位进入了弯道 东来盘山公路 道路很窄 这种情况下 林凡根本就不可能在V型弯道超车 此时 在宋家兴看来 摆在林凡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 猛踩刹车 在原地飘逸720度 努力停车 二 撞上前面的麦凡伦 P1和蓝博基尼大牛 造成不可估量的车祸 林凡没有踩下刹车 显然 他做出了第二种选择 宋家兴整张翘脸苍白一片 冷汗滚滚 整颗心已经快跳到嗓子眼了 此时 他用尽全身力量握住车把手 已经再无力去多说什么了 那家伙疯了吗 孙露果骇然大叫 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 卧槽 刘宇航惊惊惧大叫 整个人慌乱至极 死 终于 林凡的蓝博基尼大牛 一个漂亮的大甩尾 快速入弯了 左边几乎是贴着 跑在中间的蓝博基尼大牛改款 坐在蓝博基尼大牛改款里面的刘宇航 甚至可以非常清楚看见 林凡和宋家兴 而宋家兴则是能够看到 距离自己 只有不到一厘米的栏杆 以及后视镜里 已经悬空一半的轮胎 宋家兴整个身体 已经彻底僵硬了 下一秒 或许 下一秒 自己和林凡 甚至 还很可能要再加上刘宇航 孙露果 全都会命丧当场 哄 只见 林凡再次加速 他的蓝博基尼大牛 如同众兽之王 第一个窜出了脑袋 然后 以号令天下之势 通过了V型弯道 并朝着前方狂奔而去 跟在身后蓝博基尼大牛改款 和麦凯伦P1 想要再追 已经彻底失去了机会 山脚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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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告诉我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特别以为马上就要撞上去了 差点没吓死 职业赛车手 不 那技术 职业赛车手 也绝对做不到 众富二代们看得是瞠目结舌 兴奋得又叫又跳 实在是 视频里的画面太过刺激 可不可思议了 超越了所有车辆 成为了第一名后 林凡依旧没有减缓车速 他驾驶的蓝博基尼大牛 在黑夜中肆意飘移 疯狂驰骋 最终 以一起绝尘之姿 抵达了正站在山脚 略对欢迎的富二代们面前 咳之 林凡打开车门 缓缓走了出来 富二代们快速围了上来 凡哥 你这技术真是太牛逼了 那几个飘移 直接就把我看傻了 凡哥 你是职业赛车手吗 是不是还拿了几个冠军 车神 凡哥 你就是传说中的车神吧 林凡看着富二代们激动的样子 不禁有些好笑 我可不是职业赛车手 现在是个学生 和宋嘉欣同班同学 接着 林凡看了眼旁边翘脸 有些发白的宋嘉欣 问道 你没事吧 宋嘉欣摇了摇头 道 没事 当林凡面对极转弯 依旧不停加速的时候 宋嘉欣确实惊惧无比 甚至 衣服已经全被汗水浸湿了 但 同时 他还感觉无比的刺激 肾上腺飙升 如今 林凡成功战胜那些弯道 并以极限速度获得第一后 宋嘉欣又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激动 此时 宋嘉欣脑海中不断荡漾着 林凡专注驾车的模样 心跳再次加快了几排 哄 哄 随着一阵轰隆声响起后 兰博基尼大牛改款 等车辆纷纷来到了山脚下 刘宇航第一个走到林凡面前 竖起大拇指 由衷赞叹道 牛逼 林兄弟 你这驾驶技术太牛逼了 之前 你说今天可以和我较量 真是太谦虚了 这哪里是较量 简直 就是虐我呀 不瞒你说 在过V型弯道的时候 我看你那么快冲过来 我都以为自己死定了 卧槽 当时我快吓尿了 刘宇航说到这里 还不由打了个寒战 那模样 似乎还没从京剧中回过神来 林凡真道 你是我见过的 车技最好的人 你们过奖了 林凡笑道 刘宇航道 这算什么过奖 这是事实 说话间 他掏出了兰博基尼大牛的车钥匙 道 这辆车交给你 我放心 孙陆国也跟着掏出了 麦凯伦P1的钥匙 显然 他们这是要履行赌约了 林凡白白手道 我不要车 林兄弟 你这样没意思了 我们比赛前已经说好了 你现在不收下车 这不是让别人觉得 我们输不起吗 刘宇航故意板着脸道 孙陆国道 愿赌服输 林凡道 你们别误会 主要是我现在在学校念书 要这么多车 放的地方都是个问题 这句话 他绝对没有胡说 一般来说 每位学生最多只能将一辆车停入学校 前两天 4S店将奔驰大G送过来的时候 林凡是拨了数学院院长胡川的电话 才成功停到了学校里面 如果 再多两辆车 对林凡来说 还真有些麻烦 顿了顿 林凡又道 如果你们一定要履行赌约的话 不妨帮我留意一下 百年人参和百年灵芝 要是知道夏洛 告诉我一声 那我定感激不尽 至于车 对我来说 真没什么用处 林凡说到这里 语气变得无比认真 两人见林凡这样说 也就没有再坚持了 刘宇航迟疑了一下 道 好吧 林兄弟 你放心 我会让我们刘氏医药 全力帮你寻找百年人参和百年灵芝 我们孙氏医药 也会尽快帮你找到百年人参和百年灵芝 孙陆果道 两人说出这话后 心中暗松了口气 如果林凡直接收下自己的超级跑车 他们自然不会说什么 但 还是会有些心疼 毕竟 那可是价值1400万的超级跑车 如今 只是帮忙寻找药材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小事一桩 林凡高兴道 如此 就多谢两位了 百年人参和百年灵芝 可以让自己获得购买医疗水的权限 这才是他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场众人看着林凡 无比平静地拒绝两辆跑车后 心头不由感叹连连 那可是价值2800万的超级跑车啊 眼睛一眨不眨的就给拒绝了 顿时 他们觉得林凡更加神秘了 至于 林凡是不是怕得罪刘宇航和孙陆果 才不收下跑车的 这根本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 一位和宋家兴走那么近的男人 会怕得罪人 开什么玩笑 接着 林凡和刘宇航 孙陆果等人闲聊了一会儿 并交换了联系方式 在众人的欢送下 林凡载着宋家兴 朝江北大学而去 此时 不必赶路 也不必赛车 林凡开着兰博基尼大牛 行驶得非常平稳 那模样 根本不像是在驾驶一辆超级跑车 而是一辆小轿车 安静 祥和 君子温如玉 便是如此 宋家兴不禁笑道 真的很难想象 你会是那个在东来盘山公路上 飙车完全不要命的疯子 林凡摸了摸鼻头道 不要命的疯子 我还是很惜命的 很惜命 你将速度飙到280码 过V型弯道 说成很惜命 你对很惜命 怕不是有什么误解吧 直到此时 宋家兴只要回想起那一幕 心跳依旧会加快几分 林凡问道 对了 你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学数学专业呢 那你觉得我这样的人 应该学什么专业呢 宋家兴笑着反问 林凡想了想到 管理 金融 宋家兴道 或许 是我觉得数学更有趣 我更擅长数学 其实 学什么都一样 毕竟 学校只是从书本上 学习一点皮毛 毕业后 随便开两家公司 什么知识都会了 毕业后 随便开两家公司 瞧瞧 这是人话吗 但 林凡却明白 宋家兴并没有吹嘘 也没有说大话 对宋家兴来说 开两家公司 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这时 宋家兴似乎是想到了 前两天 林凡和胡田 在讲台上讨论的问题 于是 又道 当然 和你比起来 我的数学还差得远 江北大学 女生宿舍 502房 双胞胎美女 打开了林凡的微信对话框 此时 两人的对话框里 已经写了未发送的 很长一段文字 他们一双灵动的小手 在文字的最下面 继续跳动了起来 红 你好 请问你睡了吗 谢谢你篮下篮球救了我 今天的月亮好圆 你看到了吗 今天 你好像没有打篮球 明天会去吗 今天天上有好多星星 明天应该又是好天气 你会去打篮球吗 篮 你好 请问你睡了吗 谢谢你篮下篮球救了我 今天的月亮好圆 你看到了吗 今天 你好像没有打篮球 明天会去吗 今天天上有好多星星 明天应该又是好天气 你会去打篮球吗 一日 天朗气清 微风震震 104寝室 马中和以往一样 第一个清醒了过来 然后 叫林凡 正经宝和宋意起床 上午是数学专业课 老教授的讲课方式 相对古板 无趣 林凡如同听催眠曲般 趴在桌子上 直接睡了过去 还别说 林凡感觉上课趴在桌上睡觉 比寝室 甚至是总统套房还要舒服 十分香甜 踏实 或许 这也算当初选择上学的一个好处 中午 食堂吃饭的时候 林凡手机微微一震 12点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专家级书法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技能等级提升卡 今天的红包 林凡贡获得了五万多元 对此 他并没有任何在意 林凡直接注意力落在了专家级书法 和技能等级提升卡上 专家级书法 拥有写出一首好字的能力 可以增添不少魅力哦 以前 林凡为了写出一首好字 没少下功法 但 效果却不尽人意 如今 能够轻松拥有专家级书法 他自然高兴无比 技能等级提升卡 可以提升一种技能等级 掌握更深奥的技能 让人着迷不已 提升一种技能的等级 林凡 那林凡自然开心无比 但 只能从中择一 就必须考虑一下了 这时 旁边的宋义道 凡哥 中午我又约了几个朋友打篮球 一起去玩玩怎么样 林凡上午已经睡得很足 打打篮球运动一下 也挺不错 于是 点点头道 好的 宋义言文 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吃过午饭后 林凡和宋义便来到了篮球场 此时 黑大哥和三个身穿球衣的陌生男子 早已经等在那里 黑大哥看到林凡后 忙跑了上来 露出一口大白牙 高兴道 凡哥 你也来打篮球了 话落 黑大哥就要给林凡来一个熊抱 但 林凡看到他身上的汉字后 直接闪到了一边 警惕地点了点头 道 打打篮球 运动一下 黑大哥没有因为林凡躲开而生气 他依旧满脸笑容道 运动好 生命就在于运动吗 然后 他指着三个身穿球衣的男子 道 他们是学校篮球队的 接着 黑大哥又叫道 我 凡哥 宋义比较熟 我们就不随机分队了 我们三个直接一队吧 三名身穿球衣的男子 微微愣了一下 其中 穿着四号球衣的高个 疑惑道 你确定 要知道 自己三人 可是校篮球队成员 甚至 曾经还参加过大学生篮球联赛 另外 自己三人以前也和宋义 黑大哥打过篮球 知道他们技术非常一般 就这样 还要求自己三人组队 这不是找虐吗 黑大哥道 当然确定 行了 快开始吧 宋义和林凡 下午还有一节课呢 三人 相互对视了一眼 缓缓点了点头 既然对方找虐 那就成全他好了 然而 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当街头篮球比赛开始后 黑大哥和宋义拿到球 只要有机会 就直接传给林凡 而林凡也不负两人所望 带球 假动作 跳投 三步上篮 样样精通 为了克制林凡 他们不惜用两人进行防守 然而 依旧没用 林凡总能找到空隙 成功投篮 得分 篮球 确实是一项耗费体力的运动 没多久 林凡等人 全都汗流加倍了 几人喘着粗气 就要休息片刻 这时 两道倩影 满脸笑容地出现在了篮下 正是穿着红色长裙 和蓝色长裙的双胞胎美女 他们每人捧着一瓶脉动 无比期待地看着林凡 林凡愣了一下 问道 给我的吗 双胞胎美女连连点头 林凡也没客气 打开一瓶脉动 喝了一大口 犹豫了一下 又打开另一瓶脉动 又喝了一大口 果然 双胞胎美女脸上 全都洋溢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 两颗米粒般的小虎牙 若隐若现 可爱极了 接着 林凡不由暗自用真实之眼 悄悄观察起了两人 蓝色裙子女生 颜值 95 好感度 99 红色裙子女生 颜值 95 好感度 99 林凡自从添加了双胞胎美女的微信后 从没有主动给他们发过消息 而双胞胎美女 也从没有给林凡发过消息 林凡以为 好感度应该会慢慢降低 但 他却想不到 依旧是99 这究竟怎么回事 当林凡回到篮球场上的时候 黑大哥走了过来 笑道 我怎么说 这几天这对双胞胎 一直拿着脉动待在篮球场呢 原来 他们是在等凡哥呀 不愧是凡哥 牛逼 黑大哥说完后 悄悄竖起了大拇指 林凡言文 再次愣了一下 双胞胎美女 这几天一直拿着脉动 待在篮球场等自己 这 他们不是 有自己的威信吗 如果想见自己 直接给自己发消息 不就行了 这时 站在远处的宋一道 林凡 接球 接球比赛 再次开始 林凡是宋一队伍的绝对主力 不断奔跑 运球 上篮 如果是一般人 即便拥有和林凡相似的篮球技术 也早应该累得不轻 但 林凡却像是没有任何消耗一样 始终如常 甚至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凡越加专注 球技也跟着提升了起来 而篮球队那边 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为了防守林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消耗力气 一增一减 结局是可以预见的 最终 近两个小时的街头篮球 篮球队只拿到了区区八个球 而林凡的队伍 则拿到了33个球 虐 血虐 第一次 篮球队三人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什么叫做绝望 相对于篮球队三人的绝望 宋义和黑大哥则是满脸笑容 以前 宋义和黑大哥也和篮球队打过篮球 但 每一次都被篮球对虐得很惨 如今 他们终于体验了一把虐人的快感 这让宋义和黑大哥 有种翻身农民把歌唱得畅快 宋义道 时间差不多了 走喽 回请试用香喷喷的沐浴露洗个澡 下午 我们班还有一节甜甜老师的课呢 说起甜甜老师 宋义脸上立马浮现出抑制不住的笑容 这时 穿着五号球衣 早已经疲惫不堪的高个 忙道 林凡 你篮球技术真的太好了 不知有兴趣加入我们篮球队吗 林凡摇摇头道 抱歉 我没什么兴趣 对于林凡来说 偶尔打打篮球还行 也算是放松一下 但 加入什么篮球队 那就太过麻烦了 五号解释道 林凡 加入我们篮球队后 可以获得两个学分 另外 今年的大学生篮球联赛快开始了 以前 就有学长在联赛中 被CBA教练看中 很快成为了年薪百万的职业球员 以林凡你的技术 肯定能够在联赛里大放光彩 说不定也能被CBA教练看中 林凡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五号说完后 用无比期待的目光看着林凡 然而 林凡依旧摇摇头 道 抱歉 我还是不想加入篮球队 可以获得两个学分 那对林凡有什么用 一般人 念大学是想拿到毕业证 但 林凡来大学 只是为了体验生活而已 毕业证什么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 至于 被CBA教练看中 成为年薪百万的球员 那就更没有吸引力了 毕竟 林凡每天什么都不做 也最少可以得到七十万元 而以后 只会更多 对于林凡拒绝加入篮球队 宋毅也没有任何意外 因为 在宋毅心里 林凡是一位超级神豪 你看哪个超级神豪 会拼死拼活打篮球的 那不是闲的吗 林凡看了眼 一直站在旁边的双胞胎美女 吉儿 对宋毅道 你先回寝室吧 宋毅瞄董道 好的 然后 拉着还准备再劝说林凡的五号等人 道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嫌太阳不够亮 要再增加几盏灯泡 话落 直接拉着几人 离开了篮球场 很快 篮球场只剩下林凡和双胞胎美女 林凡走上前 微笑着道 谢谢你们的脉动 对了 我们见了两次 好像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林凡 你们呢 说完后 主动伸出了两只手 接着 林凡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打完篮球 手上有很多汉字和灰尘 有些脏 于是 又准备将手缩回来 双胞胎美女好像也注意到 林凡想要缩回双手 急忙伸出仙仙玉手 一点也不在乎林凡的脏手 与之盈盈一握 双胞胎美女 翘脸羞红一片 并低下了脑袋 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一样 一股如牛奶般丝滑的触感 吸上了林凡的心头 接着 红色长群女生点开手机 屏幕上显示着 夏冰两个凯体大字 而蓝色长群女生点开手机 屏幕上显示着 夏雪两个凯体大字 林凡问道 你们 不会说话 双胞胎美女点了点头 然后 低下了小脑袋 林凡又道 夏冰 夏雪 很好听的名字 双胞胎美女言文 翘脸上立马浮出了一对可爱的小酒窝 显然 非常高兴 林凡问道 你们这几天 经常在篮球场等我吗 双胞胎美女轻轻点头 林凡又道 可是 我们不是加过微信吗 你们如果想找我的话 可以给我发消息的呀 他终于还是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双胞胎美女羞涩地低下了小脑袋 却根本没有回话 林凡见此 也没有去抢球 他沉默了片刻 才道 其实 我有女朋友 接着 林凡小心观察双胞胎美女表情的变化 但 他却发现 两人竟然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心中不禁疑惑 难道 是没听清 于是 林凡继续道 我女朋友叫秦玉轩 现在在魔读读研 学的是经济学 说完这些后 林凡竟然发现 双胞胎美女的表情 依旧没有一丝变化 她们的美眸 始终清澈如水 俏脸始终漂亮似花 一对小酒窝 始终若隐若现 林凡忙用真实之眼 悄悄观察双胞胎美女 蓝色裙子女生 颜值 95 好感度 99 红色裙子女生 颜值 95 好感度 99 她们对自己的好感度 没有降低 这 究竟怎么回事 她们已经知道自己有女朋友了 林凡清了清嗓子道 你们 好像不在意 双胞胎美女一起点头 她们竟然还点头了 这 究竟什么情况 林凡彻底有些摸不清了 轻壳了一声道 这个 我待会还有一节课 就先回去洗澡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吧 这里太热了 顿了顿 继续道 对了 接下来几天 我都不会来打篮球 你们也不用再继续在篮球场等了 林凡想了想 又道 如果我想打篮球的时候 再给你们发消息 双胞胎美女听到这里 两双美眸瞬间亮了起来 并连连点头 双胞胎美女和林凡分开后 纷纷掏出了手机 并给美少女燕发出了消息 下冰 下雪 我们今天又见到她了 美少女燕好像一直在盯着手机般 只是两秒钟就回复了消息 美少女燕 她有没有把你们怎么样 下冰 下雪 她和我们握手了 美少女燕 什么 她竟然敢牵你们的手 简直就是禽兽 下冰 下雪 是握手 美少女燕 快把她微信推给我 我要好好骂她一顿 然而 过了许久 美少女燕依旧没有收到消息 美女少燕 喂喂喂 你们人呢 美少女燕 你们不知道要尊敬老年人吗 美少女燕 人呢 你们是不是要气死老娘才高兴了 当林凡回到104寝室的时候 宋义 正金宝和马中正准备出门 宋义道 凡哥 我们先去站座位 你快点过来啊 好的 林凡应声 顿时 整间104寝室变得空荡荡了起来 原本 林凡准备随便冲个凉水澡就行了 但 打了篮球后 身上布满了汉字和灰尘 根本不是随便洗洗就可以的 花费好一阵 林凡才缓缓从浴室走了出来 他看了眼时间发现已经上课有几分钟了 嘴里喃喃道 现在去也晚了 算了 就在寝室休息一下吧 说完后 林凡直接躺在了床上 悠哉地玩起了手机 过了一个多小时 宋义 正金宝和马中三人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正金宝叫道 凡哥 你今天没去田田老师的课 真是太亏了 你是不知道 田田老师今天有多漂亮 而且 他还下讲台来过我们座位旁边 没错 我当时都要幸福地晕过去了 宋义姬动道 我还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接触田田老师 马中认同道 叮 这时 林凡手机微微一震 他看了眼微信消息 原来是胡田发来的语言 于是 点击了播放 里面立刻响起了胡田悦耳的声音 林凡 你今天好像没来上课 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吗 这几天 我又好好研究了一下 孪生素数猜想 有了一些启发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我办公室一趟吗 进 整间宿舍一片寂静 马中 宋义和郑金宝三人 全都呆住了 他们听了什么 田田老师主动邀请 林凡去办公室 林凡要和田田老师 独处一事了 接着 他们突然想到了 田田老师上课时 突然走到自己座位边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的场景 此时 他们终于明白 田田老师是在寻找什么了 他竟然是在找林凡 凡哥 我给你跪了 马中 宋义和郑金宝 齐声嚎叫 办公室 胡田的办公桌上有许多资料 书本 但 全都摆放得无比整齐 此时 胡田正坐在办公桌前 认真思考 细心计算 咚咚咚 这时 外面响起了一阵轻快的敲门声 胡田道 请进 当看到是林凡后 胡田俏丽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容 你来了 快请坐 接着 胡田站了起来 又道 你想喝点什么 我这里有绿茶 红茶和咖啡 今天的胡田穿着一套米白色连衣裙 将玲珑的曲线 展现得淋漓尽致 韵味十足 林凡道 绿茶吧 好的 胡田应声 很快 一杯清香的绿茶 便端到了林凡面前 胡田拿出一叠草稿纸 上面写了密集的算式 道 你上次计算到了这里 PQ加2M等于3Q2PN 这几天 我接着计算了一下 说完后 胡田又递出一叠草稿纸 上面同样写满了算式 林凡 你看看 我的计算有问题吗 对了 你推倒到什么位置了 胡田问 推倒到什么位置 这几天 自己根本就没有管 孪生素数猜想 好吗 林凡心中有些不好意思 没有第一时间作答 而是默默翻看起了 面前的曹高指 但 孪生素数猜想这种事件难题 即便林凡拥有 教授级的数学经验 想要现场验算 和进一步推倒 也是极为困难的 接着 林凡突然想到了 技能等级提升卡 是否提升教授级数学经验 是 林凡心中默默道 爹 提升成功 恭喜您 获得院士极数学经验 顿时 林凡再次翻看 面前的草稿纸实 立马显得简单了许多 很快 他便拿起纸笔 快速书写了起来 2M加4N58Q 等于7Y2Q3Z8 你这里计算出现了问题 林凡道 胡田不由看了过来 下一刻 他的美眸微微晃动 事实上 当初林凡在 希尔顿酒店的签字板上 解答周氏猜想的时候 他就看过林凡的笔记 不久前 林凡更是在教室的黑板上 解答过题目 并和胡田当众讨论过 孪生素数猜想 那时候 林凡的字迹 一直都非常普通 甚至 还有些难看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不论数字 字母 字符 还是汉字 林凡全都书写得混原天成 如同书法大家 虽然 胡田是数学老师 但 他同样喜欢书法 在他看来 好的书法 可以给人无尽地享受 这时 林凡见胡田沉默不语 以为他有些不明白 于是 提醒道 你如果将后面的答案逆推一下 就会发现错误了 胡田这才回过神来 并按照林凡的说话 拿起纸笔 逆推计算 果然 得出的算式与原是不同 计算错误 林凡道 我们其实可以将最前面的算式 带入进来 林凡说话间 题目在草稿纸上 快速书写 哒哒哒 顿时 整间办公室 响起了一阵急促 且富有节奏的敲击声 坐在旁边的胡田 看着林凡专注的表情 以及书写的一行行漂亮 且精妙的算式 一时之间 有些入神 很快 一整张草稿纸用尽 林凡也停下了手中的圆珠笔 他转头问道 田田老师 你觉得如何 胡田这才回过神 他仔细观察计算过程 微微点了点头 林凡道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推倒 接着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足足十几张草稿纸上 全都写满了复杂无比的算式后 林凡才停了下来 他无奈道 暂时 我只能计算到这里了 饶式林凡如今拥有院士级数学经验 但 如果没有触发林光一闪 也根本无法解答出 孪生素数猜想 毕竟 这可是一百多年都没有解答出来的 世界级难题 而坐在旁边的胡田 看着石树叶的算式 则是彻底呆住了 如果说课堂上的时候 林凡还只是能将 孪生素数猜想 推倒大概十分之一 那么 现在直接就可以推倒二分之一了 这才过了几天 他竟然就能做到这种地步了 是课堂上有所保留 还是他这几天研究 计算而来的 天才 无论是哪个原因 林凡都是天才 绝对的天才 林凡 你真是一位天才 胡田由衷赞叹道 林凡笑道 老师 你过奖了 胡田看了看窗外 已经彻底黑下来的天空 道 时间也不早了 我请你吃顿饭吧 先前 只顾着推倒算式 还不觉得饿 如今 提起吃饭 林凡还真有些饿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林凡道 胡田的是一辆迷你车 外形小巧 可爱 内饰精致无比 坐进迷你车后 一股淡淡的清香 环绕鼻尖 很是舒服 没多久 胡田和林凡 便来到了一家安静 雅致的西餐厅 餐厅位于中商大厦26楼 坐在餐厅里面 可以透过落地窗 看见霓虹闪烁的江北夜景 和夜空中明亮的繁星 明月 非常的漂亮 胡田将菜单推到了林凡面前 示意他不必客气 可以点自己爱吃的食物 林凡道 我第一次来这家餐厅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 田田老师要不推荐一下 胡田想了想 啊 这里的菲力牛排 如果煎到三分熟 再淋上酱汁 外面香醇 里面浸倒 味道不错 铁板里脊和土豆牛肉 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可是试试 另外 黑色玫瑰是他们家自酿的葡萄酒 算是餐厅的一大特色 可以尝尝 林凡点点头道 好 那我就听田田老师的 接着 胡田也点了几道菜 便直接下单了 大概十分钟左右 一份份精致的美食 便端上了餐桌 林凡确实是有些饿了 他也没有客气 窃下一大块牛排 直接放进了嘴里 然后 又尝了土豆牛肉 微微点头 填饱了一点肚子后 林凡这才摇晃了一下高角玻璃杯 缓缓将黑色玫瑰葡萄酒 倒进了嘴里 他的动作轻缓 优雅 让人陶醉 君子温如玉 饮酒绅士 魅力无限 林凡点评道 清秀时 弥漫着醇厚的葡萄香 细品后 这种葡萄香 更像是在身体里 直接迸发开来 表里如一 是一款好酒 坐在对面的胡田 看着林凡喝酒的动作 听着 他对黑色玫瑰的点评 有些呆了 以前 也有过一些人和胡田喝酒 但 他们动作别角 明明不懂酒 还要故意装出一副 很懂的模样 一通胡说 这种人 胡田是厌恶的 而林凡则完全不同 喝酒的动作优雅无比 点评更是恰如其分 在胡田看来 他根本就不像是一名学生 而是一位宝金熏陶的贵族 王子 在向自己介绍 由他亲手酿制的美酒 这是一种 深入到骨髓的动作和气质 这时 林凡放下了手中的高跟玻璃杯 抬头看向了胡田 四目对视 胡田急忙将脑袋侧到一边 很快 目光落在了餐厅中间 空荡荡的钢琴上 越有些失望到 看来 今天是没有好听的钢琴曲了 林凡也顺着看了过去 想了想到 那可不一定 话落 他迈出轻快的步子 走到了钢琴前坐下 只见 林凡缓缓闭上了眼睛 约莫十秒钟后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 与此同时 林凡修长的双手 在黑白剑上 快速跳动了起来 顿时 一阵婉转悠长 清脆悦耳的乐曲 在餐厅里缓缓荡漾 所有人不禁停止了交谈 喝酒 吃饭 纷纷静下心来 侧耳聆听 胡田更是眼睛一眨不眨 甚至 呼吸都有些停滞 他就这样呆呆地 看着餐厅中间的林凡 这一刻 在胡田的眼里 整座餐厅 甚至是整个世界 仿佛都变得一片黑暗 唯有林凡 仿佛被一束聚光灯照亮 耀眼 夺目 叮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 整座餐厅 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谈得太好了 真好听 在众人的赞叹中 林凡缓缓回到了餐桌前坐下 谈得怎么样 林凡问道 胡田几乎是条件反射道 好听 林凡道 那就好 接着 林凡重新拿起刀叉锋卷残云斑 将剩下的食物 吃了个干净 胡田问道 要不再点些 林凡擦了擦嘴角的油渍 摇头道 不用了 再点就浪费了 说完后 起身便准备离开 这时 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微笑着道 这位先生 你好 请问可以打扰几分钟吗 林凡疑惑道 你有什么事吗 中年男子道 是这样的 我是辉煌影视公司的经理赵婷 我们正在筹拍 一部青春偶像剧 你的外形 以及刚刚弹奏钢琴时 所展现的气质 全都非常符合我们剧里的角色 不知道你有兴趣 来我们公司试试吗 中年男子说完后 递出了一张名片 辉煌影视公司的经理 这 岂不是说心叹 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会欣喜若狂 急忙答应下来 因为 这就代表着 自己有可能登上荧幕 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然而 林凡却是摇了摇头 道 抱歉 我对拍电视剧没什么兴趣 登上荧幕当明星 那以后根本就没有自由可言 林凡可不想走到哪里 都被人围观 偷拍 赵婷明显愣了一下 他根本没想到 对方会拒绝 忙道 那可以先收下我的明片吗 如果你改变想法了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虽然 林凡根本不可能改变想法 但 他看着赵婷诚恳的模样 还是收下了明片 走出餐厅 坐在迷你车上 胡天道 你刚刚可是有机会成为明星的 我还以为你会立马答应 算了吧 我对当明星可没什么兴趣 林凡道 接着 胡天又道 想不到你连钢琴都弹得那么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月光 说到这里 胡天脑海中仿佛又回响了林凡弹奏的月光 悠扬 婉转 胡天感叹道 我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不会的 那我可多了 林凡道 例如呢 胡天问 例如 林凡想了想 一时之间还真有些说不上来 现在不会 那万一以后从红包里面得到了呢 胡天看着林凡思索的模样 不经玩耳 他将林凡送回江北大学后 驾驶着 迷你 迎着车水马龙的道路 继续前行 当停在一处红灯前的时候 胡天脑海中再次回想起了林凡认真解答的数学难题 随手写出的优秀书法 品尝美酒时的气质 弹奏优美钢琴曲的场景 胡天的难道 林凡 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叮铃铃 这时 手机响起了一阵悦耳的铃声 胡天看了眼来电提示 直接按下了车再接听见 田田 你不是说今天来我这里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过来啊 电话里传来一道清脆 甜美的声音 胡天脸上露出了一抹恍然之色 道 刚被一些事耽搁了 现在就过来 被一些事耽搁了 最近你们学校好像没什么会议吧 算了算了 你快过来吧 我都等不及了 电话里的声音 郁佳娇柔柔 挂断电话后 胡天稍稍用力踩了脚油门 以更快的速度朝前急驰而去 此时 江北大学104寝室 宋义 马中和郑金堡 全都将目光集中在了林凡身上 林凡有些不自在 道 你们这样看着我干嘛 凡哥 你怎么这个晚才回来 凡哥 你一直和田田老师待在一起 凡哥 你和田田老师做什么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三人一起说出了问题 林凡如实道 我先和田田老师在办公室 讨论了大概两个小时的题目 然后 他就请我吃了顿晚餐 最后 他就送我回来了 在办公室和田田老师 单独相处两个小时 然后 和田田老师共进晚餐 最后 田田老师亲自送回寝室 凡哥 请收下我的膝盖 宋义 马忠和郑金宝 齐声嚎叫 一日 上午没有课 104寝室四人里 马忠去了图书馆 宋义也早早出了门 郑金宝一直呼呼大睡 林凡睡醒后 翻开了手机 零点 招商银行存入 710200元 姓名 林凡 等级 LV4 LV4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10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10元 每走一步 获得10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300万100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 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技能 专业级汽车驾驶技术 魅力光环 5%几率 触发一见钟情 刻骨明星 暴力美学 饮酒绅士 绝对专注 5%几率触发灵光一闪 院士级数学经验 真实之眼 职业级篮球技术 专业级钢琴演奏 专家级书法 自今 1601万 林凡随手将短信 标记为已读 然后 翻看起了新闻 叮 当太阳高照的时候 林凡的手机微微一震 一条短信弹了出来 孙露果 林凡 我们家收购到了一株百年灵芝 你现在在江北大学吗 见此 林凡双眸微微一亮 心中暗自赞叹 不愧是江省有名的医药家族 林凡 我在江北大学 孙露果 好的 我大概20分钟 到江北大学东大门 林凡放下手机后 快速穿衣 洗漱 然后 静止朝东大门走去 没多久 一辆白色的宝马 Z5停在了面前 穿着格子衬衫的孙露果 走了下来 道 林凡 久等了 林凡道 哪里 我才刚到而已 这就是我家收到的百年灵芝 孙露果将一个包装精致的 木盒递了出去 林凡道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 对了 这灵芝多少钱 我这就转给你 孙露果连连摆手道 我如果要了你这钱 还不得被嘉欣姐他们笑死 顿了顿 又提醒道 对了 林凡芝不像人餐等药物 越老药销越好 林凡芝到达一定年份后 会渐渐木化 一般只能做观赏 并没有什么药用价值的 别看孙露果和刘宇航飙车 敌对 一副顽固的模样 事实上 他们在医药家族长大 为人处事非常老道 对药物也有较深的研究 林凡并没有在给钱上面过多抢求 他也明白 孙露果并不缺钱 孙露果更在乎脸面 而孙露果的提醒 则完全是关心自己 于是 林凡扯着理由道 百年灵芝和百年人参事 帮一位长辈寻找的 我也不管是什么用途 反正长辈需要 那就只能帮忙寻找了 不过 还是要谢谢你的提醒 关于百年灵芝的药理 我会和告诉长辈的 孙露果点点头 道 百年人参 我也会帮你留意 如果发现了 我会告诉你的 林凡道 如此 那就麻烦了 这只是小事而已 算不上什么麻烦 孙露果道 林凡认真道 这对我很重要 孙露果看着他认真的模样 道 放心 肯定可以找到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接着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这才各自离去 走在校园的林凡小路里 林凡忍不住打开墓盒 看了眼放在里面 质地如同木头般的灵芝 丁 是否收取百灵灵芝 是 顿时 躺在墓盒里面的灵芝 竟直接凭空消失了 与此同时 脑海中的医疗水图鉴上 夺出了一株小巧的灵芝图案 十分神奇 林凡心道 只要再找到百年人生 就可以拥有购买医疗水的权限了 到时候 爸爸的身体 应该就可以彻底康复 丁 这时 时间恰好到了十二点 林凡的手机微微一震 红包出现 丁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丁 恭喜您 获得五元 丁 恭喜您 获得两千元 丁 恭喜您 获得十亿鲨鱼直播币 丁 恭喜您 获得三元 这一次 林凡共得到了四万多元 和十亿鲨鱼直播币 鲨鱼直播币 简称鲨鱼币 是全国最大直播平台 鲨鱼直播的虚拟货币 一元可以兑换一百鲨鱼币 十亿鲨鱼币 也就是价值一千万元 林凡 原来你在这里啊 竖着大背头的辅导员孙耀东 从远处走了过来 叫道 林凡转身疑惑道 辅导员 你找我 哦 是这样的 全国数学建模大赛快要开始了 你的能力出众 报名参加一下怎么样 我们班级的荣誉 可是只能靠你啊 孙耀东直接搭在了林凡的肩膀上 一副哥们儿商量的语气 道 林凡心道 难道 他知道自己解答出周氏猜想的事情了 也对 毕竟孙耀东是自己的辅导员 虽然参加竞赛什么的 肯定会很麻烦 林凡讨厌麻烦 但 作为班级的一员 倒也应该为班级做做贡献 想到这里 林凡点头道 好 我报名 哈哈 他好了 不愧是我的学生 我这就将你的名字报上去 孙耀东说完后 急忙朝远处快步走去 那模样 好像生怕林凡后悔一样 林凡看着他的背影 微微摇头 当林凡回到寝室的时候 宋义恰好拿了一叠数学资料回来了 林凡道 宋义 想不到你也开始爱学习了 宋义黑黑笑道 没办法 过阵子要举行全国数学建模大赛 咱能力出众 必须报名参加 为班级争光吗 正在认真看书的马中 回过头道 这话 该不会是孙福岛说的吧 你怎么知道 看来 你也从孙福岛那里知道我能力出众吧 宋义得意道 我已经尽量低调了 想不到 还是被人发现了 马中道 今天 孙福岛也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正在吸溜着泡面的郑金宝 道 咦 我刚买泡面的时候 孙福岛也说我能力出众 让我参加全国数学建模大赛 马中 宋义 郑金宝 顿时面面相去 林凡嘴角则是微微抽动 合着 孙耀东这是见到一个自己班的学生 就说他能力出众 让他为班级争光 然后 忽悠着学生报名 参加全国建模大赛 大学辅导员的操作 都这么骚的吗 辅导员的骚 扭断了我的腰 104寝室 陷入了短暂的沉寂 显然 宋义 马中 和郑金宝 也意识到 自己被辅导员忽悠了 这时 郑金宝面前的电脑里 传出了一阵甜美的声音 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郑金宝激动叫到 香香开始直播了 香香 我爱你 郑金宝一边说 一边快速在直播间里发出了消息 有人说 前世千百次的回眸 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今天 我能够和大家在鲨鱼直播间相见 我想 也肯定是我们前世有缘 感谢缘分 感谢今世的相遇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 遇见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顿时 直播间里响起了轻快的音乐 紧接着 一道月耳的歌声 在一百零四寝室荡漾开来 听见 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 醒过来 我想 我等 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总有一天 我的谜底会揭开 音乐间歇 一曲终了 郑金宝兴奋叫道 香香真漂亮 唱得也太好听了 站在不远处的林凡 跟着点了点头 事实上 很多主播并不漂亮 甚至是肥头大耳 满脸麻子 十分难看 但 他们在美颜的效果下 却美若天仙 从而大言不惭地 自居颜值主播 不过 这些美颜 在林凡的真实之眼下 无所遁形 颜值 九十四 好感度 五十 颜值九十四 无论身材 长相 绝对是无可挑剔的 好感度五十 他根本不认识林凡 甚至 见都没见过林凡 这显然属于正常 另外 这位香香的歌声 清脆 富有雌性 高低音转变得非常完美 而且 他唱歌的时候 不是完全按照原唱 还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改编 这就非常难得了 正经宝玉闷道 我们将是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位女神主播 可是 他为什么就不火呢 要是来几个大土豪 打赏就好了 林凡听到这里 眼神微动 他坐在自己的床上 拿出手机 进入鲨鱼直播 接着 林凡又点开了个人中心 欢迎您 打工人 鱼额 十亿鲨鱼币 果然 从红包里得到的鲨鱼币 已经到账 十亿鲨鱼币 相当于一千万元 如果 林凡自己开一个直播间 然后 直接全部打赏给自己 也能提现 但 这得注册直播 认证 提现还得与平台分成 扣除手续费 交税等等 最终 到手估计只有四百来万 麻烦无比 也拿不到多少钱 对此 林凡并没有什么兴趣 此时 他终于知道 该如何处理这十亿鲨鱼币了 只见 林凡在直播间搜索了关键字 香香 很快 那道精致的五官 进入了眼帘 这时 三架火箭从屏幕中 一飞而起 很快 屏幕上出现了许多弹幕 匡先生 唱得很好听 先赏三个火箭 晴天 膜拜土豪 一片混沌 一次性三个火箭 牛逼 更多的弹幕 则是666 要知道鲨鱼直播的火箭 需要十万鲨鱼币 相当于一千元 一次性三架火箭 那就是三千元 这数额 在某些大主播那里 或许算不得什么 但 对于香香 这种小主播 绝对算得上罕见了 香香高兴道 谢谢匡先生的三个火箭 谢谢 匡先生 香香人长得好看 歌也很好听 就是这外面的衣服不好看 我觉得还是脱了吧 匡先生开了一家小工厂 每年可以赚个几十万 他很喜欢看直播 非常迷恋视频里 那些漂亮的主播 但 他也明白 自己那点钱 根本不可能搭上大主播 所以 匡先生经常将目标 锁定在一些小主播身上 随着匡先生的消息出现后 如雨点般的弹幕 快速滚动 梁城 对 脱了吧 顺其自然 匡先生打赏了三个火箭 直接成了绑一大佬 这算是绑一大佬的第一个要求 这必须得听啊 V 没错 要不然 绑一大佬 可就要生气了 坐在电脑前的郑金宝 咬牙切齿道 我刚还以为 香香终于有土豪支持了 竟然是一个伪 锁难 说完后 郑金宝一双肥胖的手指 在键盘上快速跳动了起来 大金宝 香香 你不要听他们喷烂 千万不要拖 在郑金宝心里 香香就是女神 他不想女神受到玷污 匡先生见香香 许久都不回答 于是又发出了消息 匡先生 里面又不是没穿衣服 脱了外面也没什么吧 匡先生 成为绑一 一点要求都不愿意答应吗 这以后 谁还敢打赏啊 有人吗 别说打赏了 直接脱粉 瞧一瞧 对 脱粉 直播间的香香 看着滚动的弹幕 轻咬性唇 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香香喜欢直播 轻松 自在 还能展示才艺 另外 直播每天可以获得一笔收益 这才让香香的直播 得以为继 而如果大量脱粉的话 收入方面肯定会大幅度降低 直播还能否继续 到时候 该如何是好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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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四架火箭从屏幕上移画过 打工人 我现在好像是绑一了 打工人 那我也可以要求 一下香香吧 打工人 香香穿着这样的衣服就挺好 不用脱 林凡发出这条消息后 直播间里跟着出现了流水般的弹幕 谁 四个火箭 那就是四千元啊 一二三 香香今天有两个土豪了 更多的 则是六百六十六之类的字眼了 香香忙道 谢谢打工人 谢谢 匡先生剑词 脸上闪过了一抹木翼 自己打赏了三个火箭 他却打赏四个 这根本就是当众挑衅自己 可恶 不过 匡先生也没有立刻反击 他先点开打工人的资料 发现只是一个等级四的账号 当即冷笑道 打工人 估计是哪个小公司的小职员 四个火箭 怕是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吧 真是自不量力 接着 匡先生又点击了 匡先生又点击了礼物两下 送 送 直播间里又是两架火箭冲天而起 此时 匡先生的火箭总数达到了五架 他重新登上了绑一位置 随着这两架火箭出现后 直播间变得更加热闹了起来 黄中黄 又是两个火箭 匡先生牛逼 穷 嘿嘿 匡先生重新变成绑一了 香香你赶紧听匡先生的 脱了外面的衣服吧 教徒 不知道打工人会不会再打赏火箭 否则香香还是听匡先生的吧 什么便 那个打工人 估计是在哪家工厂上班的吊丝 他打赏四个火箭 恐怕就已经花光了工资 哪里还有钱打赏 小虫子 匡先生牛逼 匡先生非常享受众人对他的夸赞 得意孝道 和我斗 嫩了点 送 送 然而 下一刻 直播间里 两架火箭冲天而起 打工人 再次打赏了两架火箭 骨头汤 打工人又变成绑一了 疯狂 牛逼啊 这两位大佬 是要杠上了吗 我是小学生 不知道匡先生 还会不会打赏 321 这肯定得打赏啊 要不然 匡先生的面子 往哪个 匡先生脸色微沉 闷哼道 我倒要看看 你一个穷 有多少钱 话落 他用力点击了两下屏幕 两架火箭 在直播间里 一飞而起 此时 匡先生打赏的火箭 总数达到了七架 疯狂 嘿嘿 这两位大佬真的杠上了 有好戏看了 一户123 匡先生 一听就是大老板 还是他更牛逼 疯子 我也觉得匡先生牛逼 嗖 嗖 弹幕还没出现多少 直播间又出现了 两架新的火箭 打工人 再次打赏了 匡先生眉头紧皱 此时 打工人总共打赏了八架火箭 如果自己要超过他 就必须再打赏两架火箭 那么 自己总共就打赏了九架火箭 一共九千元 虽然匡先生每年可以赚几十万 但 为了争一口气 就花费九千元 还是让他有些舍不得 犹豫了许久 匡先生终于咬了咬牙 哦 那个打工人 应该已经没钱了 最后再打赏两个火箭 如果他继续打赏 就放弃 说完后 匡先生终于点击了屏幕两下 坐在床上的林凡剑尺 嘴角微勾 打工人 算了 不和你玩了 消息发出 搜 搜 搜 一架 两架 三架 十架 五十架 一百架 足足一百架火箭 如同倾盆大雨 瞬间落满了整个直播间 风中男子 卧槽 黄中黄 卧槽 小明 卧槽 弹幕中 出现了无数的卧槽 显然 所有人全都震惊到了极点 风中的男人 妈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手机 我是小学生 九百九十九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六番了 皇子 拜见打工人神豪 也无怪 他们会如此激动了 要知道 一个火箭价值一千元 一百个火箭 就是足足十万元 这种大额打赏 整个鲨鱼直播一天 都发生不了几次 然而 他们却不知道 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搜 搜 搜 密密麻麻的火箭 再次布满了屏幕 十架 二十架 五十架 一百架 又是足足一百架火箭 但 这依旧没有结束 火箭仍然在不断升空 香香直播间的动静 很快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原本 只有几百在线观众 随着这些火箭出现后 慢慢变成了几千观众 几万观众 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观众的数量 还在不停增长 大柳树 天啊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三百二十一 刚有个叫匡先生的人 和打工人神豪比火箭 他哪里知道 打工人神豪 根本就是在玩它 直接坑了他几架火箭 瞧一瞧 真是笑死我了 那个匡先生 竟然还和打工人 神豪比火箭 疯子 对了 那个匡先生呢 黄中黄 快看看匡先生 还在不在 原本 匡先生还在半张嘴巴 用无比呆滞的目光 看火箭 但 注意这几条弹幕后 急忙退出了直播间 打脸 实在是太打脸了 匡先生放下手机 咽了口水 结巴道 这究竟是什么人啊 直播间的火箭语 并没有因为匡先生的离开 离开而停下来 渐渐的 不止观众被吸引 就连一些大主播 也不由将注意力 落在了香香直播间 泉水 六百火箭了 这究竟要打赏多少啊 儿子 你好 围观神豪 天天向上 神豪 这才是真正的神豪 恭喜发财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打工人 牛逼 大男人 你们看 默默来了 小小小小 天啊 真的是默默 我最喜欢看他的直播了 默默见自己被人看见后 也没有隐藏 大大方方的发出了消息 默默 我也是来围观 打工人神豪的 瞧一瞧 打工人神豪牛逼 为我独大 打工人神豪 默默很好看 唱歌也很好听 你也看看默默直播吧 汪汪汪 没错 默默很棒的 小明同学 默默 我爱你 当第一千架火箭 从直播间飞过的时候 火箭雨 终于停了下来 打工人 香香 你直播得很好 以后有空的话 我还会来看你的 香香看着直播间里 密集的火箭 和不断上涨的观众 整个人早就被惊呆了 直到此时 他看见打工人的消息后 这才回过神来 忙的 好 好的 谢谢打工人神豪 谢谢 显然 香香也被弹幕里的称呼 给影响了 默默 鲨鱼直播排名前十的人气主播 先前 默默听说有神豪 打赏了几百个火箭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惊了 并忍不住跑到对方直播间 去看了一眼那盛大的场面 因为 即便是默默 也从未有过这种待遇 此时 默默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 他随着潺潺的音乐 轻轻晃动可爱的郊区 接着 他缓缓张开樱桃小嘴 顿时 一道如泉水叮咚的美妙歌曲 响彻了整个直播间 也正是这个时候 直播间里出现了金色提示 欢迎帝王打工人 来到直播间 每个月在鲨鱼直播 消费一亿鲨鱼币 也就是一百万元 可获得帝王称号 这也是鲨鱼直播 最高级别的称号 林凡刚打赏了一千个火箭 刚好拥有了帝王称号 随着这条提示出现后 默默直播间立马沸腾了 龙之子 卧槽 打工人神豪来了 风中的追寻 拜见打工人神豪 瞧眼 打工人神豪来 默默直播间了 太好了 就连正在唱歌的默默 声音中也多出了一抹激动 默默趁着歌曲空隙的时候 兴奋到 欢迎打工人神豪 打工人来到了直播间后 默默唱歌 变得更加的富有动力了 一曲终了 林凡也跟着点了点头 颜值 九十五 好感度 六十 打工人 我喜欢听 那些年 不知道默默可以唱给我听听吗 默默高兴道 当然没问题 很快 音乐响起 默默也跟着张开了嘴巴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记忆中那青涩的脸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不得不说 默默不愧是鲨鱼的人气主播 轻易将那些年 悠扬 婉转的曲调 全都唱了出来 听着这首歌曲 让人不由想到了那些青涩的脸庞 以及活泼 甜静的身影 音乐渐歇 一曲终了 默默用期待又紧张的语气 问道 打工人神豪 我唱得怎么样 那模样 就像是刚上教试卷的学生 无比的忐忑 打工人 好听 嗖 嗖 下一刻 密集的火箭雨 在屏幕上飞驰而过 十架 一百架 二百架 五百架 足足五百架火箭 遍布了整个直播间 直播间 先是出现了满屏的六百六十六 接着 才有人发出了文字 相似 膜拜打工人神豪 风骨一时 这是膝盖 我贵了 还不行吗 小胖子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强子 我的目标 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打工人 默默一双明亮的毛子 忽闪忽闪 隐约有泪光晃动 无比激动到 谢谢 谢谢打工人神豪 打工人神豪 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我继续唱给你听 林凡想了想 这才发出了消息 打工人 我可以 毅然一爆炸 你会唱这两首歌吗 默默忙道 我这就唱给你听 音乐响起 歌声传出 这两首歌曲风不同 但根本没有难住默默 他全都唱得非常动听 各有特色 林凡听得缓缓点头 接着 他又对着屏幕一阵点击 顿时 默默的直播间 再次下起了火箭大雨 一百架 二百架 五百架 又是足足五百架火箭 遍布了默默直播间 直播间满屏都十六百六十六 原 打工人神豪 小爱唱歌也很好听 跪求打工人神豪 去看小爱直播 ID 没错 没错 小爱不仅唱歌好听 长得也很好看 林凡看到这些弹幕后 随手搜索了关键词 小爱 很快 一张清纯 甜美的面容 出现在了眼前 颜值 九十三 好感度 六十 与此同时 小爱直播间也跟着出现了提示 欢迎帝王打工人 来到直播间 顺其自然 打工人神豪来小爱直播间了 一路向西 贵宾一位 欢迎打工人神豪 天地 卧槽 是打工人神豪 小爱自然也知道打工人 整个郊区激动地跟着晃动了一下 高兴道 欢迎打工人神豪光临我的直播间 打工人 谢谢大家 谢谢小爱 打工人 小爱可以唱一首红色高跟鞋吗 小爱忙道 当然可以 请打工人神豪稍等一下 很快 直播间里想起了一阵轻快的歌曲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 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 你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 就这么双最后唯一的红色高跟鞋 音乐停歇 打工人 唱得不错 下一刻 十架 一百架 二百架 五百架 漫天的火箭遍布了整个直播间 林凡赠送了五百个火箭后 没有去理会无数崇拜的弹幕 和小爱由衷的感激 他又重新回到了香香的直播间 再次赠送了五百个火箭后 直接退出了鲨鱼直播 拿下了耳机 毕竟 林凡下午还有课 另外 一直点击赠送火箭 林凡的手指也感觉有些酸胀了 必须休息一下了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香香被打工人 神豪打赏了一千五百个火箭 郑金宝兴奋大叫 我就说 香香总有一天会火的 郑金宝高兴地手舞足蹈 身上的肥肉跟着上下跳动 那模样 简直就像一千五百个火箭 打赏给他了一样 我滴个乖乖 又赠送了五百个火箭 这究竟是怎样的神豪啊 宋义感叹道 郑金宝大叫道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顿了顿 又立直到 我以后 也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打工人 向来爱学习的马忠 一直注意着两人的对话 此时 他终于放下了书本 忍不住问道 什么打工人 什么打赏了一千五百个火箭啊 宋义道 就在刚刚 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鲨鱼直播出现了神豪打工人 不仅给香香打赏了一千五百个火箭 还给默默和小爱 分别打赏了一千和五百个火箭 加起来 也就是总共打赏了三千火箭 一个火箭一千元 三千个火箭 合计三百万元 什么 打赏了三百万 马忠瞪大了眼睛 虽然 他已经猜测刚刚的直播 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 但 也没想到 事情竟大到了这种程度 二十多分钟 打赏三百万 贫穷 限制了他的想象 鲨鱼直播总部 总经理道 一下子打赏了三千个火箭 快查查鲨鱼必来源 来源正常 技术经理道 好 总经理无比兴奋 快 全网宣传 网络拥有极快的传播速度 再加上鲨鱼直播的友谊宣传 很快 打工人 神豪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引来了无数人的崇拜 对于这些 林凡全都没有太过关注 此时 他正和马中 宋义 正金宝三人 已经来到了教室 今天下午是老教授的课 班上的学生全都打着哈气 昏昏欲睡 然而 下一刻 所有人却全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猛地挺直了后背 因为 走进教室的 竟然不是老教授 而是胡田 今天的胡田 秀发高高盘起 再加上一件淡红色包 臀长裙 整个人显得端庄秀丽 宛若贵族 公主 让人着迷 胡田道 万教授 今天临时有事 请我来帮他上一节课 大家和我说说 万教授上到哪里了 或者 和我说说 哪里有什么不懂的 二十页 数人的基础内容 韩朔 几乎是胡田话音刚落的瞬间 整间教室立马响起了 争先恐后的叫声 在众学生看来 这是与田田老师交流的 极佳时刻 胡田点点头道 那好 我就先给大家 简单讲讲数论 今天是周五 以往所有学生 全都恨不得早点上完课 快点放学 从而开始周末的美好时光 但 今天 众学生却是全都希望 这节课慢一点 再上久一点 因为 这样就可以和田田老师 多待一会儿了 然而 时间根本不会因他们的想法 而有丝毫改变 伴随着一阵 轻快的铃声响起后 本周的课程也就到此结束了 胡田收起课本道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顿了顿 又道 林凡 你过来一下 林凡心中疑惑 难道 又是想要讨论 铃声速述猜想 这样想着 林凡缓缓起身 跟着胡田走出了教室 而他身后 则是所有同学杀人般的目光 林凡错开了 胡田一个身位 紧紧跟在了后面 随眼便可以看到 胡田如同宫廷花瓶般的身材 心中赞叹道 难怪大家都那么喜欢他 仅仅是一个背影 就秒杀了一大群女人了 这时 胡田缓缓转身 问道 听说你报名全国数学建模大赛了 林凡不由回想起了 自己同意报名后 孙耀东一路小跑的身影 叹道 孙辅导的动作 还真快 林凡点点头 无奈道 是的 胡田言文 脸上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容 道 原本 我还有些担心 我们学校今年数学建模的成绩 现在看来 完全不用担心了 顿了顿 又道 不过 我是真没想到 你会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到时候 你会不会有种欺负小孩子感觉 胡田可是非常清楚 林凡对数学研究 到了何等地步 甚至 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数学教授 这也是胡田经常找林凡 讨论问题的原因 在胡田看来 林凡去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简直就像是让高中生 去参加小学数学考试 这不是欺负小孩子 又是什么 林凡摇头道 田田老师 你真是高看我了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数学建模大赛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赛事 虽然 林凡拥有了院士级的数学经验 但 那只是在解题思维 公式运用 计算等方面 拥有远超常人的能力 而关于这些赛事 他还真不太清楚 也没有特意去了解 胡田古怪地看了眼林凡 不知道是什么赛事 就报名参加了 不过 他也没有深究 解释道 数学建模大赛 是由两名计算机学院的学生 和艺术学院学生 组成的全国性团体竞赛 具体分工为数学和电脑设计 两名计算机学院的学生 林凡微微皱眉 他才进入江北大学 根本不认识什么计算机学院的学生 这该如何是好 胡田似乎是明白林凡的顾虑 笑道 放心吧 我们已经帮你找到两名 非常可爱的计算机天才了 保证让你满意 顿了顿 又道 对了 你待会儿得去一趟 一号实讯楼305市 先熟悉一下两名计算院的同学 顺便可以听指导教授 讲解数学建模大赛的具体规则 林凡道 我还以为是你当我们的指导教授呢 胡田身形微微一顿 解释道 指导你们的 是我们数学院的张教授 他在数学建模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比较适合指导你们 林凡点了点头 接着 胡田子好像有什么事 又随便说了两句 就迈出洁白的长腿 朝办公室方向 大步而去 一号实讯楼305市 宽敞的房间里 摆放了约莫20张桌子 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 此时 夏冰和夏雪这对双胞胎美女 正静静地坐在其中两个位置上 他们掏出手机 无比熟练地点开了林凡的名字 并在早已经写了数百文字的对话框里 继续书写 在双胞胎美女认真写东西的时候 林凡终于来到了305房 林凡一眼就看到了穿着红色长裙 和蓝色长裙的双胞胎美女 不禁愣了一下 他们怎么在这里 难道 他们就是田田老师嘴里 非常可爱的计算机天才 非常可爱是没错 但 他们是计算机天才 完全看不出来啊 林凡带着心中的疑惑 缓缓朝双胞胎美女走去 当来到双胞胎美女身边的时候 林凡再次愣了一下 因为 他发现双胞胎美女 正在自己的对话框里 写满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内容 你好 请问你睡了吗 谢谢你篮下篮球救了我 月亮好圆 你看到了吗 你今天好像没有打篮球 明天会去吗 今天天上有好多星星 明天应该要是好天气 你会去打篮球吗 今天终于看到你打篮球了 真的太好了 明天 你会给我们发消息吗 老师帮我们 报名了数学建模大赛 不知道会和什么人组队 有些紧张 对了 一直都忘了问 你是哪个学院的 林凡看到这里 整个人像是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 他终于明白 双胞胎美女 为什么没有给自己发消息了 因为 他们不敢 即便是对话框里写满了话 却也根本不敢点击发送 林凡也知道 双胞胎美女喜欢自己 甚至 好感度达到了99点 不过 林凡觉得 只要自己不去找他们聊天 不再遇上他们 那么 双胞胎美女对自己的好感度 应该就会慢慢降低 他们应该就会慢慢忘记自己 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此时 林凡才明白 自己错了 而且 还是错得离谱 双胞胎美女对自己的感情 早已经深入骨髓 这就像一瓶美酒 时间越久 越是醇厚 这时 双胞胎美女似乎注意到旁边有人 纷纷侧过了身子 下一刻 六目对视 双胞胎美女 全都呆住了 她 是她 她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了 双胞胎美女脸上露出了一抹难以掩饰的喜色 接着 他们好像想到了什么 盲从身后的大背包里 拿出了一瓶脉洞 递到了林凡面前 咚咚 这时 一名发际线有些上扬的张教授走了进来 他笑着道 咦 你们都来了 双胞胎美女 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始终用无比期待的目光 看着林凡 人心都是肉掌的 双胞胎美女对自己如此痴情 林凡又怎可能无动于衷 终于 林凡缓缓缓张开双臂 一把将双胞胎美女揽进怀里 双胞胎美女举着脉动 感受着林凡的体温 清秀着她身上独有的味道 整张翘脸一片桃红 她 抱自己了 站在远处的张教授见词 半张嘴巴 满脸呆滞 没错 大学不反对学生恋爱 甚至 还有一些学生 直接在大学里结婚 生子 但 那也是建立一名男生 和一名女生的基础上 而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名男生当着自己的面 同时抱住了两名学生 自己该怎么办 假 假装看不见 如果 张教授先前无声无息地来 此时 又无声无息地退出去 那倒也没什么 但 关键是她刚刚打了招呼 犹豫了许久 张教授终于倾咳了两声 道 你们就是数学院的林凡 和计算机院的夏兵 夏雪吧 林凡好像这才注意到张教授 缓缓放开了夏兵和夏雪 道 是的 张教授不愧是一介教授 早已见过了无数的风浪 很快就将刚刚的一幕 抛到了脑后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勇 是数学院的教授 数学建模是利用数学工具 和计算机建立模型 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 张勇说到这里 笑道 当然 你们都是每个学院的佼佼者 这些简单的概念问题 我就不多啰嗦了 顿了顿 张勇又道 林凡 你应该也知道 夏兵和夏雪的情况 所以 你不仅要负责数学计算 论文 还要负责答辩 有没有问题 然而 张勇却是根本不等他回答 继续道 没问题就好 林凡 自己说什么了吗 张教授 你直接替自己做决定 真的好吗 而在张勇的眼里 林凡都已经将夏兵 夏雪 全都抱进怀里了 并且和他们两人组队 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肯定是早就做好了这些准备 张勇道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吧 张勇随意在教室里扫了一眼 道 你们现在用数学知识 设计一款舒服的椅子 如果换一个人 突然听到这种问题 肯定会一脸茫然 椅子不就是那样吗 还需要用数学知识去设计 而林凡则不同 他的脑海中 立马出现了大量的数据 接着 他侧身对双胞胎美女道 我来说 你们来设计 怎么样 此时 双胞胎美女整张脸 依旧处于潮红状态 他们听到林凡的话后 激动地连连点头 很快 305时讯事 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 键盘富有节奏的声音 只是几个小时 一款造型摩灯 各项数据全都非常完美的椅子 便出现在了电脑桌面上 见此 张勇半张嘴巴 整个人彻底呆住了 由衷赞叹道 好 很好 你们的数学建模能力 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如果 在数学建模大赛的时候 你们可以正常发挥的话 拿个果奖 应该问题不大 说到这里 张勇脸上不满了笑容 江北大学 作为全国前十的重点大学 但 这些年在数学领域的荣誉 却少得可怜 这不禁让他们这些数学教授 全都脸色无光 而如果能够拿到一个果奖 显然是不错的事情 张勇又道 不行 我得让胡田教授 也来帮忙培训你们 他是数学建模的专家 如果有他的帮助 你们说不定 有机会冲击高教呗 此话一出 张勇脸上浮现出了 一抹难以掩饰的激动之色 那模样 仿佛林凡三人 已经获得了高教杯一样 高教杯 也就是数学建模大赛第一名 要知道 江北大学自成立以来 还从没有拿过高教杯 如果本届能够实现 对江北大学 尤其是对数学院来说 绝对是荣誉 天大的荣誉 于是 张勇又随意交代了几句 便急匆匆地走出了三菱五世 显然 他这是准备找胡田和院领导们 好好商量一下这件事 而林凡听完张勇的话后 脸上则是露出了一抹古怪之色 张勇说 胡田是数学建模的专家 有他的帮助 自己有机会冲击高教杯 但 胡田 不是说张勇在数学建模方面 有很高的噪音吗 还说张勇比较适合指导自己吗 林凡看着张勇离去的背影 摇了摇头 暂且将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接着 林凡扫了眼空荡荡的实讯室 和两侧电脑屏幕里近乎完美的椅子 他脑海中不由回想起了夏冰和夏雪操作电脑时 那无比熟练的动作和高超的记忆 忍不住道 你们能帮我在网上找一件东西吗 夏冰和夏雪两个小脑袋 如同小鸡灼米般不住点头 在他们看来 能够帮林凡的忙 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林凡道 我想找百年人参 你们看看 哪里有卖的 他这段时间 经常在网上搜寻百年人参的消息 但 除了搜到一大堆人爱医院外 并没有任何发现 林凡时常在想 或许是自己电脑技术太差的原因 如今 他看到拥有远超超人 电脑技术的夏冰和夏雪 所以 忍不住问了一句 噼里啪啦 是才安静了片刻的时讯楼305室 再次响起了一阵富有节奏的声音 与此同时 两台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字符 很快 一则消息从两台电脑屏幕上锁定了出来 9月7日 京城新月酒店举行拍卖会 拍卖品 明代王夺 拟山元铁 明代官窑青菊碗 百年人参 林凡看到这里 双眸微微一亮 9月7日 那不就是明天 或许 自己明天就可以得到百年人参 从而得到购买医疗药水的权限了 夏冰 夏雪 你们这是帮了我大忙啦 林凡高兴到 听到林凡的夸奖 夏冰和夏雪整张俏脸 立马变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花朵 灿烂极了 由于拍卖会是明天举行 所以 林凡并没有在三零五室待太久 他必须抓紧时间赶往京城 此时 张勇快步走进了办公室 好消息 好消息 张勇兴奋道 什么好消息 有老师问道 张勇道 本届数学建模大赛 我们学校最少会出现一个国家 你们说是不是好消息 真的 那还有假 甚至 如果胡天教授也帮忙培训 我觉得 冲击高教杯也并无不可能 张勇兴奋道 此言一出 办公室数位老师全都发出了惊讶无比的声音 胡天问道 你应该是说林凡那组吧 看来你也知道他们 胡天教授 明天开始和我来一起给他们培训吧 张勇道 然而 胡天却是摇摇头道 我不会给他们培训的 这是为什么 胡天教授 我敢保证 他们绝对是我见过的 最有天赋的一组成员 张勇道 胡天道 这件事 我已经和院长他们说过 所以 你就不用劝我了 张勇看着他坚定的表情 叹了口气 道 好吧 哎 我刚还和林凡他们说 如果让你帮忙培训 说不定可以拿高教呗 现在他们 怕是要失望了吧 胡天言文 不由揉了揉额头 心中暗道 张勇嘴巴怎么这么快 自己刚对林凡说 张勇适合给他培训 转眼就被被卖了 江北大学 104宿舍 林凡刚走进去 宋义 马忠和郑金宝三人 便齐齐将目光投了过来 樊哥 田田老师又找你去办公室 讨论数学问题 宋义问道 说到这里 三人的眼睛都有些泛红了 羡慕 极度 接连数次和田田老师 单独相处几个小时 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 林凡回答道 那倒没有 田田老师让我去实训楼 参加数学建模大赛的培训 数学建模大赛 还有培训 宋义 马忠和郑金宝 全都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他们全都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 郑金宝问道 该不会是田田老师给你培训吧 此言一出 三人眼睛又有些发红了 林凡道 是一位叫张勇的教授 宋义 马忠和郑金宝 恍然点头 神色渐渐恢复了正常 培部培训不重要 重要的是田田老师 宋义见林凡 似乎是在收拾行李 问道 林凡 你这是要去哪里了吗 是的 我有点急事 需要去趟京城 林凡道 宋义道 那你路上小心 林凡点了点头 大步朝外面走去 他还没走多远 口袋里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原来是刘宇航打来的电话 林兄弟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百年人参的下落了 刚接通电话 里面便响起了 刘宇航激动的声音 林凡神情微微一动 道 是京城新月酒店的拍卖会吗 咦 林兄弟已经知道了 刘宇航惊讶到 林凡听完刘宇航的话后 脸上多出了一抹喜色 事实上 当夏宾和夏雪从网上搜到拍卖会消息的时候 林凡根本无法确定究竟有没有百年人参 但 只要有一丝希望 他就要去京城看看 如今 又从刘宇航嘴里得到这个消息后 林凡立马明白 京城确实有百年人参 林凡道 是的 我也才刚知道消息 现在准备去趟京城 哦 我也有一段时间没去京城了 我和一起去怎么样 刘宇航道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林凡道 林凡并不清楚 新月酒店的拍卖会 是否需要琴帖之类的东西 如今 有刘宇航一同前往 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行 那我们机场见 刘宇航道 江北市作为中部的大型都市 机场极为气派 即便是晚上也人潮涌动 喧闹无比 穿着灰色衬衫 戴着大矿眼镜的刘宇航站在远处 不住招手道 林兄弟 这里 林凡看了眼手表 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登机吧 僵尸单顿Tour.LL 林兄弟 想不到你连这款表都搞到手了 刘宇航激动叫道 林凡道 一只手表而已 对你们刘室医药来说 算不了什么吧 刘宇航苦笑道 我们刘室医药的钱 都被我爸管控着 他每年也就给我点零花而已 我当初为了买大牛 差不多省吃俭用了一年 如果想要买你这只僵尸单顿Tour.LL 还得再省吃俭用一年才行 零花钱省吃俭用一年 买一辆大牛 可还行 刘宇航叹了口气道 还是你爸妈好啊 直接给你买大牛和僵尸单顿Tour.LL 顿了顿又到 对了 林兄弟 方便告诉我 你家是干哪一行的吗 我们两家说不定以后可以联合搞点业务什么的 在刘宇航看来 林凡既有大牛 还有僵尸单顿Tour.LL 其强大的财力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 林凡还与宋家新走得很近 家族势力也绝不一般 如果能够拉近刘氏医药和林凡家族的关系 毫无疑问 是一件大好事 林凡稍微一想 就知道了刘宇航的想法 如实道 我家只是在青市开了家小服装店 恐怕没办法和你们家族搞联合业务 刘宇航自然不会相信什么小服装店 他只当林凡是在谦虚 此时 刘宇航心中已经在默默思考青市的大型服装公司了 只是一时之间并没有什么头绪 刘宇航道 这可不一定 说不准 哪天我们两家就合作搞什么项目了 林凡笑了笑 并没有过多解释什么 两人就这样边走边聊 直接来到了机场 VIP后车室 并提前登上了头等舱 飞机平稳运行 约莫两个小时 便成功抵达了京城 两人走出机场 一辆大气的奔驰S500 已经等候在了不远处 刘十一要最大的分公司 位于京城 而这辆奔驰S500 就属于公司用车 林凡坐在静谧的奔驰S500中 看着远处林立的高楼 和一座座充满年代气息的四合院 微微点头 心中赞叹道 不愧是国内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这时 刘宇航放下手机 兴奋笑道 林兄弟 我们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 听风别院今天竟然有局 现在还早 一起去玩玩 怎么样 通过这次搜集百年灵芝和百年人生的事情 让林凡明白 有时候适当结交一些人 也是有必要的事情 另外 反正晚上也没什么事 玩玩也无妨 于是 林凡点点头 到 好 放心 绝对让你满意 刘宇航笑道 听风别院 是位于京城三环附近 一座造型如同宫殿般的大型别墅 此时 法拉利 保时捷 宾利等各种豪车 整齐地排列在了门口 听风别院大厅院落极为宽广 里面摆满了烤肉 顶级刺身 鹅肝等等许多美食 一位位穿着名牌衣服 和比基尼美女们 在中间的恒温泳池周围来回穿梭 嬉笑不断 好不热闹 刘宇航低声道 林兄弟 有没有看中哪个 没有 林凡摇摇头道 刘宇航道 这么多都没看中 林兄弟 你眼光和我一样高啊 他说到这里 恰好看到一位穿着花纹比基尼 身材凹凸有致的美女 眼睛微微一亮 道 那你慢慢看啊 我先去了 刘宇航说完后 整了整衣服 端起一杯红酒 大步朝着比基尼美女走去 这时 有着一捧乌黑长发 五官精致 玲珑的美女 缓缓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白色连衣包臀裙 和如玉的肌肤相得一张 并将完美的身材凸显了出来 OYO 在林凡的印象里 连加韩经理的身材 和他相差不多 但 他的外貌 却又胜过韩经理 或许 只有田田老师 能够和他相提并论 林凡不禁用真实只眼观察了起来 颜值 97 好感度 50 颜值97 只是稍训田田老师一点 无疑 这是一位超级美女 听风别院很多男士 也很快注意到了她 她们纷纷迫不及待地 朝着连衣群美女走去 这其中 还包括了刚端着红酒 走向比基尼美女的刘宇航 很快 连衣群美女 便被团团包围了起来 林凡见此 微微摇了摇头 美女虽好 但 如果让自己 如同舔狗般地粘上去 那是万万不能去做的事情 林凡扫了眼周围 将目光落在了 不远处的白色钢琴上 只是站着 实在有些无聊 于是 林凡漫步走到了钢琴前坐下 她先是环视了一圈 吸了口气后 这才将修长的食指 落在了黑白按键上 顿时 一阵轻快 婉转的音符 从指尖跳跃了出来 原本嬉戏的美女 渐渐停下了交流 侧身看了过来 正在泳池里 畅快遨游的比基尼美女 忽然窜出了水面 趴在泳圈上 静静聆听 就连远处的连衣群美女 也开始抬头眺望 她们所有的目光 全是钢琴所在的位置 全是林凡 随着钢琴曲的进行 在她们脑海中 仿佛看到自己长出了翅膀 化身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肆意飞翔 轻松 自在 无比幸福 而在她们眼里 林凡则如同变成了花海中 一只绽放着绚烂光芒的蝴蝶 让人着迷 她们 全都有些吃了 一曲终了 现场立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弹得真好听 太棒了 连一群美女 更是迈出高挑的长腿 主动走了上去 她微笑着道 我还是第一次 弹得这么好听 林凡根本没想到她会过来 先是愣了一下 半想才到 过奖了 喝一杯吗 连一群美女递出一杯红酒道 林凡没有回答 直接接过红酒 与连一群美女 轻轻碰了一下 然后 缓缓倒入了嘴里 入喉丝滑 甘甜 却又不失酒香 让人有种回味之感 不错的酒 林凡点评道 先生还懂酒 连一群美女 美眸闪动 道 虽然 林凡喝酒动作简单 但 却娴熟 连练 如行鱼流水 极为洒脱 再加上恰当的点评 仿佛她就是酒的主人 让人着迷 饮酒绅士 魅力无限 略懂一点 林凡道 礼貌而又谦虚 实属难得 随着交流的深入 连一群美女 不仅没有彻底了解林凡 反而 让她觉得 林凡更加神秘 情不自禁想要靠近她 认识她 那些先前 与身边男士相谈融洽的美女们 则再也没有了 与身边男士交谈的想法了 他们时不时看看 远处林凡和连一群美女 他们期盼着连一群美女 突然离开林凡 那么 自己或许就有机会了 然而 他们的期盼 终是突然 最终 林凡搂着连一群美女 纤细地腰肢 缓缓朝听风 别愿包房走了过去 这一晚 林凡和连一群美女 都没有睡觉 只是包房的床 摇晃了一整夜 一日 当林凡睁开眼睛的时候 整间包房只有她一人 林凡看了眼 不知踪迹的洁白床单 眨拔了一下眼睛 喃喃道 这 算什么 林凡摇晃了一下脑袋 这才穿衣 起床 叮 这时 林凡的手机微微一震 两条短信出现在了屏幕上 零点 招商银行存入 七十一万零三百元 十点十分 招商银行存入 六千五百万元 对于第一条消息 林凡并没有任何意外 因为 每天早上起床 她都会收到七十万左右 但 第二条消息 又是怎么回事 六千五百万元 叮铃铃 就在林凡疑惑的时候 她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林凡看了眼来电提示 原来是乾坤大厦的物业经理 汪忠德 看到她的电话后 林凡心中 对六千五百万的汇款 立马有了猜想 林先生 您好 我是乾坤大厦的小汪 请问打扰到您休息了吗 汪忠德小心翼翼道 如果被乾坤大厦各公司的老板知道 汪忠德称呼自己为小汪 并且如此小心的模样 不知道是何表情 林凡道 没有 汪忠德忙道 是这样的 昨天 我按照您的要求 收取了乾坤大厦所有公司 明年的房租 合计六千五百万 原本 我昨天 就想将钱汇给您 但 银行系统出了问题 直到今天才提示到账 请问林先生 您收到了吗 林凡道 你做得不错 我已经收到了 谢谢林先生的夸奖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汪忠德高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打扰林先生休息了 再见 即便是林凡 突然获得六千五百万 嘴角也不禁微微上扬 如今 林凡卡里的资金 已经达到了八千一百万之巨 此时 刘宇航早已等在了 听风别院楼下 他看到林凡后 嚎叫道 林兄弟 你昨天可把我们害苦了 你们 林凡疑惑 可不是吗 昨天 所有美女全被你吸引过去了 其他人几乎没有一个没成 也包括我呀 刘宇航叫道 他说到这里 眼睛好像有些泛红了 委屈 无奈 自己好不容易遇上 听风别院的局 容易吗 林凡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 轻咳嗽了一声道 对了 新月酒楼的拍卖会是什么时间 刘宇航看了眼时间 道 十二点半 我们现在过去 时间应该就差不多了 林凡点点头道 行 那我们就过去吧 新月酒店位于京城二环边 整座酒店外墙 由大理石堆积而成 看上去无比时尚 酒店里面装修 则片中式风格 刁蓝玉器 灯笼高挂 一缕缕檀香的香气 四散飘荡 给人一种静气 祥和之感 刘宇航爆出刘氏医药的名号后 被分到了三楼的包厢中 包厢不大 但 却摆放着上好的红木桌椅 奢华依旧 刘宇航和林凡走进包厢后 一名身材匀称的服务员 并微笑着走了进来 服务员递出一本用真皮包裹的菜单 道 请问两位有什么需要的吗 刘宇航直接将菜单推到了林凡面前 道 这里的茶水 饭菜 全都很不错 林兄弟 你看看有什么想吃的 林凡随意翻看了几下 道 一壶龙井 欲带虾仁 四季青菜 蚂蚁上树 青丰鸡汤 再来一份烤鸭 和五彩点心吧 别看林凡只是点了一壶茶 五道菜 和一份点心 但 这里可是新月酒店 即便是最便宜的四季青菜 也需要三百元一份 而其他菜 包括龙井和点心在内 全都在千元以上 这顿饭的消费 已经接近两万元了 当然 这对林凡和刘宇航来说 只是一点小钱而已 算不得什么 坐在包厢里 俯瞰新月酒店大厅高挂的灯笼 精致的雕纹 和古朴的摆件 别有一份滋味 林凡问道 这里的拍卖 有什么具体规则吗 倒也没有很多规矩 看中了拍卖品后 举起桌上的牌子 直接加价就可以了 刘宇航道 想了想 刘宇航继续道 但是 有一点 拍卖之前 必须要准备足够的资金 否则 后果会很严重 这无疑是为那些胡乱叫价的人 设立的规矩 林凡点了点头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刘宇航突然肚子 有些不舒服 就离开了包厢 这时 时间刚好来到了十二点 林凡口袋里的手机 微微一震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十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汉帝茅台一瓶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千元 这一次 林凡贡获得资金三万多元 和一瓶汉帝茅台 当林凡抬眼的时候 一瓶雕刻着精致龙形图案 外形如同玉玺的汉帝茅台 出现在了眼前 也是这个时候 刘宇航推门回到了包厢 他看着桌上造型奇特的汉帝茅台 问道 林兄弟 这是什么 酒 没酒 要尝尝吗 林凡道 没酒 那当然要尝 单看着包装 味道就绝对差不了 刘宇航舔了舔嘴唇 兴奋道 显然 他也是一位好酒之人 林凡拿起瓶子 就要朝面前的杯子里倒去 林兄弟 你这样太慢了 先到分酒器里吧 刘宇航道 林凡略作犹豫后 还是将酒先倒进了分酒器之中 顿时 一股浓郁的酒香 快速充斥了整个包间 刘宇航道 好香的酒 还有这酒花 真漂亮 说话间 刘宇航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林凡看着他激动的模样 直接给他满上了一杯 刘宇航也没客气 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 赞叹道 好酒 好酒啊 林凡也跟着喝了一口 微微闭眼后 跟着点了点头 踏踏 这时 一位身穿糖妆 头发花白的老者 和一名高挑的美女 恰好路过包厢 老者嗅了嗅鼻子 嘴里 传出一道轻一声 他略作停顿后 侧身敲响了包厢门 正品尝美酒的刘宇航 问道 我们还有菜没上吗 应该上棋了吧 林凡道 请进 刘宇航皱眉道 当看到是一名老者和美女后 林凡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而刘宇航则是半张嘴巴 彻底呆了 抱歉 打扰你们吃饭了 老者歉意道 听到老者的声音后 刘宇航才缓缓合拢了嘴巴 道 不 不打扰 请问您是周老吗 哦 你认识我 老者道 得到了老者的肯定回答 刘宇航脸上 立马布满了恭敬之色 周老好 我是刘四方的孙子刘宇航 我曾经跟着爷爷 在北方商会上 见过你一次 刘宇航道 周老回忆了一下 原来是刘四方的孙子 你爷爷的医术很不错 以前还帮我治过病 下次见到你爷爷 帮我问个好 爷爷听到您的话 一定会很高兴 刘宇航由中道 如果说 刘家是江北的顶级家族之一 那么 周家就是整个华夏的顶级家族之一 而面前的周老 周国焘 还是周家的姐 其身份 可想而知 是多么的高贵 也无怪 刘宇航会如此恭敬了 这简直 就像是平民见到了高高在上的贵族 其实 我之所以冒昧走进来 是因为被酒香给吸引住了 周国焘说话间 一双浑浊的毛子 直接落在了汉地茅台上 沧桑的老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回味之色 刘宇航张了张嘴 却是没能说出话来 如果汉地茅台是自己的 刘宇航绝对二话不说 立马将整瓶酒送给周国焘 美酒虽然好喝 但 如果能够借此教好周国焘 那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问题是 汉地茅台是林凡的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林凡道 老人家也是好酒之人 以前喝过他 那种味道 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周国焘道 林凡点点头道 我们也才刚吃 老人家如果不嫌弃的话 要不然一起坐下吃点 喝点 那我就不客气了 周国焘笑道 站在旁边的美女 则是提醒道 爷爷 您的身体 无妨 喝一点酒而已 不碍事的 周国焘道 说完后 自顾自地坐了下去 当周国焘看到分酒气的时候 皱了皱眉 道 喝价值三千万元以上的汉地茅台 竟然还用分酒气 有些浪费了呀 啪哒 刘宇航听到周国焘的话后 双手不由一抖 筷子直接掉落到了地上 结巴道 周老 您当当说 这酒多少钱 周国焘道 汉地茅台是1992年生产的十瓶至尊美酒 据统计 目前供应用了九瓶汉地茅台 上一瓶 是前两年以三千二百万拍卖成交 面前 应该就是这世上仅存的一瓶汉地茅台了 如果拿出去拍卖的话 价格 最少在四千万以上 如果换一个人说什么价值四千万以上的酒 刘宇航绝对会赔他一脸 吹牛逼也不打打草稿 但 说这话的人却是周家几辆 周国焘 那 就是事实 咕噜 刘宇航不由用力咽了口口水 脸上布满了亥然之色 一瓶酒价值四千万元以上 自己刚刚喝了一杯酒 那是多少钱 五十万 一百万 分酒器上残留的酒业 又是多少钱 三万 五万 即便 刘宇航是刘氏医药的大少爷 也根本不敢这样消费 接着 刘宇航重新将目光落在了林凡身上 原本 刘宇航觉得自己 已经渐渐了解林凡了 如今看来 自己恐怕只是知道了林凡的冰山一角而已 随手拿出一瓶价值四千万以上的汉地茅台 林凡 究竟是什么身份 林凡自然不知道刘宇航心中的想法 他只是自顾自帮周国焘倒了一杯酒 道 老人家 请 周国焘也没客气 端起酒杯 先是放在鼻边闻了一闻 然后 缓缓倒入了嘴里 顿时 周国焘一张苍老的脸上 布满了回味和享受之色 不错 就是这个味道 浓厚唇香 口感细腻 回味无穷 不愧为茅台帝王 周国焘由衷赞叹道 林凡道 看来 老人家真的很喜欢他 这瓶汉地茅台 还剩下一些 就送给你吧 哦 小兄弟 愿意将酒歌爱给我 周国焘惊讶道 这可是世上最后一瓶汉地茅台了 周国焘刚刚默默观察林凡 发现他喝酒的动作连贯 自然 而且还收藏着一瓶汉地茅台 显然 他也是一位好酒之人 老人家非常清楚 让一位好酒之人 送出汉地茅台 究竟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绝对堪比割肉 林凡道 汉地茅台确实醇香 丰满 悠长 几乎将酒的每一方面 全都做到了完美 但 有时候 完美并不意味着最好 有时候 略微的短板 更让酒充满了层次感 从这点来说 五星和飞天 才是更有特色的 汉地茅台无法被我所洗 应该去往欣赏他的人那里 周国焘听着林凡的话 满是皱纹的老脸上 一彩连连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竟然将酒了解到了这种地步 简直太过难得了 半想 周国焘才哈哈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确实不恭了 顿了顿 又道 一直还没有自我介绍 我叫周国焘 小兄弟如果不嫌弃的话 叫我一声周爷爷 如何 站在旁边的美女言文 脸上露出了一抹 难以掩饰的惊讶之色 他很少看到 爷爷对一位年轻人自我介绍 甚至 还让他称呼自己为周爷爷 汉地茅台虽然贵重 但 爷爷收到远胜汉地茅台的礼物 不知反几 也从未见爷爷如此啊 难道 这个年轻人 有什么特殊之处 美女想到这里 不由从上到下 重新打量起了林凡 周爷爷好 我叫林凡 林凡道 好 周国焘大笑 叮铃铃 这时 新月酒楼内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音乐 周国焘道 拍卖快要开始了 我就不久待了 林凡 我们回头见 周爷爷再见 林凡道 刘雨晃也忙道 周老再见 等到周国焘和美女离开后 刘雨晃先目道 林兄弟 你竟然可以直接叫他周爷爷 林凡平淡道 他应该接近八十了吧 叫一声爷爷 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 周家之所以能成为华夏顶级家族 完全就是周老的功劳 如果让其他人知道 你叫他周爷爷 绝对会酸掉牙齿 刘雨晃激动叫道 林凡不由笑着看了眼刘雨晃 酸掉牙齿 就像你这样吗 接着 刘雨晃朝分酒气里倒了一些白开水 然后 抱着分酒气 直接将白开水喝了下去 林凡疑惑道 你这是干什么 这可是全世界最后一瓶汉地茅台 绝对不能浪费了 刘雨晃道 林凡 另一个包厢中 美女先是给周国焘倒了一杯清茶 而后 忍不住道 爷爷 您为什么会那么亲近 那个叫林凡的人 周国焘喝了口清茶 回味道 死子 大气 渊博 未来不可限量 一遇风云变化龙 美女瞳孔微微一缩 她还很少听到 爷爷对一个年轻人 有如此高的评价 她忍不住朝着林凡所在的包厢看了眼 似乎是想看重新再打量一下林凡 这时 一名穿着红色长裙 装扮艳丽 风韵 恶娜的美女 带领着五名手持灯笼 模样娇好的女人 缓缓走到了星月酒店大厅中间 艳丽美女微笑着道 欢迎大家来到星月酒店 本次拍卖会准备了许多珍宝 希望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另外 拍卖的20%所得 将以大家的名义捐献给慈善事业 那么 今天的竞拍 就此开始 艳丽美女的声音充满慈性 即便在大厅中间诉说了一阵 也并不会引起众人任何反感 相反 还给人一种听了悦耳歌曲的错觉 非常享受 很快 一个外表圆润 花纹精美的玉碗 缓缓端了上来 艳丽美女介绍到 明代官窑轻举碗 此晚曾跟随三宝太监远赴夕阳 无论做工 雕纹 才至 全是明朝的上上之选 甚至 可以说代表了明代瓷器记忆的巅峰 起拍价30万 话音刚落 立马有人举牌 50万 80万 当价格变为200万时 较价明显变慢了许多 最终 明代官窑轻举碗 以230万价格成交 接着 艳丽美女又举行拍卖了两件瓷器 和一幅自画 刘宇航和林凡全都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一直没有交价 两人吃着点心 喝着清茶 时而闲聊几句 倒也轻松 自在 这时 又一件拍卖品被端了上来 艳丽美女道 医书和传说里 经常有关于百年人参的神奇介绍 因此 很多人都在孜孜不倦地搜寻百年人参的下落 然而 真正的百年人参 却先少发现 今天 我们这里就有一株真正的百年人参 起拍价 40万 话音落下 一株古老的人参 被端到了大厅中间 坐在三楼包厢里 眼圈发黑的圆脸男子 嘿嘿笑道 最近有点虚 正好吃跟百年人参不补 50万 圆脸男子举起牌子 倒 几乎是圆脸男子话音落下的同时 林凡也跟着举起了手里的叫价牌 倒 500万 直接提价十倍 林凡对百年人参 志在必得 他可不想与人慢慢叫价 那样太麻烦了 原本 一些还想要近拍百年人参的人 听到这个报价后 纷纷松开了叫价牌 有资格参加新月酒店拍卖会的人 没有人是傻子 他们也听说过 一些关于百年人参的传说 但 传说毕竟只是传说 百年人参真正的要效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花个几十万 上百万买一株百年人参 勉强还行 若是需要花费500万 那就太不值当了 而且 有人直接叫出500万 显然是志在必得 一旦与其近拍 容易被对方记恨 在新月酒店得罪人 绝对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所有近拍者 纷纷带着一丝好奇的目光 朝林凡和刘宇航所在的包厢看去 林凡自然镇定自若 而刘宇航整个人 却是彻底呆住了 虽然 他也知道 林凡一直在寻找百年人参 为此 甚至还特意 从江北赶来了京城 但 刘宇航却也没想到 林凡会直接翻十倍 叫出500万的价格 半想 刘宇航才竖起大拇指 赞叹道 林兄弟 牛逼 而在刘宇航竖起大拇指的时候 坐在他们对面包厢里的圆脸男子 恰好看了过来 圆脸男子脸色微微一沉 闷哼道 原来是刘宇航 马德 你要玩吗 老子就和你玩到底 话落 圆脸男子再次举起了叫价牌 520万 圆脸男子很早就和刘宇航有仇 在他看来 自己刚叫出50万 对方立马就让人叫出500万 绝对是在恶心自己 刘宇航听到还有人叫价后 微微愣了一下 他们刘家世代从医 而他也对各种药材有一定了解 一般来说 百年人参确实很珍贵 但价格也就在200万上下而已 500万 绝对算得上高价了 另外 林凡直接叫出500万 显然是志在必得 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抱着不得罪人的态度 应该也会选择放弃 但 现在是什么情况 刘宇航带着一丝疑惑 朝叫价的包厢看去 下一刻 刘宇航脸色有些不好看 道 万浪 接着 又对林凡 道 万浪和我有些矛盾 他肯定是想要故意抬高价格 一株百年人参200万左右就够了 继续叫价不太划算 要不然 我们先放弃 我会让更多人留意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发现新的百年人参 林凡轻松到 钱而已 无妨 话落 再次举牌到 1000万 话 全场接近 刘宇航再次呆住了 是 他知道林凡家实力很雄厚 但 他也没想到 林凡会叫出1000万的价格 那种感觉 就好像林凡叫出的 不是1000万 而是1000块 是那般的轻描淡写 毫不在乎 事实上 林凡如今对于钱 还真没太过在乎 林凡也相信 以刘家的势力 肯定能够再次找到百年人参 但 他不想再等了 因为 每多等一天 爸爸林涛 就会多承受一天的痛苦 坐在对面包厢的万浪 听到林凡的叫价后 整张脸阴沉如水 第一次 自己叫价50万 他直接翻10倍 叫500万 如今 自己叫价520万 他又叫价1000万 挑衅 这绝对是赤果果的挑衅 万浪用力捏了捏牌子 却再也没有继续叫价了 虽然 他们家财力雄厚 但 万浪一年的零花钱 也就上千万而已 让他一次性 拿出几百万勉强还行 若是拿出上千万 那就有些困难了 如果自己叫出1000万的高价 对方又不继续叫价 那又该如何是好 万浪一双冰冷的毛子 紧紧盯着林凡 力声道 小子 你有种 近拍继续 接下来的物件 全是些古玩字画 林凡并没有任何兴趣 所以 再没出价了 当最后一件物件 以4800万的高价拍出后 本次星月酒店的拍卖会 便彻底落幕了 两名身形高挑的美女 端着一个造型精致的墓盒 缓缓走进了包厢 其中一名美女 微笑着道 先生 您好 这是您近拍的百年人生 请查验 刘宇航见过不少名贵药材 但此时也不禁来了兴致 走上前赞叹道 则则 这就是一千万的百年人生吗 林凡则是将百年人参拿了起来 并将注意力放到了系统上 叮 是否收取百年人生 林凡见此 毛子微微一亮 他明白 这确实就是真百年人生 林凡问道 在哪里付钱 他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去走百年人生了 这里刷卡就可以了 另一个美女 双手捧着POSG 道 好 林凡点点头 随手递出一张银行卡 叮 随着一道轻响 一千万就此支付成功 与此同时 林凡的脑海中出现了一道提示音 叮 系统升级 LV5 LV5奖励 LV4奖励 每一次呼吸 获得20元 每睡一秒钟 获得20元 每走一步 获得20元 每天24点奖励到账 升级消费金额 302万5000万 赠予他人 赌博等方式不计算在内 另外 从系统获得的物品 全都禁止交易 丁 LV5 开启任务系统 LV5的奖励比 LV4 足足增加了一倍 也就是说 如今 林凡每天至少可以获得140万资金 接着 林凡将注意力落在了任务系统上 任务系统 当宿主接触某件物品或事件时 随机触发任务 将获得一定奖励 两位美女放下百年人参 收起POSG 微微嵌声道 祝您在新月酒店玩得开心 话落 缓缓朝外面走去 刘雨航道 林兄弟 你好像很开心啊 买到了百年人参 当然开心 林凡道 这时 走廊外响起了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接着 圆脸的万浪 带着两名格子山男子 大步走了进来 刘雨航正媚道 万浪 你爱做什么 然而 万浪却好像没有听到刘雨航的问话 用一双冷冽的毛子 紧紧盯着林凡道 小子 你很狂啊 林凡稍稍一想 就知道对方指的什么了 淡淡道 没钱就不要参加拍卖会 那么多废话干嘛 你特吗 万浪当即火起 跟在他身后的两名格子山男子 更是齐齐 朝前迈了一步 似乎是要出手叫训林凡 这里好像有点吵啊 林小兄弟 需要我帮忙吗 走廊上 传来了周国涛低沉的声音 林凡道 只是一点小事而已 周爷爷 不用劳烦您的 嗯 如果有事 随时告诉我一声 周国涛说完后 静止朝前面走去 只是临走之前 淡淡地扫了眼万浪 正是这一眼 吓得万浪浑身哆嗦 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 周家顶梁柱周老爷子 他竟然叫面前的年轻人 林小兄弟 天哪 自己究竟是在得罪 何等可怕的存在啊 万家在整个京城 算得上不错的家族势力 但 在周家面前 不过是只大典的蚂蚁而已 周家老爷子周国涛 如果想要摧毁万家 也就吹口气的力量罢了 而自己 刚刚竟然在得罪 被周国涛称呼为小兄弟的人 这 万浪越是深想 心头就越是惊惧 终于 他微微弯腰 抱拳道 这位林兄弟 刚刚都是些误会 对不起 万浪这种富二代 最注重的就是脸面 让他主动弯腰 道歉 绝对是非常难受的事情 但 再难受的事情 也必须去做 因为 万浪明白 今天如果不让林凡满意 明天 或许整个万家 就会迎来可怕的灾难 林凡瞥了眼万浪 道 做人 还是要心平气和一点 要不然 这次只是道歉就可以解决 下次 那可不一定了 是是 林兄弟说的是 万浪如同小鸡灼米般 连连点头 林凡道 另外 我刚我并没有要挑衅你的意思 只是这百年人生 我确实志在必得 又懒得和人不断竞价而已 如果 林凡先前说出这种话 万浪肯定会喷他一脸 懒得不断竞价 就直接几百万 几百万的加价 你觉得我傻吗 但 此时 万浪却是不敢有这种想法 一位与周家老爷子交好的人 根本不屑说这种慌 他只得将腰弯的更低了几分 并不住点头秤势 等到万浪离开后 刘雨昂终于哈哈大笑了起来 林兄弟 你知道吗 我还从没看到 万浪那般唯唯诺诺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龟酸子一样 爽 太爽了 林凡 则是笑着摇了摇头 漫步朝外面走去 两人坐上奔驰S500 刚驱车来到 一处电梯口时 恰好看到一名老者捂着胸口 躺在了地上 旁边的美女 脸上布满了金色 林凡定睛一看 竟然是周国焘 和他的孙女 停车 林凡喝道 刘雨昂猛地踩了脚刹车 整张脸瞬间变色 急忙跟着林凡冲了上去 快 快送我爷爷去医院 美女大叫道 刘雨昂和林凡也没有迟疑 抬起周国焘 快速上车 朝着最近的邪院而去 路上 美女紧紧握住 周国焘苍老的双手 泪水如同雨点般 哗哗下落 爷爷 爷爷 你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此时 他就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小鹿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田径 从容 快点开 快点 刘雨昂也想开快点 但 京城的车实在太多 太多 根本无法提速 林凡道 我来开车吧 刘雨昂立马想到了 林凡高超的驾车技术 直接在车上和林凡互换了座位 林凡问道 违章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刘雨昂道 哗 林凡得到了刘雨昂的肯定回答后 直接踩下油门 从小巷子 两车之间等等狭窄的地方 快速驶过 无论前面有什么东西 他始终都在急速行驶 不到十分钟 奔驰S500便稳稳地 停在了协院门口 车上时 美女拨出了数通电话 此时 一大群医生 护士 早早地等在了门口 他们看到奔驰S500后 一窝蜂般迎了上去 忙用担架将周国涛抬了出来 一边对周国涛做一些检查和治疗 一边快步朝病房走去 VIP病房外 美女的眼泪一直没停 一方面 她是担心爷爷的身体 另一方面 这次是她和爷爷单独出门的 万一爷爷 那她就真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咚咚咚 这时 远处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大群衣着华贵的男男女女 快步走了过来 其中 见眉心目 颇具威严 年龄约莫五十的周震 只是美女 道 紫山 究竟怎么回事 周震 周家当代家主 同时 也是周紫山的爸爸 周紫山擦了把脸上的泪珠 如实道 我今天和爷爷出门后 直接去参加了新月酒店的拍卖会 刚来到停车场 爷爷突然就病倒了 说到这里 周紫山的泪珠忍不住又滚落了下来 旁边有人问道 新月酒店 老爷子有没有吃什么东西 周紫山道 爷爷喝了杯普洱茶 吃了块糕点 还喝了一杯酒 什么 老爷子的身体本就不好 你怎么还让他喝酒 胡闹 周震大喝道 旁边 外貌和周震有几分相似的周世红 看着挂在周紫山腰间 外形如同龙形玉玺的汉地茅台 道 爷爷喝的是这个 是的 周紫山回答 周世红道 大哥 这是怪不得紫山 老爷子喝的汉地茅台 即便是我们 恐怕也拦不住他 周震言文 神色稍缓 他非常清楚 老爷子对汉地茅台 喜欢到了何种程度 继而疑惑道 这酒是从新月酒店进拍来的吗 是他送给爷爷的 周紫山指着不远处的林凡 另外 也是他及时将爷爷送来医院的 周家众人纷纷朝着林凡所在的位置看去 刘宇航心头一紧 盲解释道 我们当时在包间里喝酒 周老爷子闻到了酒味 主动进来的 后来 我们在停车场 看到周老爷子倒在了地上 所以 才将周老爷子送来了医院 也无怪刘宇航如此紧张 毕竟 周家的势力实在太过可怕了 万一 周家 以为自己是故意谋害周国焘 那绝对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旁边的周紫山 跟着道 他说的没错 另外 爷爷对旁边的林凡评价很高 哦 周震和周世红等人 脸上纷纷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同时 开始仔细打量起了林凡 他们非常清楚 老爷子的眼光究竟有多高 对一名年轻人有很高的评价 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周震道 多谢你们将老爷子送来了医院 刘宇航言文 长松了口气 忙道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可知 这时 VIP病房的大门打开了 数名医生满脸疲惫地走了出来 周震问道 我爸怎么样了 站在最前面的秃顶医生 张了张嘴 脸上满是蓝色 如果是普通病人也就罢了 但里面躺着的可是周家老爷子周国焘啊 一个处理不好 别说是他 就是整个邪院都无法承担 周震深吸了口气 道 医生 你直言就行 铺顶医生小心翼翼道 我们暂时只能用仪器和药 维持老爷子几个小时的生命 轰 周家 天塌 周家 完全是周国焘一手发展起来的 无数错综复杂的关系 全都与周国焘息息相关 如果 将整个周家 比作一栋巍峨的大厦 那么 周国焘就是大厦的地基 地基出现问题 整座大厦都可能会轰然倒下 这 绝对是周家人难以承受的事情 所有人的心情都沉重到了极点 周子山脸色更是惨白一片 自己和爷爷出门 而爷爷却 泪水 如同雨点般 哗哗下落 整条走廊的气氛 无比的沉闷 医生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周震艰难问道 秃顶医生沉默了片刻 道 暂时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周震再次深吸了口气 道 好的 我知道了 说完后 就准备朝病房走去 他要最后再陪陪周国焘 这时 站在后面 一直没有说话的林凡 终于开口道 或许 我可以救周爷爷 此言一出 周震猛地停住了脚步 周家所有人 齐刷刷将目光 集中在了林凡身上 而林凡旁边的刘宇航 脸色瞬间刷白 如今 医生已经说 周国焘无法治疗 林凡却说 他可以救 如果真的能够救活 那肯定是大好事 但 问题是 可能吗 林凡只是和自己一样的同龄人而已啊 周家好不容易 才没将周国焘病倒的事情 怪罪在自己身上 若是 治疗出了问题 那后果 就真是太可怕了 刘宇航一阵细想后 额头上瞬间布满了汗珠 他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要林凡收回刚刚的话 但 被周家众人盯着 他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周震转身 缓缓走到了林凡面前 问道 你可以救老爷子 可以试试 当然 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林凡道 他准备收取百年人参 从而拥有购买医疗水的权限 不过 医疗水究竟能否治愈周国焘 他也没有把握 只能说试一试 而林凡之所以决定出手 一来 是因为先前喝酒的时候 觉得周国焘人不错 二来 则是因为拍卖结束时 周国焘出面喝退了万浪 也算是帮了自己一点忙 那就麻烦你了 周震道 你相信我 林凡道 我相信老爷子的眼光 周震道 林凡点点头 道 我治疗周爷爷的时候 病房里不能有其他人和监控仪器 好 周震点头 有人忍不住道 老爷子现在就剩几个小时了 万一 万一 他连我们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该怎么办 林凡道 放心吧 我一个小时内 一定会出来 说完后 大步朝VIP病房里走去 动 随着病房门发出一阵清响后 整条走廊的气氛 再次变得沉闷了起来 林凡看着躺在病床上 全身插满了导管 陷入昏迷中的周国焘 暗叹了口气 接着 林凡将口袋里的百年人 参拿了出来 丁 是否收取百年人参 是 顿时 躺在手里的人参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脑海中医疗水图件的 灵芝图案旁边 多出了一株人参图案 丁 获得医疗水购买权限 医疗水 口服后 能够修复人体所有创伤的 神奇药水 一千万元每支 购买 下一瞬 林凡手里出现了一支 约莫五十毫升的 透明溶液 林凡难难道 希望有用吧 说完后 缓缓将医疗水 倒入了周国焘的嘴里 然后 紧紧盯着周国焘的变化 对于医疗水的效果 林凡也充满了好奇和忐忑 因为 他还准备让爸爸也服用一支 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原本 周国焘旁边心电图 只是微弱地上下跳动 很快变成了大波浪线 紧接着 他形容枯狗 蜡黄一片的老脸上 渐渐出现了一抹红润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国焘 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先是茫然地看了眼四周 而后 缓缓坐了起来 走廊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周家人赶来了医院 他们全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脸上布满了焦急之色 事实上 不仅是他们焦急 即便是向来沉稳的周震 同样如此 踏踏 这时 一名头发斑白的老者 在两人的搀扶下 也来到了走廊中 周震忙赢了上去 道 二叔公好 你爸现在怎么样了 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 进去救他了 老者问道 周震点点头道 是的 老爷子很看重他 老者点了点头 一双浑浊的毛子 则是紧紧盯着病房 眼里充满了担忧 踏踏 走廊中 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有人叫道 万国一来了 是万国一 周家众人言文 脸上全都露出了一抹激动之色 万国一 本名万庆云是华夏最有名的神医之一 万老 麻烦您刻意赶来了 周震走上前 道 万庆云道 我和周老爷子是多年的好友 他病重了 我怎么可能不来 快带我去看看老爷子吧 周震犹豫了一下 道 先前 有一位朋友进去给老爷子治病了 他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万庆云疑惑道 朋友 什么人 我也不太熟 但 老爷子很看重他 他已经进去半个多小时了 说是一个小时内 就会出来 周震道 这样吗 万庆云沉吟了片刻 道 先把周老爷子最新的检查情况给我看看吧 一名医生忙将一大碟病例递了出去 下一刻 万庆云瞳孔一缩 惊呼道 什么 老爷子的身体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不行 我必须赶紧进去 周震见万庆云反应如此剧烈 心头一紧 再也顾不得林凡不让人打扰的要求 领着万庆云大步朝病房门走去 虽然 林凡身上确实有一股不俗的气质 但他实在太年轻了 周震也不敢将老爷子彻底交给他 万一 因此错过了老爷子最佳的治疗时间 那真是追悔莫及了 咳之 这时 病房门突然主动打开了 林凡缓缓从病房里面走了出来 周家人 齐齐将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所有人内心紧张到了极点 他们不奢望林凡能够治疗周老爷子 但是 他们害怕得到周老爷子的噩耗 周震问道 老爷子怎么样了 一边说话 一边做事 就要带着万庆云朝病房里面走去 他现在是不想多耽搁一秒钟了 嗨嗨 这时 病房里面传出了一阵倾咳声 接着 一道众人无比熟悉的苍老面容 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 众人先是一阵错愕 紧接着 则是无尽的惊喜 老爷子 没事了 周震道 爸 您怎么下床了 您身体怎么样了 说话间 上前快速搀扶 周国焘中气十足 道 我已经没事了 多亏林小兄弟救了我 虽然 周震和周家众人 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 但 真正听到周国焘的话后 众人还是不免一阵惊讶 林凡 这个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竟然真的救了老爷子 相对于周家众人的惊讶 刘宇航则是长松了口气 此时 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 竟然已经被冷汗浸湿了 怕 他真的是怕了 若周老爷子在林凡手中 出现了什么意外 那后果实在太过可怕了 还好 还好 周震弯腰 无比郑重道 林兄弟 谢谢你 林凡搀扶着周震 道 周叔叔 你太客气了 我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更何况 周老爷子先前还帮过我 周国焘笑道 我那算帮的什么忙 林凡 你这可不仅仅是救了我的命 还救了我们整个周家 受得起他一礼 接着 他又侧身 对旁边的万庆云道 老兄弟 又麻烦你从其他地方赶过来了 万庆云摆手 道 我们之间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再帮你检查一下身体吧 好 周国焘点点头 万庆云 先是将手搭在了周国焘的腕上 片刻后 万庆云收回了手指 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周震问道 万老 我爸情况怎么样了 万庆云想了想 道 先去验个血 拍张CT吧 好的 周震道 抽血 拍CT 邪院一路绿灯进行 只是几分钟 所有结果全都出现在了万庆云手里 一阵翻看后 万庆云才肯定道 老兄弟 你的身体 已经彻底恢复了 好 周国焘大喜 整个周家 一片欢腾 周家 大厅餐桌上 摆满了无比丰盛的菜肴 周国焘的一再邀请下 林凡坐在了主位 周国焘和周震坐在了两侧 周国焘道 想不到 我今天一次无意间闻到了酒香 却是救了我的命 酒 果然是好东西 林凡 你来尝尝这个酒味道如何 周国焘说话间 亲自给林凡倒了一杯酒 林凡先是放在鼻边袖上 然后 缓缓倒入了嘴里 入口润滑 下肚如火 回味无穷 上好的飞天茅台 林凡道 不错 哈哈 周国焘高兴叫道 周震举杯道 林凡 再次谢谢你救了我爸 接着 周子山 周世红等人 也纷纷给林凡敬酒 林凡来者不惧 整个酒宴全都吃得酣畅无比 酒足饭饱后 林凡看着窗外山清水秀的美景 赞叹道 真的很难想象 寸土寸金的京城二环 竟然还有这么美的房子 哦 林凡你喜欢这种房子吗 我们周家在二环边 还有一栋差不多的房子 就送给你住吧 周震道 林凡愣了一下 他根本没想到 周震会说出这种话 要知道 周家这栋说是房子 还不如说是庄园 整体占地在五千平米以上 京城二环房价 少说在十万美平以上 也就是说 一栋类似的房子 价格恐怕超过了五亿 直接送给自己 林凡道 这太贵重了 而且 我人在江北 也不经常来京城 周国焘道 林小兄弟 你太客气了 一栋房子而已 和我的命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你虽然暂时不经常来京城 但 以后 我相信 你肯定会常来的 有了那栋房子 也方便一点 林凡想着 继续拒绝下去 好像显得有些矫情 于是 应声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原本 周国焘想要留林凡 在周家多住一段时间 但 林凡说 还有事情要处理 并且 已经买好了回江北的机票 所以 直接拒绝了周国焘的好意 而周震则亲自驾驶劳斯莱斯 将林凡送去了机场 坐在VIP后机室里 刘宇航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 整个人直接兴奋地跳了起来 林凡兄弟 不 凡哥 你这是太牛逼了 你竟然会医术 而且 还救了周老爷子 我的老天爷 那可是周老爷子 你知不知道 当你说要出手救周老爷子的时候 差点把我吓尿 凡哥 你快和我说说 你还会什么 不 还有什么不会的 刘宇航到 林凡看着刘宇航手舞足蹈的模样 笑着摇了摇头 刘宇航又是自顾自 兴奋叫道 嘿嘿 今天我 竟然和周老爷子他们一起吃了饭 这是如果被我老爸知道了 恐怕得羡慕到流口水 他这话 绝对没有夸张 因为 即便是刘宇航的爸爸 也断没资格和周国焘吃饭 接着 刘宇航又认真道 凡哥 谢谢你 谢谢 确实要说谢谢 因为 刘宇航通过今天这件事 算是和周家搭上了关系 这对刘宇航 甚至是整个刘家 都将会有莫大的好处 林凡自然明白刘宇航的意思 白白手道 客气了 周家 周国焘站在窗前 遥望远处的潺潺流水 脸上满是轻松和享受之色 这时 周震拿着一叠文件 缓缓走了进来 爸 这是关于林凡的一些资料 周震道 周国焘随手翻看 下一刻 一张沧桑的老脸上 露出了一抹恍然之色 原来 他是龙祖分队长 难怪 他会这般神奇 沉淫了片刻后 周国焘才到 从今以后 尽一切可能 与林凡建立最良好的关系 是 周震道 返回江北的飞机上 刘宇航依旧兴奋地说个不停 当飞机降落后 刘宇航的嗓子 已经变得沙哑了起来 林凡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因为一件事 高兴成这个模样 此时 才晚上十九点半 青市距离江北 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 林凡并没有回宿舍休息 返回江北大学后 他直接坐上了大G 不过 林凡没有立刻启动大G 而是拿出手机 将目光落在了屏幕中 闪烁着亮光的红包上 一千零二个红包 看看能开出些什么东西 林凡道 一千零二个红包 这是林凡花费一千万 购买了百年人参 和两万吃饭所得 显然 另外花费了一千万 从系统购买得到的医疗水 无法得到红包 不过 林凡也没有太过在意 全部领取 叮 恭喜您 获得一百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元 叮 恭喜您 提升灵光一闪触发概率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元 叮 恭喜您 获得教授及物理经验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元 叮 恭喜您 获得天籁歌喉 一千零二个红包 林凡共获得二百万元 此时 林凡总共的资金为七千三百万元 绝对专注 更强大的专注 从而拥有轻易解答难题的能力 百分之十的几率触发灵光一闪 专注 认真的男人 才是最帅的哦 灵光一闪的触发概率 从百分之五 变成了百分之十 有过几次触发灵光一闪的感受后 林凡非常清楚 这究竟是多么的难得 教授及物理经验 运用优秀的物理知识解答难题 展现出特殊的魅力 如今 自己已经拥有了院士及数学经验 现在又有了教授及物理经验 这是要当无敌学霸了 天赖歌喉 天赖般的歌喉 可以让更多人为你着迷 可以唱好听的歌 这个还算不错 林凡默默点头 然后 放下手机 轰动油门 朝着前方驰骋而去 夜晚的江北 比起白天来说 路上的车辆要多上不少 原本 只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林凡到了21点左右 才回到家中 此时 林涛和戴威雪 正坐在客厅看电视 他们看到林凡后 惊讶道 小凡 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林凡笑道 回家而已 还说什么呀 小凡 吃晚饭了吗 我去给你煮点饺子 戴威雪道 林凡道 妈 不用了 我已经吃过了 吃得很饱 那先喝点水 戴威雪又倒了一杯热水 虽然 只是一杯简简单单的热水 但 林凡喝在嘴里 却是填在了心里 这就是爸妈 这就是家 自己 一定要好好守护他们 林凡道 小凡 你怎么今天突然回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哦 是这样的 爸 你上次不是做手术了吗 我担心您的身体不容易恢复 所以 弄了些加快恢复的药 林凡道 说话间 他直接花费了一千万 从系统里购买了一瓶医疗药水 然后 装作从口袋里拿出的模样 递到了林凡面前 林凡道 我身体已经好了 还要什么药 这怕是很贵吧 乱花钱 他也是个明白人 虽然 这瓶药看上去只有小小一瓶 但 林凡特意赶回来 肯定很贵重 林凡道 这有什么贵的 一小瓶药而已 而且买都买了 爸 你就快喝吧 正如林凡所说 买都已经买了 林凡还能如何 林凡也没有再迟疑 直接将要倒进了嘴里 咕噜 林凡巴结了一下嘴巴 道 好像没什么味道啊 林凡见爸爸喝下了药 整个人也是轻松了不少 他可是亲眼见过这种药 究竟有多么的神奇 嗨嗨 这时 旁边的戴威雪 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林凡道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这两天有点着凉 吃点药就好了 戴威雪道 林凡又花费了一千万 从系统里购买了一瓶医疗水 这些年 妈妈为家起早贪黑 心情劳作 身上恐怕捞下了不少病痛 这瓶医疗水 应该可以有所改善 妈 你也喝一瓶 林凡道 戴威雪疑惑道 这不是给你爸治手术伤的吗 我喝她干嘛 林凡道 其实 这也不算什么药 算是补品吧 增强体质用的 体质好了 伤和病 自然就好得快 戴威雪道 这样啊 那我也喝一个 林凡见爸妈全都喝了医疗水 整个人心情也好了不少 和爸妈聊了几句 便洗澡睡觉去了 晚上 一股寒风吹地外面的树枝左右摇摆 接着 一阵急雨哗哗下落 戴威雪问道 这天气怎么回事 又下雨了 涛哥 你肚子疼不疼 我去帮你装个热水袋吧 自从做手术后 只要遇到刮风下雨 林凡就会难受的翻来覆去 无法入睡 快要睡着的林凡 疑惑道 下雨了吗 我怎么感觉 一点都不疼了 不疼 你没骗我吧 戴威雪道 是真的不疼 咦 这怎么回事 林凡惊讶叫道 又怎么了 戴威雪疑惑 我肚子上做了手术的伤疤 竟然不见了 林凡大叫 不见了 我摸摸 戴威雪惊讶 我竟然真没摸到 我打开灯看看 很快 两人半张嘴巴 有些呆了 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 前阵子做手术 在她肚子上 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这才过了多久 直接就愈合 彻底消失了 这根本不可能 半想 戴威雪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道 我的眼睛 好像不老花眼了 那瓶药 肯定是小凡 刚刚给我们喝的那瓶药 林凡叫道 一瓶药竟然治好了 你的手术伤 还治好了我的老花眼 这究竟是什么药 也太神奇了吧 戴威雪道 走 去问问小凡 林凡道 戴威雪拉住她 道 她刚睡下 明天再问也不迟 好 林凡点了点头 又黑黑笑道 其实 那要不止治好了我的手术伤 还让我又站起来了 戴威雪听到这话后 不由斜了抬眼 笑骂道 老不正经 是夜 床哼哼唧唧了一晚上 经过了一夜雨水的浇灌后 外面的树枝变得青葱翠绿 晶莹剔透 非常的好看 林凡打开窗户 一阵微风吹来 整个人只觉得神清气爽 客厅里 已经摆放了葱花饼 和香喷喷的面条 戴威雪看到林凡后 道 小凡 快去洗漱 一会儿面条的凉了 好的 林凡应声 随着一阵水流声响起后 林凡也从洗手间走了出来 她直接将一大口面条 塞进了嘴里 脸上净是满足之色 这时 林凡终于忍不住问道 小凡 你昨天给我们喝的 究竟是什么药 我和你妈身上的伤病 好像全都好了 而且 还好像 年轻了十好几岁 戴威雪言文 劳脸罕见地露出了一抹羞红 然后 悄悄用好奇的目光 看向了林凡 林凡道 这个 算是一种新研发的补品 现在还很少 林凡和戴威雪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深究下去了 吃了早餐过后 原本 戴威雪想去买菜 但 林凡让他在家休息 自己则朝着菜市场走去了 此时的菜市场 人声鼎沸 非常热闹 林凡买了不少肉 青菜 鱼 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 就准备往回走 这时 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了前面 你是 王小冬 林凡问道 林凡 对面的青年 惊讶道 哈哈 还真是你 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 林凡高兴道 王小冬是林凡的初中同桌 两人关系不错 可惜 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机号 也没有QQ和微信 所以 一直以来相互间根本无法联系 王小冬笑道 是啊 我也很意外 站在旁边 中等身材的女人 问道 小冬 这位是 哦 他是林凡 我的初中同桌 那时候 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 王小冬介绍道 林凡 这是我老婆公思琴 公思琴恍然道 原来是小冬的好朋友啊 很高兴见到你 顿了顿 又道 对了 我和小冬下周日举办婚礼 到时候 你可一定要过来玩啊 此话一出 王小冬脸色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了起来 他和林凡以前关系确实不错 但 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联系 如今 一见面就让他参加婚礼 随理 这让王小冬 有种贪图林凡李前的感觉 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林凡也注意到了 王小冬脸色的变化 他稍稍一想 就大概猜出了原因 对于李前 林凡并没有任何在意 但 下周日有没有时间 他还真不太清楚 因为 他不知道数学建模大赛 是不是下周举行 林凡想到这里 开口道 下周日如果有空的话 我就过来 公思琴道 好 那我们说定了 对了 小冬 你们有联系方式吧 王小冬心中不愿 但 这个时候 难道又不加林凡的联系方式 那就更不好了 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后 林凡便回到了家里 此时 林小瑶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他看到林凡后 兴奋地一把扑了上去 叫道 哥 哥 你回来 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早知道 我昨天上完晚自习 就直接回来了 轻视意中 把学习抓得很紧 除了周日休息外 每天都需要上晚自习 晚自习 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 所以 大部分学生 都选择周一到周六住校 周日才回家 林小瑶正是这大部分学生中的一员 林凡顺手 在林小瑶的翘脸上捏了一把 道 又瘦了 小瑶 你真得多吃点 现在捏着太阁手了 哥 这叫瓜子脸 林小瑶抗议 中午 全家人上阵做饭 炒菜 边聊边笑 温馨无比 当林凡将一道菜炒好的青椒肉丝 端到客厅的桌子上 时间刚好是十二点 口袋里的手机微微一震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十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千元 今天全市现金红包 一共获得了三万零五百零七元 对此 林凡并没有任何在意 直接将手机塞回了口袋里 很快 一大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全摆放在了桌子上 一家人围桌而坐 吃得非常开心 原本 林凡想要在家多待一会儿 但 林涛和戴威雪 担心太晚开车不安全 所以 还是让林凡早早前往了江北 江北大学 林凡走进一百零四寝室的时候 马中正在收拾书本 正经宝高兴道 凡哥 你回的正是时候 我今天约了堂妹一起吃饭 正准备和马中 宋姨一起过去 那看来 我真是回得早 不如回得巧 林凡笑道 宋姨道 凡哥 你知道吗 金宝的堂妹竟然是网红 是吗 林凡有些意外 毕竟 郑金宝浑身肥肉 她的堂妹 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这样 也能当网红 郑金宝好像明白林凡的想法 道 别看我这么胖 但 我堂妹身材可是很好的 快走 你们待会儿就知道了 说完后 率先朝外面走去 原本 郑金宝 宋姨和马中 是准备打车去吃饭的 但 如今有了林凡 自然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林凡直接驾驶着奔驰大G 按照郑金宝所说的位置 驰骋而去 这是一家店面较大的香菜馆 郑金宝打开车窗 朝不远处 穿着粉色T恤 正边玩手机 边走路的年轻女人 叫道 丽丝 郑丽丝 女人听到后 不由转身看了过来 下一刻 涂抹了不少粉底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惊讶之色 他一路小跑了过来 道 天啊 大G 堂哥 你怎么做奔驰大G来了 郑金宝从车上走了下来 北一道 这是我室友林凡的车 这时 林凡也下了车 郑司丽脸上 先是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下一刻 他的眼睛瞪得滚圆 叫道 原来是你 郑金宝 宋姨和马中 全都疑惑地看向林凡 那模样 显然是在问 你认识他 而林凡 则是用无比疑惑的目光 看着郑司丽问道 我们 认识 想不到 你这么快就忘了 前阵子 我们还在清风餐厅门口见过面 那时候 你开的是一辆兰博基尼 郑司丽激动叫道 林凡看着他厚重的粉底 很快想到了 那天站在自己车前面 搔手弄姿的网红女 你是站在我车前面的 女人 林凡有些不确定道 没错 就是我 郑司丽见林凡想起了自己 显得非常高兴 一旁的郑金宝问道 你们究竟怎么认识的 我都听得一头雾水了 旁边的马中和宋义 也是满脸好奇 郑司丽解释道 我那天看到一辆 炫酷的兰博基尼 所以满心欢喜地上去拍照 想要做做直播 结果 我还没拍几张 他就来了 我看他又帅 又开豪车 所以 就想要他的微信号 而他竟然二话不说 直接就开车走了 郑司丽说到这里 脸上满是忧怨之色 林凡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当时没听清而已 郑司丽又道 对了 上次不是兰博基尼吗 现在怎么变成大G了 也不用林凡回答 宋义道 凡哥说废妖 然后 花了三分钟 又买辆大G 则则 我买衣服 都没有那么快的 三分钟买大G 郑司丽张大嘴巴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他虽然不是很懂汽车 但 也知道 一辆奔驰大G 少说也得上百万 三分钟 花费上百万 要不要这么好 郑金宝道 行了行了 一直站在外面干嘛 先进去 一边吃一边聊 说话间 率先朝里面走去 香菜 味道偏辣 非常符合年轻人 寻求刺激的口味 几人边吃边聊 很是开心 这顿饭 众人吃到了晚上八点 才缓缓结束 林凡等人又重新来到了大G前 郑司丽道 等等上车 我先开个直播 郑司丽一般都是晚上直播 因为 这个时候的流量最高 如今 难得遇到奔驰大G 他自然不想错过 郑司丽先是打开腰间的背包 从里面拿出化妆镜 口红 粉底等等 快速打扮 林凡道 想不到随身带了这么多东西 那当然 这可都是吃饭的家伙 郑司丽得意的 接着 他登录直播账号 并用字拍杆支撑着手机 郑司丽五官本就不差 如今 又加上直播的美颜效果 整个人就更显得青春 亮丽了 直播开启没多久 就有弹幕滚动了起来 真实的我 小丽今天怎么这么晚才直播啊 我都等好久了 疯狂 我的大刀都急不可耐了 泉水叮咚 小丽今天好像又换地方直播了 户外 车内 刺 刺激 小白白 小丽旁边好像是奔驰大计 该不会 已经是被某个大土豪给拿下了吧 郑司丽微笑着道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今天 之所以来晚了 是因为和我在上大学的堂哥 以及他的同学们吃饭去了 说话间 郑司丽缓缓将摄像头 朝郑金宝一去 这就是我堂哥 郑司丽介绍道 你们好 郑金宝对着摄像头 打招呼道 他还是第一次上直播 整个人不仅有些激动和紧张 直播间里 再次滚起了弹幕 疯子 小丽的堂哥真胖 和小丽区别太大了 流水人家 原本 我还有些担心我妹妹以后会很难看 现在我又有些放心了 郑金宝看着这些弹幕 脸上浮出了一抹黑线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很难看 郑司丽又缓缓将摄像头 朝马中和宋义移动而去 介绍道 这是我哥的同学 你们好 马中 宋义纷纷打招呼 当郑司丽要将摄像头移动到林凡身上的时候 林凡低声道 不要让我露脸 郑司丽严闻 手腕微微向下一压 只将林凡的下半身 录入了直播间 这也是我唐德的同学 而我旁边 这辆奔驰大G 就是他的车了 这一次 直播间的弹幕 显然多了许多 小城市的人 天哪 小丽唐德的同学 也太土豪了吧 上学就可以开大G了 穷小子 渣男开大G 小丽 你可千万别被他给拿下了 智者 五行缺水 名字里就会加水 他买大G 说明 他缺少大G吧 宋某某 小丽 快让我看看 土豪长什么样 郑司丽看着弹幕上的消息 时而回复几句 时而闲聊几句 无比轻松 站在旁边的宋义道 我的鲨鱼账号里 还有一些金币 我来给司丽加点人气 说话间 宋义拿出了手机 并进入了小丽的直播间 郑金宝和马中 也拿出了手机 或刷一些小礼物 或刷弹幕 尽自己所能 帮忙增加人气 林凡看了眼三人 于是 跟着掏出手机 进入了小丽的直播间 于是 小丽直播间 出现了一道耀眼的 金色提示消息 欢迎帝王打工人 来到直播间 哗 此消息一出 整个直播间 立马沸腾了 虚伪带有温柔 卧槽 有帝王来到直播间了 上善若火 而且 还是那位打工人神豪 残缺的回忆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兄弟们 速速扣666 浪子鱼手 666 冷血暗夜 666 顿时 整个直播间屏幕里 被无数的666所覆盖 原本 只有百来人的直播间 在线人数立马 以几何倍数飞快上涨 几杯酒 卧槽 真的是打工人 风中的帅哥 围观打工人神豪 瞧一瞧 围观 只是短短一分钟 小丽的直播间 人数已经达到了 数千人之多 人的名 数的赢 即便 打工人并没有发任何消息 也没有任何打赏 但 只要他出现 那里就是焦点 这 就是打工人神豪 郑司力看着直播间 飞快滚动的弹幕 和不断上涨的数据 整个人彻底猛了 他的直播 还从没有过如此高的人气 而这 还只是开始 站在旁边的郑金宝 提醒到 司力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欢迎打工人神豪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 打工人神豪 究竟是多么的豪气 只要讨好这位神豪 何愁没有打赏 郑司力作为直播界的一员 他比郑金宝更加清楚 打工人究竟有多大的能量 前几天 打工人神豪 短短十几分钟 豪制三千个火箭 可以说彻底轰动了整个直播界 更让原本 默默无闻的香香 成为了如今 鲨鱼直播平台 炙手可热的主播之一 这些天 郑司力经常做梦梦到 打工人神豪 进入了自己的直播间 而如今 既然成真了 他感到非常的不真切 也正是因此 郑司力才会激动到发愣 此时 他听到郑金宝的提醒后 终于反应了过来 用略有些颤抖的声音 道 欢 欢迎打工人神豪 进入我的直播间 欢迎你 林凡看了眼 激动得不能自己的正私利 不禁有些好笑 他一阵操作后 随手点击起了屏幕 Soul Soul 一架 十架 三十架 五十架 密密麻麻的火箭 在屏幕上快速飞过 火箭暴雨 洗礼整个直播间 无数的弹幕 在直播间疯狂滚动 摔到吊渣 开始了 又开始了 时隔几日 打工人神豪 又开始毫无人性了 王子青蛙 壮观 骑着摩托找美女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打工人神豪 牛逼 更多的弹幕 则是六百六十六之类的字眼 当火箭雨出现后 正私与直播间的人气 再次飙升 在线人数破万 数万 十万 这时 有人发现 数名人气主播 也赶了过来 月上之头 是香香 香香来了 冬瓜 啊 小爱来了 万众瞩目 还有默默 默默也来了 默默 打工人神豪 我最近又学了几首好听的歌 什么时候来直播间 唱给你听听啊 小爱 我也学了几首好听的歌 随时都可以听的哦 香香 打工人神豪 好久不见呀 人生再是几个球 啊呀 默默 小爱和香香 同时出现在一个直播间了 他们全是我最喜欢的主播 太棒了 公公 有生之年 这绝对是有生之年 我有压岁钱 他们全是因为打工人神豪来的 打工人神豪 牛逼 破音 弹幕多 火箭同样多 纵意 郑金宝和郑思利 全都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手机屏幕 嘴里还不住发出一阵感叹 400个火箭 410个火箭 420个火箭 震撼 实在是太震撼了 马中看着直播间密集的弹幕 和不断起飞的火箭 渐渐觉得有些头晕眼花 他晃动了一下脖子 正好看到旁边的林凡 正在不停地点击屏幕 而屏幕上 则不断显示 成功赠送一枚火箭的字眼 下一刻 马中终于看清了林凡的ID 打工人 他惊讶道 凡哥 你就是打工人神豪 此言一出 郑金宝 宋义和郑思利 齐齐抬头 将目光集中在了林凡和他的手机上 很快 他们瞳孔全都一缩 惊讶大叫了起来 凡哥 你竟然是打工人神豪 卧槽 凡哥 什么情况 林凡摸了摸鼻头 笑道 我一直都是啊 静 整个现场骤然一片安静 郑金宝和宋义 不由回想起了打工人神豪第一出现的事情 好像就是因为自己在寝室看香香的直播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们安静了 直播间却是更加沸腾了 无数的弹幕 如同湍急的河流 奔涌而出 冰虾 我听到了什么 打工人神豪竟然在小莉旁边 莫相识 小莉 快让我们看看打工人神豪啊 夜班传说 快直播打工人神豪 此时 郑思利根本没有去看直播间的弹幕 他半张嘴巴 彻底呆了 自己心心念念的打工人神豪 竟然是堂哥的同学 如今 直接出现在了自己旁边 郑思利突然想起了 宋义刚刚说 林凡只花了三分钟 买了一辆奔驰大G 当时 郑思利还觉得有些夸张 现在看来 根本没有一丝的夸张 因为 他是打工人神豪 郑金宝用如同看到偶像的目光 激动到 凡哥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你是打工人神豪啊 这也没什么吧 林凡道 而且 你们也没问啊 这也没什么 那可是轰动了整个鲨鱼直播的打工人神豪啊 这时 郑思利也终于反应过来了 道 打工人神豪 你不用给我打赏那么多的 太浪费了 如果换成是陌生的打工人神豪 他肯定是觉得越多越好 但 林凡是堂哥的同学 那就让他有种受之有愧的感觉了 林凡笑道 前阵子 我不小心冲了十亿鲨鱼壁 打赏给谁都是打赏 没事的 不小心冲了十亿鲨鱼壁 可还行 郑金宝 宋义 马忠 和郑思利 全都张大嘴巴 不知该说什么好 直播间的弹幕 则如同大河决堤 疯狂奔腾 智哥哥 卧槽 不小心冲了十亿鲨鱼壁 拽手 我也想这样不小心一下 奈何实力不允许啊 我是渣渣辉 不愧是打工人神豪 简直毫无人性 回忆总是悲 妈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玩手机 成东 小丽 快让我看看 打工人神豪吧 弹幕中 更多的依旧是666 这时 郑思利也想起来 自己还在直播 忙对准摄像头 哦 今天我还有点事 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说完后 郑思利也不去理会 已经达到了数十万的在线人数 直接关闭了直播间 但 即便是 关掉了直播间 消息 也是依旧滚滚不断 空间之神 怎么关掉直播了 亿万少女的梦 我的打工人神豪呢 呆呆 小烈 快让我们看看 打工人神豪啊 林凡道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 下一刻 郑金宝 宋义和马忠 琪琪道 给凡哥跪了 说完后 还一副要单膝着地的模样 林凡不由一阵好笑 一日 又是天朗气清的一天 周一的课程排得很满 宋义 马忠和郑金宝 一大早就去了教室上课 而林凡 则给辅导员孙耀东 发了条请假消息 然后 直接坐上了 前往魔度的飞机 因为 今天是女朋友 秦宇轩的生日 林凡想要去给她一个惊喜 魔度大学 经济学院研究室 年纪约莫四十来岁的女教授 指着投影仪上 一个个复杂无比的图表 案例 生情并茂 详细讲解 下面的秦宇轩 跟着在下面快速计算 仔细思考 非常的认真 当遇到不懂的问题时 秦宇轩或询问同学 或主动举手 秦宇轩并不是特别有学习天赋的人 但 她却是特别努力和上进的人 也正是因此 她才能考上名牌大学 直至如今宝言 甚至 在众多研究生里 秦宇轩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认真学习的时间 永远都过得很快 只是一黄眼 天便渐渐黑了下来 秦宇轩抱着书本 脱着疲倦的身子 回到了宿舍 坐在床上一阵发呆 室友黄莫丽问道 宇轩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你怎么还傻坐着 你那个男神男朋友 还没过来吗 张静言文 立马来了精神 放下手机道 什么时候过来 我可要看看 他究竟是不是 像你们说的那么完美 林凡上次来魔度的时候 张静被导师 拉在实验室加班 所以 根本没有见过林凡 而这段时间 几位室友说的最多的 就是秦宇轩的男朋友林凡 在他们嘴里 林凡简直快要变成神仙了 张静早就想见上一见 如今 终于有了机会 他当然很高兴 秦宇轩有些黯然道 前阵子 林凡参加了数学建模大赛 最近 他们学校强行要求培训 所以 今天来不了魔度了 张静 黄茉莉和万岳柔 立马听出了他语气中的不开心 这也难怪 毕竟 这可是秦宇轩 作为林凡女朋友的第一个生日 结果 林凡就缺席了 三人不想秦宇轩太不开心 于是 开始活跃起了气氛 数学建模大赛 那可是数学系 最大规模的比赛之一了 多金又帅 现在 还是未学吧 天哪 这也太完美了吧 没了 没了 张静感叹道 万岳柔翻了翻手机 道 难怪要培训了 数学建模大赛要不了几天 就要举行了 学校单独组织培训 这怕不是种子选手 要是拿个什么省奖 那就不得了了 黄茉莉道 要我说 宇轩男朋友 不来还好一些 也就今年 我们四个可以一起过生日 以后 我们实习 毕业 结婚生子后 哪里还有机会了 我们应该珍惜这些 为数不多的时光 张静赞同道 没错 走 老规矩 吃火锅怎么样 对对 吃火锅 黄茉莉连连点头 万岳柔道 说起火锅 我好像都已经闻到火锅味了 不行了 我口水快出来了 话落 他还特意咽了口口水 秦宇轩哪里不知道 三人是故意在开导自己 但 他还是被几人给逗乐了 笑道 好好 吃火锅去 四人说走就走 稍微收拾了一下 便朝着外面走去 他们刚来到楼下 一名戴着黑边眼镜的青年 从远处一路小跑了过来 然后 向秦宇轩递出了一捧玫瑰花 宇轩 祝你生日快乐 秦宇轩颜值极高 可以说是整个魔都大学的校花 类似的事情 他经历了许多次 所以 秦宇轩并没有感到太多惊讶和意外 只是平淡道 谢谢你的祝福 不过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所以 就不收你花了 说完后 秦宇轩便直接从青年旁边走了过去 一行四人继续前行 穿过绿荫小道 走过荡漾的湖边 来到了宽广的操场上 再往前 就可以出学校大门 去外面吃火锅了 哗啦啦 这时 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阵巨响 而后 一股狂风 无由来地横吹了过来 树木摇曳 衣服哗哗作响 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 一缕缕鲜艳的红玫瑰花瓣 如同雨点般 从空中缓缓飘落了下来 整个操场 竟然下起了玫瑰雨 与此同时 一道耀眼的灯光 猛地落在了秦宇轩身上 接着 一架直升飞机 出现在了操场上空 而后 一架如雪的钢琴 和身穿白色西装的林凡 从直升飞机上 缓缓降落在了秦宇轩面前 紧接着 林凡修长的双手 放在了钢琴上 并在黑白剑上 飞快 跳动了起来 一曲 梦中的婚礼 响彻了整片操场 时而幽远 时而轻快 所有人的心 都跟着音符晃动了起来 这一刻 时间仿佛就此停止 操场上 所有人全都将目光 集中在了林凡和秦宇轩身上 在众人的眼里 林凡和秦宇轩 如同变成了一对 立于云彩之上的神仙眷侣 鸟雀成桥 星光环绕 璀璨 绚烂 让人仰望 惊叹 而在秦宇轩眼里 整个世界仿佛彻底黑了 唯有林凡如同太阳般 绽放出炙热的光芒 她听着幽远 动听的乐曲 彻底吃了 醉了 她的眼前一片朦胧 整颗心被感动 当梦中的婚礼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后 林凡又弹奏起了 生日快乐 而后 林凡缓缓起身 手捧着九十九朵艳丽的红玫瑰 深情道 宇轩 生日快乐 啪哒 秦宇轩终于情难自惊 一股热泪如同珍珠般 滚落了下来 而后 整个人扑进了林凡的怀里 一双火热的唇瓣 直接映了上去 哦 星号 星号三 星号 星号三 星号 啪啪啪 顿时 整片操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秦宇轩是魔都大学有名的美女 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甚至 现场就许多爱慕她的人 但是 在这一刻 她们却对林凡声不出任何嫉妒之意 有的只是祝福 有的只是赞美 因为 她值得 两九 纯分 林凡一手揽着秦宇轩的腰肢 一手拉住直升机放下的绳梯 朝着空中飞去 秦宇轩在空中看着几乎被玫瑰曝红的美丽操场 整个人都快要融化在林凡的怀里 嗜才分开的唇瓣 再次印在了林凡脸上 她们就这样在无数人羡慕的目光下 朝着高空远飞而去 张静养着脑袋 痴痴地道 我现在终于明白 这些天 你们为什么会说林凡是神仙男友了 她恐怕真的就是神仙 万月柔道 如果 我有这样一位男友 就是减瘦十年也愿意 黄茉莉看着彻底消失在视野里的直升机 然后 又看了眼周围 道 这么多玫瑰花 得多少钱啊 每平米按照一朵玫瑰花计算 每朵玫瑰花五元 而我们学校的操场 大概是二万平米 万月柔道 五元 两万 这就用了十万块 黄茉莉瞪大眼睛道 另外 还有直升机 人工等 刚刚那一幕 最少在二十万以上 万月柔道 死 黄茉莉倒吸一口凉气 再次呆了 对于黄茉莉等人的反应 林凡自然无从知晓 此时 她和秦宇轩来到了魔都唯一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以往的时候 这家米其林三星餐厅 永远是门可罗雀 无比火爆 今天 宽敞的大厅里 只摆放了一张桌子 桌子上 点燃着昏黄的灯光 和许多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因为 今天整间米其林三星餐厅 被林凡包了下来 林凡将82年拉费酒 缓缓倒入了高跟酒杯里 而后 与秦宇轩轻轻一碰 道 宇轩 生日快乐 接着 将一个迷你车要是递了出去 这辆车 我觉得和你比较大 希望你能够喜欢 林凡道 这是林凡的实话 对于如今的林凡来说 即便送几百上千万的超级跑车出去 他也绝对不会心疼 但 自从上次做过甜甜老师的mini后 林凡就觉得 秦宇轩也很适合开这辆车 所以 才会选择这件生日礼物 喜欢 我很喜欢 mini 林凡 谢谢 谢谢你 秦宇轩无比高兴道 眼泪再次从美眸中滚落了下来 林凡道 傻瓜 怎么还哭了 我没哭 我只是太高兴 太幸福了 秦宇轩道 这时 林凡脑海中 响起了一道清脆的提示音 叮 完成隐藏任务 举办一场完美的生日宴会 获得五个白银红包 林凡脸上 不由露出了一抹一色 在购买了百年人生后 系统达到了LV5 LV5 除了每天呼吸 走路 睡觉所得的资金 在LV4的基础上翻倍外 还开启了任务系统 但 这两天 林凡一直没能触发过任务 今天 为秦宇轩举办生日宴会 竟然还完成了一个隐藏任务 五个白银红包 这是什么呢 踏踏 这时 一名服务员 端着非常漂亮的天使蛋糕 缓缓走了过来 宇轩 许个愿吧 林凡道 嗯嗯 秦宇轩双手合十 默默许愿 是一夜 希尔顿总统套房内 两只黄黎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哦 星号 星号三 星号 这一夜 希尔顿总统套房内 无眠 一日 一缕耀眼的阳光 透过窗户缝 落在了床边 秦宇轩才缓缓睁开了眉眸 林凡微笑着道 醒了 秦宇轩的穷鼻里 发出了一道清恩声 然后 努力挣扎了几下 实在是 昨晚太过激烈 让他柔弱的身体 有些不堪重负 我扶你起来 林凡道 上一次 秦宇轩还羞涩无比 这一次 却是没有再拒绝了 叮咚 这时 外面响起了一道清脆的门铃 林凡道 应该是服务员送吃的来了 你也饿了吧 先洗漱一下 嗯嗯 秦宇轩像是一只乖巧的小白兔 轻轻点头 希尔顿的早餐非常丰盛 奥龙芝士一面 燕窝粥 牛奶 蟹黄罐汤包 秘书 冰封果盘等等 全都精美无比 林凡和秦宇轩吃得很满足 慵懒地相依在一起 无比幸福 叮咛咛 这时 秦宇轩的手机 响起了嘹亮的铃声 可是 教授我 好吧 秦宇轩一阵应声后 缓缓挂断了电话 教授找你做项目了 林凡问道 秦宇轩低头道 是的 没事 你直接过去就行 我待会儿也得回江北 参加数学建模大赛的培训 林凡道 那我送你去机场 秦宇轩道 好 林凡道 接着 两人携手朝机场而去 魔都作为国际大城市 机场永远都热闹无比 林凡和秦宇轩在外面温存了一阵 这才朝VIP休息室而去 此时的VIP休息室空无一人 非常的安静 林凡先到了杯红酒 然后 坐在真皮沙发上 悠闲地拿出了手机 获得一百个红包 是否全部领取 一百个红包 也就是说 这次生日宴会 共花费了一百万元 不过 林凡对此并没有任何在意 他随手点击了领取 叮 恭喜您 获得十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十倍返利卡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一百个红包 林凡一共获得了二十二万零三百一十元 和一张十倍返利卡 林凡无奈摇头 按道 怎么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呢 没用的东西 二十二万元 外加可以带来不知多少钱的十倍返利卡 无用 接着 林凡又将注意力落在了白银红包上 是否开启五个白银红包 对于由完成任务获得的白银红包 林凡充满了好奇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选择了开启 叮 恭喜您 获得二十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十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专业级吉他弹奏经验 弹奏出好听的吉他曲 增添更多的魅力 叮 恭喜您 获得十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七十万元 五个白银红包 林凡共获得了一百三十万元 和专业级吉他弹奏经验 林凡心中立马有了猜测 以前 每次开启红包所得金额 全都在十万以下 而白银红包里的每个红包 全都在十万以上 并且 五个白银红包 就得到了一个技能 按照这种推算的话 白银红包的价值 恐怕比普通红包高一个等级 更容易得到好东西 任务 看来很有完成的必要 在林凡陷入沉思的时候 一名空姐缓缓走到了林凡身边 用无比甜美的声音 道 先生 您乘坐的航班 现在可以登机了 林凡听到声音后 心头微微一荡 不由转头看去 这一转 她的脸 差点撞上空姐完美的身材 哦呦 甚至 林凡还隐约能感受到 散发出来的一丝热量 和淡淡香气 林凡心跳不由加快了几拍 盲向后一开 此时 她才发现面前的空姐 身高约莫一百六十八 五官非常精致 玲珑 眸子似水 皮肤白皙如雪 没 极品美女 林凡情不自禁 用真实之眼观察起了她 颜值 九十六 好感度 七十 对于九十六的颜值 林凡并没有感到意外 但 好感度七十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刚刚差点碰到她 她怎么反而 对自己有这么高的好感度 半想 林凡才回过神来 道 抱歉 我刚有些走神 没听清你刚刚说什么 您乘坐的是头等舱 可以提前半小时登机 现在已经能够登机了 美女空姐的声音 始终非常甜美 根本没有因为重复说话 而生出一丝的不悦 林凡道 好的 然后 林凡在美女空姐的引领下 朝着VIP通道 漫步走去 一路上 甚至是林凡整个成绩期间 美女空姐始终围绕林凡身边 并不时的虚寒问暖 以最好的状态 提供最完美的服务 那种感觉 简直就像她是林凡的私人空姐一样 而在林凡乘坐飞机的时候 秦宇轩驾驶白色 Mini来到了魔都大学 然后 她带着车辆合格证 合同等资料 漫步回到了宿舍 黄茉莉 张静 万月柔 立马一窝蜂围了上来 其中 张静最为激动 一把抱住秦宇轩的胳膊 叫道 宇轩 求经验 究竟该怎样找到林凡这种神仙男友 万月柔道 宇轩 我真是好羡慕 你有这样的神仙男友啊 黄茉莉则是问道 宇轩 昨天她有送你什么礼物吗 对了 你手上拿的什么 秦宇轩看着三人急切和羡慕的模样 心中再次涌起浓浓的幸福感 她高兴道 静静 月柔 你们也不用羡慕我 等约分道了 你们也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接着 秦宇轩拿出手里的资料和钥匙 道 这就是林凡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了 天哪 竟然是一辆车 黄茉莉惊讶叫道 万月柔补充道 而且 还是 mini coupe顶配版 什么 mini 我看看 我来看看 张静机动道 啊 还是我最喜欢的白色 这款式 也太好看了吧 显然 万月柔对车有一定的研究 而张静 则对车只停留在颜色和好看的阶段 黄茉莉忍不住问道 这个 mini coupe顶配版是多少钱啊 加上装饰 落地估计差不多四十万 万月柔道 什么 黄茉莉惊讶大叫 我的天 再加上直升机和玫瑰 那这场生日 岂不是花了六七十万 黄茉莉又问道 雨萱 她带你去哪里吃好吃的了 米其林三星 秦宇轩道 那岂不是又得花好几千 黄茉莉赞叹 秦宇轩张了张嘴 犹豫了片刻 还是如实道 她把整个米其林三星包下来了 静 整间寝室 一片寂静 黄茉 张静和万月柔拳都张大嘴巴 呆呆地看着秦宇轩 脸上除了羡慕 还是羡慕 张静喃喃道 神仙 这绝对是神仙男友 此时 林凡在美女空姐无微不至的关怀下 成功抵达了江北市 下了飞机后 林凡禁止朝停车场而去 很快 她便来到了兰博基尼前 刚坐了进去 手机微微一震 十二点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一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今天的红包 林凡贡获得了三万零三百零四元 她随意将手机放到了一班 便准备启动兰博基尼 这时 美女空姐欠力的身影 出现在了旁边 她完美的身材靠在了窗户上 天天道 又见面了 我就住在附近几公里 可以麻烦送我一下吗 林凡略做犹豫后 点点头道 可以 美女空姐道 谢谢 话落 无比高兴地坐到了副驾上 林凡没有 立刻启动车辆 而是道 其实 我有女朋友的 这位美女空姐 从VIP休息室 到飞机上 一直对自己格外关照 如今 又主动要求 自己送她回家 林凡又不是傻子 哪里看不出她的心思 美女空姐俏脸如常 甚至 还多出了一抹笑意 道 我知道的 知道 那你还 林凡愣了一下 接着 她用真实之眼 再次观察起了美女空姐 颜值 96 好感度 八十 林凡再次愣住了 美女空姐知道了自己有女朋友 然后 对自己的好感度 还快速上升了 这时 不远处 一名身材匀称的空姐 亲吻了一下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然后 两人一起坐进了黑色奔驰车里 见此 美女空姐叹息道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空城 每天的工作 只是坐坐飞机到处玩玩 但 他们却不知道 我们每天工作同样很累 工资却只有一万而已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 颇有些资产的人 在一些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 很多人都渐渐沦陷了 说到这里 美女空姐低着脑袋 道 其实 不怕你笑话 以前也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板 提出每个月丢五万块 让我跟他两年 那时候 我差点就动心了 接着 美女空姐用有些坦克的目光 看向了林凡 问道 你会不会很看不起我这样的人 林凡摇摇头道 绝大部分人 之所以努力学习 工作 只是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而已 但 能够像你这样坦诚的人 却是很少见的 林凡边开车 边与美女空姐闲聊 氛围非常轻松 这期间 两人相互 自我介绍一番 林凡知道美女空姐 名叫邱子倩 正如邱子倩所说 她就住在附近几公里 十分钟左右 林凡便来到了一座 有些老旧的小区 小区环境并不算好 但 邱子倩住的地方 却收拾得很干净 整洁 让人有种家的温馨感 邱子倩介绍道 这是我和另一个空姐合租的房子 她今天飞了国外 应该过几天才会回来 这时 她恰好看到了桌上的红酒 问道 你要喝点酒吗 林凡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碰 随着一声清响 一缕鲜红的酒液 荡漾在了高跟玻璃杯之中 林凡端起酒杯 轻轻摇晃 然后 放在鼻子边嗅了嗅 最后 才缓缓倒入了嘴里 她的动作轻柔 优雅 如同一位高贵的王子 无比迷人 饮酒绅士 魅力无限 原本 邱子倩是想用酒给自己壮胆 但 这一刻 她却是彻底沉沦了 叮 魅力光环 触发刻骨铭心 邱子倩终于情难自惊 直接扑在了林凡怀里 日光高照 鸟儿展翅 草丛素素 转眼 来到了黄昏时候 邱子倩擦了擦眼角幸福的泪珠 有些艰难地 从一抹烟红的床上爬了起来 林凡问道 你没事吧 不用再休息一下吗 邱子倩轻声道 我没事 你应该饿了吧 我先让你尝尝我的厨艺 你还会做饭 林凡惊讶道 要知道 如今的年轻人 尤其是女生 几乎从没有下过厨房 而像邱子倩这种漂亮的女生 一般来说 就更不会做饭了 邱子倩道 在外面吃一顿 差不多够家里吃一天 另外 征服一个男人的心 就应该先征服他的胃 当然要好好练习了 林凡言文 不由一笑 随着一阵油烟生腾后 只是半个多小时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便端到了林凡面前 味道真好 林凡有种赞叹道 邱子倩听后 也是高兴不已 道 喜欢吃 就多吃点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林凡道 这一顿 林凡吃了足足两碗饭 并将五道菜全吃了个干净 脸上竟是满足之色 轰隆隆 这时 小区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林凡走到窗外 看着远处的挖土机 微微皱眉 邱子倩道 最近在修路 所以会有点吵 这里环境太差了 我帮你换个地方住吧 林凡道 邱子倩笑道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住你家吧 林凡道 我在江北念大学 现在住宿舍 邱子倩言文 整张俏脸满是惊讶之色 他根本没想到 穿一身名牌 带僵尸单顿Ture.LL 还开着兰博基尼的顶级神豪 竟然还是一名学生 邱子倩古怪道 这样算来 岂不是我还赚了 林凡笑着摸了摸鼻头 一阵无奈 接着 林凡掏出手机 拨出了连家经理 韩田的电话 连家 会议室 韩田坐在最上方 拿出一叠资料 仔细讲解公司相关政策 以及市场情况 下方的店员们 全都听得非常仔细 并不时地记上笔记 叮铃铃 这时 韩田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他看到来电提示后 神情罕见地颤抖了一下 韩田几乎是条件反射 直接接通了电话 林先生 您好 韩田轻声道 韩经理好 是这样的 我打电话过来 是想问问 你有环境比较好的房子推荐吗 林凡直截了当道 韩田只是略做思考后 道 如果不考虑具体骗区的话 我推荐一棵城市和桥湖城 这两个小区几乎拥有江北最好的绿化和物业管理 他们的位置全都极好 方圆十公里内 公园 大型商业 医院 应有尽有 交通也非常便利 另外 一棵城市和桥湖城 全都销售150平以上的大平层 住起来非常舒心 如果是一般人询问 韩田自然不会推荐一棵城市和桥湖城 更何况是其中150平以上的大平层 要知道 一棵城市和桥湖城的环境 位置 确实无可挑剔 不过 价格同样非常高昂 而林凡不同 他拥有万家华府整整一栋的房子 自然不会在意这点价格 显然 正如韩田所料 林凡听后 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道 你那边有这两个小区的房子销售吗 有 韩田肯定道 你应该比较忙吧 要不然 派个人过来 带我看看房子 林凡道 虽然 韩田是销售经理 由他带着看房子 最为合适 但 林凡可不想耽搁别人的时间 韩田道 不忙 不忙 我已经闲半天了 待会儿 我们约在一棵城市碰面 你觉得怎么样 好 林凡道 韩田挂断电话 直接起身道 你们先自己总结 归纳一下吧 说完后 快步朝会议室外面走去 只剩下众员工在会议室里 一脸猛逼 韩经理 你刚不是说 这场会议很重要吗 要放下手上的所有事情吗 至于 自己总结 归纳 我们连政策文件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怎么总结 怎么归纳 对于员工们的想法 韩田全然不知 他出了店门后 直接驾驶着一辆 红色宝马530LI 朝着一棵城市 急迟而去 韩田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林凡还没有到 于是 他又借着空隙 拿出化妆镜 口红 粉底 在车里给自己补了补妆 哄 当远处响起一阵 发动机的轰鸣声后 韩田注意到 一辆炫酷的兰博金尼 快速驶了过来 于是 忙从车里走了出来 兰博金尼停稳后 林凡打开车门 道 韩经理 久等了吧 韩田连连摇头 微笑着道 没有 我也才刚来而已 下一刻 韩田整个人 却是微微一僵 因为 兰博金尼副驾驶上 竟然走出了一位美女 并且 这位美女还走上前 挽住了林凡的手臂 无比的亲密 林凡看着一颗城市气派的大门 微微点了点头 第一印象 他感觉还是不错的 林凡道 韩经理 带我们进去看看吧 哦 哦 好的 韩田道 不得不说 一颗城市 不愧是江北最好的小区之一 保安远远看到后 便主动走上来 用非常谦逊的语气 询问了一番 而后 又让人站在了林凡的 兰博金尼车旁边 显然是为了防止有人寡蹭 一颗城市 实行严格的人车分流 小区里面看不到任何一样汽车 林凡等人走进一颗城市后 放眼看去 没有一片垃圾 地面非常的整洁 有的 只是绿荫树木 草地 有的 只是鲜花 芳香 环境很好 没多久 林凡等人便来到了位于25楼的房子里 这是一间178屏的大屏层 现代轻奢装修风格 站在高大的落地窗前 不仅可以将整座小区的美景 尽收眼底 还可以感受到黄昏的余晖 惬意无比 林凡问道 喜欢这套房子吗 邱子倩轻轻点头 事实上 当她走进这套房子的时候 整双美眸立马就亮了 在她看来 这根本不是房子 而是一座城堡 一座属于她梦中的城堡 林凡道 喜欢就好 那就这套吧 说完后 林凡直接递出了银行卡 虽然 寒天早已经领略过林凡的爽快性格 但 此时 也不由愣了一下 一套178屏的大房子 只是随意看了一圈 直接就要付钱了 这 这也太豪爽了吧 半想 寒天才愣愣地接过了银行卡 道 这套房子共178屏 每屏单价为4.6万 林先生准备全款还是 全款 林凡直截了当道 对于这个结果 寒天则没有太过意外 他从包里拿出合同 林先生 您可以先看一下销售合同 然后 在下面签字 显然 寒天出门时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林凡道 子倩 你来签字吧 啊 我 邱子倩不由呆了一下 邱子倩知道 林凡拥有兰博基尼和戴江施丹顿Turda LL 绝对属于超级神号 他以为林凡说给自己换个房子 是重新租一间房子 如今 换成买一套房子 已经让他很意外了 但是 邱子倩却从没有想到 林凡是直接将房子送给自己 他刚刚可是听得很清楚 这套房子 一共一百七十八平 每平四点六万 也就是说 这是一套八百多万的房子 就这样 送给自己 即便 邱子倩当了两年空城 也算见过不少世面 此时 也是惊讶无比 林凡点头道 是的 这套房子 是送给你的 邱子倩静静看着林凡 见他没有丝毫开玩笑 和犹豫的意思 这才深深地吸了口气 认真道 谢谢 然后 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 一旁的韩田 看了眼合同 脸上布满了羡慕之色 心中喃喃道 我什么时候 才能遇到对我这么好的人呢 接着 韩田拿起林凡的银行卡 在早已准备的 POS机上轻轻一刷 爹 与此同时 林凡脑海中 响起了一道清脆的提示音 爹 本次消费818.8万元 是否使用十倍返利卡 是 林凡心中莫道 成功使用十倍返利卡 获得8188万元 紧接着 林凡的手机微微一震 招商银行提醒您 存入8188万元 至此 林凡如今的资金 达到了15600万元 资产 首次过亿 即便 如今林凡依靠呼吸 走路 睡觉等方式 每天能够获得保底140万元 此时 突然得到这么多钱 嘴角也不禁微微上扬 爹 完成隐藏任务 资金过亿 获得五个白银红包 林凡言文 脸上的喜色更剩了几分 他有过一次完成任务的经验 非常清楚白银红包是多么难得 寒天又交代了一些关于手续的事情 并将钥匙递给了林凡后 这才缓缓离去 而林凡则直接将钥匙递到了秋子倩面前 微笑着道 子倩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这套房子的主人了 秋子倩看着面前的钥匙 郊区微颤 她的愿望 就是在江北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如今 实现了 而且 还是拥有这样一套完美的房子 我从没想过 会有这么好的房子 谢谢你 老公 秋子倩说完后 直接抱住林凡 并用一双火热的唇瓣印了过去 许久 两人才缓缓分开 林凡看了眼时间 道 我今天就不陪你了 晚上需要回一趟学校 好的 秋子倩应声 你今天是住这里 还是回租住的地方 林凡问道 秋子倩道 这里还有 很多地方得收拾 今天我先回去住 那我送你 林凡道 接着 两人携手朝外面走去 林凡将秋子倩放在了小区门口后 便朝着江北大学 方向而去了 正在秋子倩转身的时候 一名模样甜美 同样穿着空姐制服的女人 出现在了面前 秋子倩略有些惊讶道 黄灵 你不是今天飞国外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显然 这名空姐就是秋子倩的合作室友 黄灵道 国外天气不好 所以 航班取消了 顿了顿 她又道 我们先不说这个 你刚刚从兰博基尼车上下来 紫倩 你应该不会被秋子倩和黄灵关系极价 否则 也不会合作了 他们之间会聊一些私密话题 黄灵知道 秋子倩一直对包没有反感 秋子倩点点头 道 是的 黄灵暗叹了口气 问道 她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她没有给我钱 秋子倩回答 什么 没有给你钱 你就 黄灵叫道 秋子倩道 她送了我一套房 一棵城市178平的房子 啊 黄灵的嘴里 直接变成了O型 平时无聊的时候 黄灵没少看房子 非常清楚 一棵城市的房价 究竟有多贵 一套178平 一棵城市的房子 恐怕最少 也得五六百万吧 就这样 送给了秋子倩 黄灵忙道 她写了你的名字 秋子倩点点头道 合同都在我手里 叮咚 这时 秋子倩手机微微一震 原来是林凡发来了消息 林凡 空城的工作 如果不想做 就辞职吧 我转点钱你先用着 不够了再告诉我 接着 秋子倩便收到了 一百万的到账消息 秋子倩 谢谢老公 秋子倩回复了消息后 养了养手机道 她现在给我钱了 什么 一百万 黄灵再次张大嘴巴 她还从没听过 有人寄送几百万的房子 又给一百万现金的 这简直就是 当祖奶奶供着 好吗 黄灵叫道 子倩 她还包吗 求包 秋子倩看着她 可怜巴巴的模样 笑得娇躯直颤 林凡回到江北大学后 直接来到了 时讯楼三零五室 此时 夏冰和夏雪 两位双胞胎 正在电脑前 认真设计模型 他们看到林凡后 美眸中立马 多出了一抹 兴奋的光芒 然后 琪琪从身后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瓶麦洞 递到了林凡面前 林凡道 谢谢 随手打开两瓶麦洞 各喝了一口 夏冰和夏雪见此 脸上的喜色更剩了几分 一对可爱的小酒窝 若隐若现 这时 教授张勇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看到林凡后 当即叫道 林凡 你终于来了 林凡言文 不由摸了摸鼻头 上周六 张勇就一直给自己发消息 要求早点过来培训 但 周六时 新月酒店将拍卖百年人生 而百年人生 关乎林凡的病痛 林凡当然需要前往 一直到周日晚上 林凡才回到江北 而周一 又是女朋友秦宇轩的生日 林凡自然要去魔都庆祝 一来二去 林凡直到现在 才有空来时训事 张勇无奈道 原本 还想借着这几天 给你好好培训一下 但 明天就要比赛了 现在如果培训 反而影响明天考试的精神状态 张勇说到这里 轻叹了口气 道 我就再说说比赛规则吧 数学建模大赛 一共持续72小时 难度 强度都很大 尤其是 对于林凡来说 需要计算 编写论文和答辩 任务很重 但 你一定不要慌乱和紧张 稳定发挥就行 张勇第一次看到林凡 下冰和下雪的数学建模时 心中无比激动 澎湃不已 他当即觉得 江北大学今年果奖 甚至是高教杯有望 但 现在 张勇却是没有任何信心了 张勇做一名教授 非常清楚临近考试 却去忙其他事情的学生 究竟会多影响成绩 他心中只是默默道 希望林凡他们 能拿到省奖吧 一日 天气晴朗 一抹灿烂的朝阳 如同巨龙般 朝着高空飞快升腾 江北大学数学院 和计算机学院不少学生 纷纷朝宽阔的阶梯教室走去 今天 或者说 未来的三天 他们都将再次进行困难的数学建模比赛 辅导员孙耀东站在远处的走廊 默默看着这一幕 这时 一名年纪约莫三四十来岁的中年老师 道 孙老师 你让那么多学生报名数学建模大赛 光有数量 没有质量 也没什么用啊 孙耀东道 那可不一定 说不定他们之中就出现几个省奖了 中年老师笑着摇摇头 显然 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 阶梯教室内 郑金宝看着全都相距两米远的桌子 叹了口气 道 这下完了 想抄都抄不着了 旁边 计算机院和数学院的同学 一脸黑线 合着 你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是打着抄袭的想法 郑金宝又看了看坐在不远处的宋毅 难难道 反正有人作伴 没事 说完后 郑金宝打开肥宅快药水 猛地喝了一大口 满脸的享受 这时 宋毅也朝四周看了一圈 当他看到郑金宝的时候 明显松了口气 学渣相伴 一起垫底 这底 也会厚实一些 林凡则是坦然地坐在椅子上 无比悠哉 那模样 好像根本不是来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而是来喝茶的 夏冰 夏雪 你们别紧张 只是一场考试罢了 放轻松点 林凡道 夏冰和夏雪 连连点头 如果 他们是和别人一起参加比赛 那么 他们也会和林凡一样 非常轻松 但 这次数学建模大赛 却是和林凡一起组队 这就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因为 夏冰和夏雪心中默默决定 一定要拿出最好的技术考试 绝对不能给林凡拖后腿 爹 这时 整座阶梯教室 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 接着 三名年纪全在40岁以上的教授 缓缓走了进来 其中 两并微白的教授 道 除了队员间可以小声议论外 其余人禁止交投接二 为者取消比赛资格 全国数学建模大赛 现在开始 大家请看题目 随着老教授话音落下 阶梯教室的投影仪 以及众人面前的电脑上 出现了三道题目 一 设计一座房子 二 设计一个排水系统 三 设计一个停车场 请在三个问题中 任选其一座答 看到这三个问题后 众学生全都傻眼了 设计房子 排水系统 停车场 这不都应该是建筑学院 去做的事情吗 这需要画图纸 设计方案等等 确实有一些复杂性 但 这和数学建模大赛 有什么关系 数学建模大赛 不是一场关于数学计算的比赛吗 这里面 哪里设计数学了 众学生先是一阵发愣 半想 才低声议论了起来 我们选哪道题目 计算机系的矮个 问道 停车场 好像要简单一点 中等身材的数学院学生 实疑着道 正经宝则是满口否决 道 当然是排水系统啊 排水系统多简单 直接画几条勾曲就可以了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半想 才犹豫着道 那就设计排水系统吧 林凡随意扫了眼三道题目 心中立马有了思路 夏兵 夏雪 你们想做哪道题目 林凡问 夏兵 夏雪 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静静地看着林凡 显然 那模样是在说 你选择题目 林凡点点头 道 好 那就我来选 他摸了摸下巴 陈寅道 很多城市每逢大雨天 就容易积水 设计排水系统 麻烦是麻烦点 但 还有点用处 那我们就选择第二道题目 设计一个排水系统吧 夏兵和夏雪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意见 连连点头 这时 林凡的脑海中 响起了一道清脆的提示音 叮 触发任务 在数学建模大赛中 获得国家级奖状 奖励五个白银红包 林凡言文 嘴角微扬 原本 林凡只打算随便解答一下题目 此时 他却是决定 要好好比赛了 林凡提笔如飞 快速将一道道复杂的算式 写在了白纸上 接着 他将要求和数据 告诉给了夏兵和夏雪 顿时 林凡所在的队伍 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 富有节奏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夏兵和夏雪的电脑上 渐渐出现了排水系统的雏形 很快 到了中午 许多人 直接将饭买到阶梯教室门口吃 匆匆忙忙吃完后 又继续开始解题 比赛 没办法 实在是数学建模的工作量太大了 如果不抓紧时间 无法完成任务 而林凡则完全不同 他和夏兵下雪吃了午饭后 还悠哉悠哉地 回到了空荡荡的宿舍 准备睡一个午觉 这时 他的手机微微一震 十二点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六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二十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今天 林凡共获得两万五千零九元 接着 他又看了眼屏幕上 显示的八百一十八个红包 这是昨天花费了八百一十八点八万 买了一颗城市的一套房后 得到的红包 原本 林凡打算凑齐一千个红包 一起开启 现在 却又犹豫了起来 难难道 算了 开启吧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千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两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专业级游泳经验 优秀的游泳技术 可以让您在水中 同样展现超长的魅力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专业级飞机驾驶技术 即便是飞机 也能轻松驾驶 魅力无处不在 八百一十八个红包 林凡共获得了七十八万 零九八十二元 和专业级游泳经验 专业级飞机驾驶技术 七十八万现金 倒是无所谓 但 获得了两项新技能 林凡还是很满意的 难难道 还有五个白银红包 算了 等数学建模大赛的任务完成后 再一起开启吧 这一觉 林凡睡到了两点钟 才慢悠悠地朝阶梯 教室走去 此时 阶梯教室里的众人 全都在奋力计算 设计 林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先是喝了口清茶 这才开始服案书写 转眼 天渐渐黑了下来 阶梯教室依旧灯火通明 噼里啪啦的声音 不绝于耳 显然 他们之中 很多人晚上都不准备回去休息 直接在教室通宵了 林凡则是到点后 直接和下冰 下雪 回寝室休息去了 第二天的生活 与第一天类似 当林凡再次准备回寝室休息的时候 头发微白的教授 终于忍不住走了过来 道 这位同学 明天就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了 你不抓紧时间 解答一下题目吗 林凡点点头道 好的 然后 直接朝教室外面走去了 老教授 好的 然后 直接走掉 转眼 到了第三天 数学建模大赛 属于开卷比赛 同学们只要在教室不喧闹 不相互交头接耳 不扰乱比赛秩序 怎样都可以 因此 兼考老师和教授们的工作任务 非常简单 此时 只有一名教授 坐在教室里 百无聊赖地看着报纸 另外两名教授 则站在走廊喝茶 透气 其中 一名年纪较轻的教授 问道 赵教授 您知道上次张勇说的林凡 是哪个学生吗 旁边的老教授 指着坐在教室中间的林凡 道 诺 那就是林凡了 是他 年轻教授惊讶道 我看他这几天 好像没有太抓紧答题 何止是没有太抓紧 到点就吃饭 睡觉 这哪里是来参加数学建模大赛的 简直就是来打卡的 根本没有一点吃苦精神 老教授有些恨铁不成钢 道 老教授又道 即便是一般的教授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也根本解答不完 那几个数学建模题目 今年比赛结束 我估计他论文什么的 可能都还没写好 年轻教授认同地点了点头 道 可惜了 夕阳西下 竞赛终于进入了尾声 叮 随着一道急促的铃声响起后 老教授站在讲台上 道 所有人 起立 停止答题 否则 失去考试资格 一些人还想再修改一下模型 润色一下论文 但 听到老教授的话后 却也只能一一不舍地站了起来 林凡见下兵和下雪 仍然一一不舍地盯着电脑屏幕 似乎是在担心 模型哪里会出现问题 放心吧 已经很完美了 林凡道 下兵和下雪听后 就像是得到了最好的奖励 两张俏脸喜滋滋的 无比甜蜜 林凡看着两人高兴 却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心头微微一动 花费两千万 从系统购买了二瓶医疗水 你们待会儿回宿舍后 把它喝掉 下兵和下雪 也不去询问这是什么东西 如同珍宝般 紧紧抱在了怀里 他们就这样 捧着医疗水 回到了女生宿舍502房 然后 下兵和下雪 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打开医疗水 倒进了嘴里 在他们心中 只要是林凡让自己做的事情 那都绝对要听 咚咚咚 这时 外面响起了一阵 轻快的脚步声 一名瓜子脸的室友 漫步走了进来 他看到下兵和下雪后 问道 你们回来了 那个数学建模大赛 考得怎么样了 接着 他也不等两人回话 直接坐在床上 戴上耳机听音乐 因为 他知道下兵和下雪 根本不会说话 刚刚也只是随口 那么疑问而已 下兵和下雪 则依旧在坚持比划 表示 考得还可以 片刻后 瓜子脸女生 似乎是觉得寝室有些闷 起身打开了窗户 Soul 顿时 一股强风 混合着花粉 呼啸了进来 阿帖 下兵和下雪 不由同时打了个喷嚏 紧接着 他们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缓缓张了张嘴 啊 顿时 嗓子里发出了一道 无比清脆的声音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脸上竟是 难以置信之色 接着 他们好像想到了什么 齐齐将目光 落在了手里紧紧握住的医疗水平上 江北大学 男生宿舍104房 宋义 郑金宝和马忠 全都双眼布满血丝 一脸疲倦地躺在了床上 当他们在阶梯教室 看到数学建模大赛的题目时 直接就猛掉了 如果 这是单人的比赛 宋义和郑金宝 绝对直接交白卷 太难 那很容易抉择 不做不就行了 但 数学建模大赛 却是三人一组的团体比赛 他们的队友 可不会允许交白卷 无奈之下 宋义和郑金宝 只得跟着队友答题 在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资料后 他们才对题目有了一点点眉头 这三天 他们几乎全都不眠不休 疯狂计算 设计 整个人差点没泪滩 宋义问道 你们选择的哪道题目 第三题 设计一个停车场 马忠回答 我也选的这题 我的队友说这题最简单 但 做起来还是那么复杂 宋义道 说起这话 宋义好像又想到了 这三天疯狂查询资料 疯狂计算的恐惧之中 不由地叹了口气 郑金宝扣了扣鼻孔 道 第三题最简单 不应该是第二题 设计一个排水系统最简单吗 马忠道 第二题是最难的 排水系统设计了地势 压力 土质 材料等等许多方面 如果简单的话 我们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多城市 一到下大雨 城市道路就淹水了 郑金宝眨拔了一下小眼睛 突然觉得 似乎好像有一些道理 另外 马忠是班上有数的学霸 一般来说 不会出错的 接着 郑金宝不由想到了 这三天 自己两个队友 一个劲地说题目好难 并且 还数次提出 要不要换个题目的想法 但 全被自己以其他题目 更难给否决了 如果 他们最后得知 真的是设计排水系统最难 会不会打自己 郑金宝想到这里 不由国紧了小辈子 马忠问道 樊哥 你选的哪道题目啊 我和金宝一样 选的第二题 林樊道 原本 马忠还想问 林樊好像这三天 都没有怎么解答题目 全都正常吃饭 睡觉 但 听到林樊的话后 马忠便没有去问了 在他想来 林樊之所以 不去解答题目 应该是觉得题目太难 所以选择了放弃 而郑金宝听到了 林樊的回答后 将小辈子 裹得更紧了几分 心中大叫 第二题 果然很难啊 显然 郑金宝的想法 和马忠也是类似的 叮铃铃 这时 林樊口袋里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他看了眼屏幕 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外之色 因为 他发现竟然是 夏兵打来的微信电话 林樊心头一动 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里 非常安静 甚至 林樊隐约 还能听到两道 有些急促的呼吸声 半想 林樊才主动开口道 夏兵 夏雪 你们现在应该能够说话了吧 嗯嗯 电话里 传来了两道非常清脆 甜美的声音 如同泉水叮咚 无比悦耳 林樊脸上露出了一抹享受之色 赞叹道 真好听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 手机里才响起有些切弱的声音 谢谢 林樊笑道 不客气 你们这几天考试 应该也累了吧 待会儿好好休息 不 不累 很快 电话里又传来了悦耳的声音 你 你也是 好好休息 挂断电话后 夏兵和夏雪 依旧紧紧抱住手机 整张翘脸 像是熟透了的番茄一样 红扑扑的 许久 他们才又拨出了另一通微信电话 没多久 电话里面便响起了一阵轻快的声音 妹妹们 你们怎么想着给我打电话 要展示摩斯密码吗 美少女燕笑道 当美少女燕看到来电的时候 心头略有些惊讶 她根本想不明白 夏兵和夏雪 为什么会打雨音过来 以前 可是从没有过这种情况 所以 随口开了一句玩笑 妈 妈妈 夏兵和夏雪道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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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里 先是愣了一下 而后 才响起了三道震惊无比的大叫声 紧接着 电话里再次大叫 你们可以说话了 是 是的 夏兵和夏雪道 美少女燕高兴叫道 好 哈哈 声音很好听 不愧是我女 妹妹 记得要叫我姐姐 不准叫妈妈 美少女燕沾沾自喜 哦 我妹妹就是董事 刚可以说话 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了 不错 我们先打电话给林凡了 夏兵和夏雪道 美少女燕 清室 风尚小区 中年妇女看着女儿精心装扮的模样后 连连点头 接儿道 私情这么漂亮 后天绝对不能让王小冬那小子 轻易将私情给取走了 旁边的中年男子 认同点头 道 放心吧 我已经和老三 大明他们全都说好了 让他们当赌门人 老三现在是迎山商城的保安队长 大明是稽察 由他们赌门 王小冬绝对不可能轻易取走私情 中年妇女想了想 道 只有老三他们还不够 私情 你不是还有几个闺蜜吗 把他们也全叫过来 越多人当赌门人越好 将那么多人吗 公私情犹豫着道 中年妇女立马道 那当然了 王小冬一没钱 二没事 如果结婚轻易把你取走了 他还不以为你很廉价 公私情道 其实 小冬也挺好的 挺上进的 虽然 公私情也经常训斥王小冬 但 毕竟 王小冬是自己选择的老公 他不想被贬低得太厉害 中年妇女叹息道 傻女儿 这哪里叫为难 我们这是让王小冬明白 娶你是多么不容易 以后 他才会更珍惜你 另外 我们只是 让一些人赌门而已 王小冬要真有能耐 叫一些厉害点的人迎亲 开门不就行了 要是没有 那就多花点时间 多花点心思吧 公私情节妈妈这么说 沉淫了片刻后 跟着点了点头 一日 阳光明媚 由于今天是周六 不需要上课 再加上 昨天才结束了连续三天的数学建模大赛 因此 马中 郑金宝和宋毅 依旧躺在床上没有动静 根本没有一丝起床的意思 而林凡 则如平常一样 拿起放在枕头边的手机看了眼 一条写幕的短信提醒 早早地出现在了屏幕上 零点 招商银行提醒您 汇入十四万一千二百元 这三天 林凡每天中午十二点开启的红包 全是现金红包 再加上 呼吸 走路和睡觉 林凡三天时间 一共获得了四百四十万 虽然 购买二瓶医疗水 花费了两千万 但 此时 林凡的资金 依旧拥有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万元 林凡吃了早餐后 驾驶奔驰大G 静止朝清室而去 上周 他答应了王小冬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去参加婚礼 王小冬是林凡的初中同桌 当初 林凡家里穷 连作业本和圆珠笔都买不起 王小冬则经常送给林凡一些 这全都记在林凡心里 如今 王小冬结婚 这个周末 林凡也没什么事 另外 回清室还能看看爸妈和妹妹 一举两得 约莫一个小时 林凡便已经回到了家里 自从林凡和戴薇雪 服用过医疗水后 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了许多 整个人简直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充满了活力 中午 他们甚至每人吃了两大碗米饭 下午 林凡陪着他们看电视 聊天 不时地发出一阵笑声 无比轻松 哥之 这时 大门被推开了 林小瑶背着书包走了进来 他看了林凡后 惊喜道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说完后 直接就扑进了林凡的怀里 我才会没一会儿 林凡捏了捏林小瑶的翘脸 又这么割手 你赶紧多吃点 林小瑶叫道 爸 妈 你们看看哥 又说我 你哥说得对 多吃点 戴薇雪道 林凡看着林小瑶吃瘪的模样 不由一阵想笑 问道 你今天怎么会这么早 不上晚自习了 林凡了解 轻时一中的情况 一般来说 周日才不需要上晚自习 林小瑶道 今天月考 所以 不上晚自习 林凡点了点头 哥 今天再带我出去逛逛 林小瑶兴奋道 林凡道 好啊 想去哪里 银山商城 林小瑶直截了当道 自从林小瑶知道 林凡是银山商城最大的股东后 他就一直期盼着 再和林凡去逛银山商城 因为 在他看来 那根本不是在逛街 而是在逛自己的家 可惜 林凡这些天一直没有回来 上周倒是回来了一趟 吃了午餐就直接走了 这次 好不容易又回来了 林小瑶自然要抓住机会 林凡又捏了捏林小瑶的俏脸 笑道 行 那就逛银山商城 当林小瑶坐上奔驰大巨的时候 一双靓丽的毛子 又忍不住四处张望了起来 上次 他也看到了 这辆奔驰大巨 但 却没有机会做 这次 他可要好好享受一下 红绿灯前 林小瑶看着停在旁边等候的小轿车 兴奋道 哥 我们这车好高啊 林凡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哄 当绿灯亮起时 林凡直接一脚油门 朝着前方驰骋而去 没多久 他们便来到了银山商城 这次逛街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林小瑶很快就买了好几件衣服 这时 林凡脚步微微一顿 将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宝格力珠宝店 林凡心头微微一动 静止走了过去 林小瑶问道 哥 我们去珠宝店干嘛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和爸妈的东西 顺便再买一件明天同学结婚用的礼物 林凡道 好的 林小瑶听到又要给自己买东西 一双美眸立马亮了起来 但是 当她趴在玻璃柜台上 看到一个个吓人的价格后 又叫道 哥 这里的东西好贵 我们换一家店吧 林小瑶以前也和朋友一起逛过珠宝店 对于一些价格也有所了解 而面前这些珠宝的价格 却比其他店要高上几倍 甚至十倍 即便 林小瑶知道 哥哥现在有跑车和大奔驰 很有钱 她嘴上也说哥哥的钱 就是给妹妹花的 但 林小瑶却绝对不是一个随便乱花钱的人 这时 一名中等身材的导购员 微笑着道 我们宝格里的每一件珠宝 都是选取上乘的材料 然后 交由著名的设计师设计而成 所以 价格上确实比一般的珠宝要贵上一些 但 我们风格时尚 前沿 质量上加 从这方面来说 也远超普通珠宝 林凡指着不远处玻璃柜的一条项链 道 小瑶 你觉得这条项链怎么样 林小瑶顺着锁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 那条项链细腻 却又不乏新颖 尤其是那个弯月状 绽放着绚烂光芒的坠子 更是让它眼前一亮 导购员则直接将项链取了出来 介绍道 这条项链名叫月亮公主 是法国著名设计师约翰·莱恩的作品 链子选取九十九伯金 外形活力 时尚 且无比坚固 不易锻炼 项链的吊坠 远看如同一位美丽的公主 坐在月亮船上 充满了梦幻色彩 同时 公主的周围 还镶嵌着四颗钻石 这象征着四叶幸运草 寓意将会给公主带来无尽的好运 随着导购员的介绍 以及近距离观看后 林小瑶的毛子越发闪亮了 无论是造型 象征 还是寓意 他都太喜欢这条项链了 几乎可以说是完美 这些 自然全都看在了林凡眼里 他笑着点了点头 道 好 那就把这条项链包起来吧 接着 林凡又让导购员 拿出了不远处的碧绿手镯 镶着宝石的打火机 和一对纯金打造的小鸳鸯 然后 递出了一张银行卡 爹 随着一声轻响 支付成功 林凡见林小瑶还在盯着项链 不由笑道 戴起来给我看看 好的 林小瑶激动道 他看着戴在脖子上 闪闪发亮的月亮公主 一双眸子也跟着闪亮了起来 翘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林小瑶边拿着手机自拍 边问道 这条项链多少钱啊 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导购员道 啪哒 林小瑶手机一个没拿住 直接掉到了地上 林小瑶如动了一下发干的喉咙 道 你刚刚说 多多少钱 月亮公主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蓝宝石打火机 四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玉琢四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纯金小鸳鸯 三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元 导购员直接将所有价格 全都报了一遍 后面的价格 林小瑶并没有听太清 但是 她的项链听清楚了 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林小瑶这辈子 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如果全都换成百元大钞 堆起来 恐怕有自己脑袋那个高 也就是说 自己现在戴的根本不是项链 而是扛着一个百元大钞 堆起来的大脑袋 林小瑶忙将项链取了下来 道 太贵了 我们不要了 林凡看着她着急的模样 笑道 那你说得太晚了 我已经付钱了 啊 这 这可怎么办啊 林小瑶说话间 不由朝导购员身上瞅去 那模样 显然是在问能不能退 林凡捏了捏林小瑶的俏脸 笑道 好了 不用退 你就安心地带着吧 你忘了 整座银山商城都是我的 拿自家的东西 不算什么的 林小瑶言文 这才渐渐放弃了退掉的想法 道 哥 你说 我带着她走在路上 该不会被人抢走了吧 说完后 还不忘朝四周看了一圈 仿佛周围随时都可能跳出一个人 抢走项链一样 林凡笑道 那你还不快戴起来 塞进衣服里 嗯嗯 林小瑶又重新戴了起来 并紧紧捂在了怀里 接着 林凡和林小瑶 缓缓朝停车场走去 这时 刚上任不久的保安队长龚乐齐 巡逻商城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林凡 乍看之下 龚乐齐隐约间觉得有些眼熟 然后 拿出手机照片一番对照 下一刻 龚乐齐眼睛瞪大 立马腰杆挺直 像是巡逻的士兵 朝长官行住墓里一般 也无怪 她会如此了 因为 上一任的保安队长 就是因为林凡被罢职了 这才让龚乐齐 有机会成为新的保安队长 那可是血淋淋的教训 龚乐齐绝不想自己 也因此罢职 等到林凡彻彻底走远后 龚乐齐整个人才缓缓放松下来 她犹豫了片刻 还是拨出了一通电话 周成军是青市银山商城的总经理 此时 她正在外面与人洽谈合作 叮铃铃 这时 周成军口袋里的手机 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铃声 周成军微微皱眉 她讨厌工作的时候被打扰 周成军先是朝坐在对面的中年男子 道 抱歉 我先接通电话 按下接听见后 她用有些不悦的语气道 龚队长 你有什么事吗 龚乐齐也听出了 周成军似乎不太高兴 也不敢拐弯抹角 道 周总 我好像看到上次那位年轻的林先生 又来我们银山商城购物了 年轻的林先生 周成军先是略微疑惑了一下 而后 哗的一声 猛地站了起来 是上上周的那位林先生吗 周成军这急道 是的 龚乐齐道 周成军激动道 好好 你这个电话打得很好 我马上就回来 挂断电话后 周成军忙朝对面的中年男子道 抱歉 商城有些急事要处理 合作的事情 我们下次再详细聊 虽然 合作很重要 但 哪有见林先生重要 即便 只是简简单单的见上一面 周成军说完后 快速朝外面走去 只剩下 坐在对面的中年男子 嘴里喃喃道 林先生 亲事还有什么人 能让周成军这么在意 难道是其他地方的人 周成军距离银山商城 并不算远 可惜 他的速度 还是比林凡慢上一排 公乐齐道 林先生刚开着一辆奔驰大G 没走一会儿 周成军无奈道 好吧 接着 他拍了拍公乐齐的肩膀 道 公队长 你做得不错 下次如果再见到林先生 还是在第一时间告诉我 是 公乐齐心头激动道 林凡回到家后 直接将蓝宝石打火机和手镯 送给了爸妈 林涛整张脸 差点没笑成一朵花 道 这打火机真好看 我还从没看到这么好看的打火机 拿在手里也舒服 林小瑶道 当然了 爸 你的打火机可是48888呢 什么 多少钱 林涛惊讶叫道 48888 正在把玩手镯的戴威雪 也是惊讶无比道 那我这手镯呢 46666 林小瑶道 戴威雪责怪道 小凡 你给我们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一会儿摔了就不好了 快拿回去退了 戴威雪一辈子勤俭节约 当初结婚 也只是买了一个铜戒指而已 至于 项链什么的 更是一件没有 如今 突然有一件几万块的手镯 他还真有些不适应 买都买了 哪里还能退的 林凡笑道 这只是一点小东西而已 妈 您就放心戴好了 以后 我还会给你买更好的 林涛又摸了摸打火机 跟着道 就是 孩子孝顺我们 那我们就应该高兴地收下 显然 他真的很喜欢这块打火机 但 林涛很快注意到 戴威雪在瞪自己 于是 又轻咳嗽了两声 道 小凡 我们知道 你现在是很有出息了 不过 也别乱花钱 戴威雪道 如果这些钱 花在女孩子身上 我们肯定更高兴 小凡 你现在 也算事业有成了 什么时候带个女孩子回来 给我们看看 林凡脑脑海中 不由想到了秦宇轩 夏冰 夏雪 邱子倩等人 半想 才道 以后 有机会的 一家人相处的时间 永远都过得很快 转眼 到了深夜 林凡躺在床上 将目光落在了手机屏幕上 消费32万 获得32个红包 是否全部领取 这便是今天购买珠宝 首饰后所得了 是 叮 恭喜您 获得10元 叮 恭喜您 获得5元 叮 恭喜您 获得5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职业级围棋技术 32个红包 林凡 共获得了17万3200元 消费32万 返还17万 差不多打了5折 还不错 当然 林凡并没有任何在意 他直接将注意力 放在了职业级围棋技术上 职业级围棋技术 远超常人的围棋经验 并已巧妙 精湛的技艺战胜对手 可以展现出特殊的魅力 林凡摸了摸下巴 难难道 围棋吗 好像还挺有趣 第二天 一大早 林凡便驾驶奔驰大G 来到了一家小区 此时 一家小区门口 整齐停放着六辆洗地发亮的奔驰车 显然 这些全是婚车 今天的王小冬 穿着一套黑色西服 头发竖得正亮 他看着面前的奔驰婚车 微微点头 而当他转身的时候 却又看到一辆奔驰车 从远处开了过来 接着 奔驰车窗缓缓降了下来 林凡微笑着道 小冬 我没来晚吧 新婚快乐 说完后 林凡走下车 并将放在红包里的纯金小鸳鸯递了出去 王小冬略有些惊讶 道 没来晚 我们正准备去接亲 谢谢 事实上 王小冬上周遇到林凡后 大概说了他结婚的时间和地址 然后 就没有再多聊什么了 毕竟 王小冬和林凡 只是初中关系很好 再之后 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上次突然见面 让林凡参加婚礼 随礼 这让王小冬很不好意思 即便林凡不来 王小冬也绝对不会怪罪什么 林凡自然明白王小冬的想法 他拍了拍王小冬的肩膀 笑道 不愧是新郎官 差点就可以和我比率了 王小冬听到林凡的话后 不由大笑了起来 气氛瞬间轻松了许多 他们又仿佛回到了初中时的模样 这时 一位拿着鲜花 洗字 彩带等东西的男子 大步走了过来 他看到林凡的奔驰大剧后 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道 卧槽 奔驰大剧 用这辆车当主婚车吗 太拉风了吧 王小冬忙解释道 是另外一辆 林凡则道 就用我这辆吧 放这里也是放着 这 可以吗 王小冬迟一道 当然可以了 林凡道 王小冬道 林凡 谢了 事实上 当王小冬第一眼看到奔驰大剧的时候 眼睛也是一辆 奔驰大剧 这可以说是他最喜欢的车辆之一 如果能够用这辆车当主婚车 他自然非常高兴 但 林凡是多年未联系的朋友 能够过来参加婚礼 已经让王小冬不好意思了 他实在是无法开口 又用林凡的车当婚车 林凡笑道 这有什么好谢的 很快 林凡的奔驰大剧被贴上的喜字 扎上了礼花 一到即时 林凡便充当司机 驾驶奔驰大剧 朝着新娘所在的位置而去了 虽然是周日 但 路上依旧有很多车辆 在林凡等待红绿灯的时候 周成军驾驶的奔驰一三百 就停在了旁边 周成军看着乘排的奔驰婚车 喃喃道 看来 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啊 当他的目光移动到奔驰大剧上 尤其是驾驶室里的林凡时 脸色浮现出了一抹激动之色 林先生 奔驰大剧 没错 就是林先生 他张了张嘴 想要打一声招呼 这时 红灯变绿 林凡猛踩了一脚油门 朝着前方急驰而去 原本 周成军今天又要与人洽谈合作 此时 却是直接调转了方向 紧紧跟在了林凡身后 另一方面 封上小区 大门前 早早站着两名年轻人 其中 较矮的年轻人 道 接轻的快到了吧 应该快了 公叔说让我们好好为难一下新朗 免得他觉得 娶四勤姐太容易了 可是 只凭我们两个 怕有点难啊 圆脸年轻人道 没事 还有我 一道嘹亮的声音 从身后转了过来 两人言文 脸上立马露出了一抹喜色 齐声叫道 大明哥 嘿嘿 既然大明哥来了 那就完全不担心了 较矮的年轻人 那可不 大明哥 可是我们青室鸡察队的大队长 他往那里一站 即便是几十个土匪 也能全挡在外面 圆脸年轻人道 事实上 王大明哪里是什么鸡察队大队长 他不过 是一个分队队长而已 但 他也不去解释什么 听着书星就行 王大明笑着白白手道 我哪里有那么厉害 平时也就抓几个小偷小摸而已 但是 今天新郎想轻易取走私情 那也绝不可能 两名年轻人竖起大拇指 道 不愧是大明哥 大明哥 抽支烟 我来给大明哥点火 王大明笑着接过烟 用力吸了一口 满脸的享受 滴滴 这时 远处响起了一阵嘹亮的喇叭声 王大明等三人神情一动 忙将烟头丢到了垃圾桶 话音刚落 数辆奔驰车 出现在了几人的视野里 其中 为首的车辆 正是一辆扎着李花的奔驰大G 新郎来了 街青车队显然也知道规矩 他们看到小区大门前站了三人后 纷纷将车辆停靠在了一边 然后 林凡和王小冬等人 缓缓从车上走了下来 也正是这个时候 原本 挡在小区大门中间的鸡察王大明 立马退让到了一边 不 不仅仅王大明退让了 他还拉着另外两名年轻人 一起退到了一边 然后 如同士兵见到了领导 挺直腰杆 行住墓里 两名年轻人 全都有些梦了 这 什么情况 大明哥不是说 不能让新郎青一曲走私情吗 不是说 要好好为难新郎的吗 现在 怎么突然直接退到了一边 甚至 还拉上了自己两人 他真的是赌门人 不是接亲人吗 亲事有一种习俗 结婚时 女方会让一些有能力 有地位的人 充当赌门人 百般刁难男方 以此 让新郎知道 结婚不易 从而更加珍惜妻子 男方则可以寻找能力强 地位高的人 充当接亲人 从而减少刁难 王大明之所以 突然退让到了一边 是因为看到了林凡 这是王大明 第三次见林凡 第一次是在青市中心医院 那天 青市大领导视察中心医院 王大明充当警卫保护大领导身边 当时 青市大领导与林凡即为亲近 甚至 第二天还主动前去医院看望林凡的爸爸 第二次 是在银山商城 那时候 王大明接到报警电话 却发现 林凡竟然差点被一群保安围殴 而王大明的同学 还一个劲地 让自己抓林凡 当时差点没把王大明吓死 后来 总队长知道事情经过后 立马严格处理了相关人员 甚至 王大明本人 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今天 便是第三次见面了 在青市 接青人地位越高 受到的刁难就越少 因为 这代表新娘嫁得越好 而像林凡这种 连大领导 都要平等相待 甚至是讨好的人 还能刁难吗 断然不能啊 新郎王小冬 自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但 他见赌门人离开了 也乐得轻松 直接朝里面走去 噼里啪啦 与此同时 小区里面 响起了一阵响亮的鞭炮声 站在单元楼大门前的中年男子 皱眉道 王大明怎么回事 这么快就让新郎进来了 叼着烟的龚乐旗 撇撇嘴道 还鸡查队长呢 这么不中用 旁边的中年男子道 王大明到底是年轻人 老三 你现在是银山商城的保安队长 赌人有经验 待会儿 还是得靠你赌赌门 好好为难一下新郎 如果太容易 让新郎上了楼 他怕不是以为 私情多容易取呢 龚乐旗拍着胸脯 道 包在我身上 平时我一个拦住十几个保安 那都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 我绝对给新郎 终生难忘的取亲过程 中年男子放心地点了点头 很快 一大群人来到了单元楼前 当龚乐旗看到 走在最前面的新郎 王小冬的时候 还一点地轻松 而当看到旁边的灵房后 瞳孔则是微微一缩 是他 拥有银山集团 最大股份的神秘灵先生 这时 中年男子提醒道 接亲人来了 然后 他便被龚乐旗用力一拉 直接从单元楼门口 拉到了一边 中年男子有些呆愣地 看着龚乐旗 什么情况 你刚刚不是说包在你身上吗 这就是包在你身上 包在你身上 让新郎他们立马进去 绝对给新郎 终生难忘的取亲过程 你就是这样给的 哦 对 是终生难忘 因为 太简单 太轻松了 新郎王小冬 依旧不太明白 是什么情况 但 他进入大门和前进的脚步 始终没停 轻松取亲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等到新郎王小冬等人 已经上楼了 中年男子才反应过来 迪鹤道 老三 不是要好好为难他们吗 你怎么回事 拉着我到一边干什么 现在好了 他们直接就上去了 为难他们 为难林凡 怎么可能 龚乐旗没有立刻回答 只是注视着林凡 渐渐消失的背影 难难道 思情找了个好老公啊 虽然 王小冬的情况 暂时还比较差 但是 在龚乐旗看来 既然他有林凡这位朋友 那么 今后绝对差不了 客厅里 龚思情的妈妈 来回踱步 显得有些紧张 龚思情的爸爸 喝了口清茶 笑道 放轻松 王小冬才到小区 至少还得被老三 和大明他们 为难一个小时 你现在那么紧张干嘛 踏踏 此话刚落 王小冬和一大群人 快步走了进来 见此 龚思情的爸妈 全都愣住了 什么情况 王小冬不是才刚到小区吗 怎么这么快上楼来了 即便是平时走路 从小区大门口走回家里 恐怕也比这个时间多吧 老三和大明他们没有来吗 王小冬则是没有理会那么多 朝着龚思情的爸妈 笑着打了声招呼后 静止朝房门方向走去了 此时 房间里 龚思情和闺蜜 黄子妃 也注意到了外面的动静 黄子妃不屑道 前面的赌门人 能力也太差了吧 这么快 就让王小冬上来了 顿了顿 又道 思情 你放心 你的闺门由我守护 我可是轻视中心医院的护士 每天不知道会赌多少患者缴费 我当最后 这扇门的赌门人 保管王小冬不能轻易取走你 说完后 黄子妃缓缓朝门口走去 同时 打开了早已安装好的监控 观察外面的情况 黄子妃的目光 在王小冬等人的身上一一扫过 当看到林凡的时候 满是轻松的翘脸上 立马浮现出了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 是他 住VIP病房的家属 不久前 黄子妃被安排照顾一名特户病人 林涛 黄子妃清楚记得 院长当时对病人的儿子林凡 究竟有多客气 当时黄子妃就明白 林凡是大人物 顶了天的大人物 所以 他照顾林涛的时候 特别用心 后来 林凡与院长交流的时候 随口说了句 自己照顾得不错 然后 黄子妃就直接受到了院里的公开表扬 黄子妃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林凡 而且 她还是接亲人中的一员 自己还要为难接亲人吗 怎么可能 黄子妃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打开了房门 并恭敬地退到了一边 这一幕 让坐在化妆台前的公司秦傻眼了 什么情况 黄子妃 这就是你说的 前面赌门人能力太差 这就是你说的 闺门由你守护 公司秦就这样一脸猛的 被王小冬爆出了房间 事实上 不仅仅是公司秦一脸猛 她的爸妈 以及绝大多数宾客 同样是一脸猛 这和前几天说的 好像不太一样啊 就这样轻易地 让王小冬完成接亲了 从进小区 到如今 有五分钟吗 五分钟 接亲完毕 这怕不是 要创下亲事最快接亲记录了吧 王小冬却是没有理会那么多 他走到一边 默默到热水 准备给公司秦的爸妈敬茶 从而完成接亲的最后一个步骤 他踏 这时 走廊外响起了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接着 周成军大步走了进来 当他看到林凡的时候 心头微微松了口气 他还生怕林凡已经离开了 而后 周成军微笑着道 不请自来 希望没有打扰 注意对新人 新婚快乐 在场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周成军 一些人更以为他走错了地方 所以 并没有立刻大话 站在人群里的公乐旗 惊讶到 周总怎么来了 旁边有人问道 你认识他 龚乐旗却是没有回到 急忙走了上去 恭敬道 周总好 要知道 龚乐旗在众人眼里 也是一位能人 不久前 更成为了银山商城的保安队长 不少人羡慕不已 但 如今 他竟然对面前的中年男子 这一般恭敬 周总 众人不由暗暗猜测 起了他的身份 很快 有人道 我想起来了 他是周成军 旁边人问道 周成军是什么人 你还是不是轻视人啊 周成军都不知道 他可是银山商城的总经理 又有人叫道 没错 他就是周成军 我前些天还看过关于他的新闻 有人叫道 此言一出 现场立马热闹了起来 银山商城 可是轻视最大的购物商城 银山商城的总经理 那就是银山商城的老大 这种存在 对众人来说 绝对是顶了天的大人物 如今 他竟然来到了现场 这对众人来说 简直就像是高高在上的贵族 突然来到了贫民窟 兴起 激动 周成军朝功乐起点了点头 然后 静直来到了银帆旁边 恭敬道 银先生好 银帆道 嗯 上次银山商城的事 已经过去了 不必放在心上 周成军忙道 谢谢银先生 他心头的石头 终于落了下去 上次 银帆在银山商城 差点被保安围殴 虽然银帆对宋志峰董事长说 自己处理得不错 但 周成军心里始终有些担忧 有些害怕 他一直想要找银帆 再次之前 所以 昨天功乐起说 见到银帆的时候 他才会放下手中的一切 急忙赶了过去 今天跟过来 也是同样的原因 而如今 再次听到银帆的话后 周成军明白 那件事 真的算是彻底过去了 银帆又道 这是今天的新郎官王小冬 并且 也是我的好朋友 周成军忙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枚金镯子 道 王先生 新婚快乐 自从在红绿灯前 见到银帆后 周成军就一直跟在银帆后面 而当看到银帆进入了丰尚小区 周成军又急忙掉头 前往了最近的珠宝店 购买了这个金镯子 所以 他才会晚到几步 王小冬忙道 这太贵重了 这枚金镯子非常厚重 初看之下 恐怕就得上万块 而王小冬与周成军 根本没什么交集 他可不敢随意收 这么贵重的东西 银帆笑道 小冬 你就收下吧 要不然 周总岂不是白跑一趟了 周成军也跟着道 是啊 王先生收下吧 这不算什么的 王小冬见他坚持 犹豫了一下后 终于还是将金镯子收了起来 周成军想了想 又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名片 啊 王先生 以后可以常联系啊 王小冬是林凡的好朋友 多交流一下 肯定没坏处 踏踏 这时 走廊外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接着 两名西装革履 周身散发着一股非凡气息的男子 大步走了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男子 微笑着道 恭祝一对新人 新婚快乐 永结同心 众人见到他后再次皱起了眉头 因为 他们总感觉这人好像有点熟悉 但 自己却又肯定不认识 这时 站在人群中的王大明 脱口而出道 赵大领导 此言一出 如同一枚炸弹 在现场轰然爆炸 王大明身形更是不住晃动了起来 没错 是大领导 我昨天还在新闻直播上看到了他 天哪 大领导竟然来了 大领导好 所有人全都疯狂了 没错 来人正式轻视大领导赵佳琪 不得不说 赵佳琪作为大领导 真的很繁忙 也很用心 尽管今天是周日 他依旧出门处理事情 而在路上的时候 赵佳琪恰好看到了 驾驶着主婚车的林凡 赵佳琪略作思考后 与周成军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紧紧跟在了身后 于是 便出现了面前的场景了 赵佳琪朝众人微笑 算是打过了招呼 然后 也如周成军一样 来到了林凡身边 道 林老弟 好久不见 林凡道 是啊 已经快两周了 接着 他再次介绍道 赵老哥 这是今天的新郎官 也是我的好朋友 王小冬 赵佳琪笑着道 王先生 当真是一表人才 祝你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说完后 递出了一个红包 王小冬早就因为赵佳琪的到来 整个人彻底猛掉了 银山集团的周成军 或许 今后还有可能见到 但 青世大领导赵佳琪 那可是完全处于云甸的存在 如果不出现意外 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见他一面 如今 他竟然也参加自己婚礼了 甚至 还送了一个红包 王小冬激动得整个人手足无措 不知如何是好 林凡笑道 小冬 还不快收下红包 王小冬这才反应过来 忙道 谢谢 谢谢大领导 虽然 这个红包并不厚 甚至 很薄 但 捏在王小冬手里 却如同千金 这可是青世大领导 亲自送出的红包啊 所有人用无比羡慕的目光 集中在了王小冬等人的身上 王小冬本就因为大领导在旁边激动 紧张不已 此时 又被这么多人盯着 整个人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 林凡提醒道 小冬 你刚不是倒茶了吗 快给岳父岳母敬茶吧 王小冬连道 对对 接着 他忙端起茶杯 走到了公司情的爸妈前 岳父 岳母 请喝茶 当公司情的爸妈看到王小冬 非常轻易接到女儿的时候 心中暗自决定 喝茶时 再好好为难一下王小冬 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让王小冬明白 娶女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但 此时 他们却是将心中的这些想法 彻底抛到了脑后 一把接过有些凉了的茶水 并直接倒进了嘴里 两人满脸堆笑 道 好好 好女婿 为难王小冬 开什么玩笑 没看到银山商城总经理 和青世大领导 都过来亲自送礼了吗 这样的好女婿 不快点紧紧抓在手里 还为难 万一 王小冬觉得娶女儿太难 一下子又不娶了 那该怎么办 王小冬言文 心头长松了口气 如此一来 取清算正式成功了 王小冬转身 无比认真道 林凡 谢谢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他非常清楚 银山集团总经理 和青世大领导 之所以来给自己送礼 完全是因为林凡的面子 自己也因此 和青世大领导 混了个脸书 而银山集团总经理 更主动给了自己名片 这些 对自己来说 绝对拥有无尽的好处 甚至 今天街青之所以如此顺利 也完全是林凡的功劳 林凡笑道 小冬 我们之间那么客气干嘛 初中我们同桌的时候 你经常给我圆珠笔 作业本 还送了我好几次饭票 那时候 你不是也没有要求报答吗 一些圆珠笔 作业加本 还有几次饭票 如今 却还了如此大的人情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不过如此 周围一些人听到这话后 心中默默思考 自己是不是要求儿女 女儿们 也给同桌一点圆桌笔 作业本 站在王大明身边的两名年轻人 低声道 大明哥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刚刚为什么把我们拉到一边了 王大明喃喃自语道 以后 可得和思琴他们家 走更近一点 没错 两名年轻人连连点头 攻乐其旁边的中年男子 啊 老三 还好你之前把我拉到了一边 思琴找到这么好的老公 还为难啥 抓紧时间嫁过去才对 攻乐其认同点头 这话 好像也被公思琴的爸妈听到了 他们催促道 好女婿 你看 时间也不早了 就赶紧把思琴接去你家吧 以往 父母嫁女儿的时候 全都恨不得让女儿在家多待一会儿 哪有人像公思琴的爸妈这样 简直 像慢了一步 就嫁不出去一样 王小冬连连应试 接着 一大队人 朝着一家小区而去 林凡和周成军跟了过去 赵家琪则是直接离开了 毕竟他可是亲事的大领导 有很多事情还等着他处理 今天能够抽出一点时间 参加一下接亲 已经很难得了 王小冬的婚宴上 林凡被安排到了首座 不时的友人敬酒 氛围非常欢常 林凡拥有饮酒绅士的能力 谦卑不醉 不在话下 但 酒喝多了 却也难免需要放水 当林凡进入洗手间的时候 手机微微一震 十二点 红包出现 叮 恭喜您 获得一万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二十元 叮 恭喜您 获得三元 叮 恭喜您 获得职业级象棋技术 叮 恭喜您 获得五元 今天 林凡共获得了三万零二百元 和职业级象棋技术 林凡选择忽略了三万零二百元 他直接将注意力 放到了职业级象棋技术上 职业级象棋技术 马走日 向走天 走好每一步象棋 施展无与伦比的技术 展现出让人惊叹的魅力 林凡不由难难道 昨天获得了职业级围棋技术 今天又是职业象棋技术 这是要我成为无敌棋牌手吗 林凡摇了摇头 又重新回到了婚宴酒席上 此时 早已经有一大堆人站在旁边 等待给他敬酒 林凡又如先前一样 来者不拒 众人一起吃吃喝喝 婚宴终于也进入了尾声 一般人 喝酒后很长一段时间 身上会有很大的酒气 血液中 则含有很高的酒精浓度 使得整个人神志不清 但 林凡拥有饮酒绅士 喝酒入通喝水 酒入肚子后 快速分解 身上根本闻不到酒味 血液里也不存在酒精 所以 婚宴结束后 他便直接开车 返回到了家里 整个下午 林凡都一直陪伴在爸妈 妹妹身边 非常的轻松 温馨 戴威雪特意提早做了晚饭 便早早让林凡去了江北 以免太晚路上不安全 临走之时 林小瑶提醒道 哥 你下次回来 记得提前给我发条消息 林凡道 行 话落 直接踩下了油门 驾驶着奔驰大巨朝前方 急驰而去 约莫一个小时 林凡便来到了江北 他没有回学校 而是直接来到了一棵城市 2501房 这是前几天 林凡送给邱子倩的房子 上次 林凡清楚记得 房子只能算是干净 整洁 但 相应的 也非常冷清 空旷 此时 房子里有绿植 鲜花 还养上了鲸鱼 墙壁上还挂上了漂亮的字画 整套房子空气清新 温暖 充满了家的味道 踏踏 这时 邱子倩从房间里 缓缓走了出来 由于是在家里 邱子倩穿的相对较少 只有一件白色针丝连衣裙而已 也正是因此 将他火爆 白皙的身材 更完美地展现在了林凡面前 小别圣新婚 四目对视 如同受到磁铁的吸引般 两人快速相拥在了一起 接着 沙发上 阳台上 房间里 全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整座房子都仿佛跟着摇晃了起来 月末三个小时后 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邱子倩如同一只慵懒的小猫咪 躺在了林凡怀里 咯吱 这时 大门一阵清响 接着 一道靓丽的身影漫步走了进来 道 子倩 我带于饲料来了 当他看见林凡和邱子倩抱在一起的画面后 立马发出了女高音般的叫声 黄灵整张翘脸 如同熟透了的番茄 红扑扑的 然后 急忙转过头去了 突然进来一个人 也是让林凡惊讶无比 尴尬无比 邱子倩不由笑道 那就是我之前的室友 叫黄灵 这里太大了 我一个人住着闷 所以 也让他搬过来了 老公 你不会怪我吧 林凡连连摆手 道 当然不会 有个人陪着你 那是一件好事 两人边说话 边穿上了衣服 然后 走到了大厅里面 邱子倩像没事人一样 帮林凡倒了一杯清茶 而黄灵的俏脸 还仍然有些泛红 他悄悄抬头看了眼林凡 而后 又像是害羞的小兔子般 低下了小脑袋 最初的时候 林凡确实有一点尴尬 此时 倒也缓过来了 他看着黄灵害羞的模样 心中觉得有趣 便悄悄打亮了起来 黄灵和邱子倩一样 皮肤非常白皙 身材也极好 而五官则显得更加立体 非常的扬眼 林凡心中赞叹 美女的身边 果然都是美女 接着 林凡又用真实之眼观察了起来 颜值 95 好感度 75 林凡对于95的颜值 并没有太多意外 75的好感度 他好像对自己印象还不错 这时 坐在旁边的邱子倩介绍道 老公 这就是我的好闺蜜黄灵 黄灵 很好听的名字 你好 我叫林凡 林凡跟着自我介绍道 同时 朝着他伸出了右手 黄灵则伸出鲜鲜玉手 和林凡轻轻一握 既若凝脂 只若葱根 林凡心头不由浮现出了这句话 邱子倩趁着空闲时间 去厨房切了一些苹果 西瓜 哈密瓜 做成果盘放到了客厅里 有了自我介绍 再加上一起吃水果的经历后 现场的氛围终于轻松了下来 林凡问道 对了 紫倩 你的钱还剩多少 在林凡看来 这套房子变化挺大 估计花费了不少钱 这周买了辆mini 然后买了些家具 化妆品 还给家里赚了二十万 手里还有三十一万 邱子倩如实道 林凡言文 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之色 mini 又是mini 这岂不是和自己有关的女生 差不多都开mini了 接着 林凡拿起手机一阵操作 叮 顿时 邱子倩手机一阵 与此同时 她的手机响起了清脆的声音 微信到账 一百万元 邱子倩看着手机上一长牌的灵 根本不顾还坐在旁边的黄灵 一双火热的唇瓣 直接印在了林凡身上 老高 谢谢你 林凡笑道 我们之间 哪里还用说什么谢谢 一旁的黄灵 一双美眸瞪得滚圆 这 一百万 直接就给了 黄灵也听过一些大方的人 但 也从没有听过连续两周 直接主动给一百万的呀 这 难道她家是开印超级的吗 事业 也不知道 是因为小别胜新婚的原因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整张床摇晃的 比以往要剧烈 住在隔壁的黄灵 即便是捂住耳朵 也能听到声响 翻来覆去 始终睡不着 一日 邱子倩早早起床 并做出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 饺子 面条 荷包蛋 水果 牛奶 一应俱全 林凡吃得非常满足 然后静止朝江北大学而去 这时 黄灵终于拖着疲倦的身子 缓缓走了出来 你好像没休息好 邱子倩问道 你们昨晚那么大声 我怎么可能休息好 黄灵道 邱子倩却是没有一丝害羞之意 翘脸上反而露出了一抹笑容 顿了顿 问道 你觉得林凡怎么样 怎么样 年轻 帅气 多精 还出手阔绰 简直 就是完美男神 一般来说 作为好闺蜜 应该劝阻邱子倩和林凡来往 但 此时 黄灵却是根本生不出一丝的劝阻之意 甚至 他心中还莫名多出了一丝的羡慕 一丝的 嫉妒 非常怪 所以 黄灵张了张嘴 却也没有第一时间对林凡做出评价 邱子倩看着黄灵的模样 哪里还看不出他心中的想法 他拉起黄灵的玉手 问道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跟着林凡 黄灵整张翘脸 瞬间羞红一片 连连摇头 道 不行 不行 这似乎也在邱子倩的意料之中 他没有过多抢求 道 先吃饭吧 此时 林凡已经回到了江北大学 原本 今天有一节甜甜老师的课 但 他被临时抽掉 审评数学建模大赛的成绩了 于是 换成了一位老教授代课 原本心冲冲的学生们 见到是老教授上课 全都像是双打的茄子 彻底淹了 不过 这对林凡来说 倒是一件好事 因为 昨天晚上 让他也有些累了 如今 林凡听着老教授 叙叙叨叨的讲课 就像是催眠曲般 直接将他带入了梦乡 这一觉 林凡睡得非常舒服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林凡和往常一样 前往食堂排队 吃饭 这时 手机微微一震 十二点 红包出现 滴 恭喜您 获得三元 滴 恭喜您 获得十元 滴 恭喜您 获得四万元 滴 恭喜您 获得一元 今天 林凡只获得了五万零一百零五元 并没有其他收获 下午 又是一节老教授的课 林凡又迎来了催眠曲 睡得非常安稳 当放学灵响起的时候 林凡也终于悠悠转醒 这时 一道靓丽的身影 出现在了旁边 宋嘉欣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准备晚上在家举办一场小型的party 你有空晌脸来一趟吗 林凡的脸上 立马浮现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因为 他想不到宋嘉欣和秦宇轩的生日 距离竟然这么近 怎么 有安排了吗 宋嘉欣见林凡没有立刻回答 疑惑道 妹妹 我晚上一定准时到 林凡道 宋嘉欣微笑着道 那好 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说完后 缓缓朝远处走去 这时 林凡感觉自己 好像被一群恶狼盯上了班 身体不由打了地哆嗦 并朝周围看去 只见 宋义 郑金宝和马中三人 正眼睛有些发红地看着自己 而后 他们齐声叫道 给凡哥跪了 林凡看着他们搞怪的模样 被逗得一阵发笑 问道 你们干嘛 先是双胞胎姐妹 然后 是田田老师 现在 就连冰山美女宋嘉欣 也主动邀请你了 凡哥 你该不会是秦胜转世吧 宋义叫道 郑金宝道 凡哥 你有想过单身狗的感受吗 马中用力点头 林凡又是一阵大笑 林凡没有回寝室 他直接驾驶 兰伯金尼 朝来到了KM商城 毕竟 晚上要参加宋嘉欣的生日宴会 得先准备一份礼物才行 香奈珠宝店 中等身材的女导购员 微笑着道 欢迎光临 香奈 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林凡没有应声 而是将目光在玻璃柜里 快速扫射了起来 没多久 他便指着放在柜台最中间的一条紫色手链 道 把这条手链拿给我看看 女导购员道 这是我们香奈儿的最新款手链 名叫秘密之星 出自拿国著名设计师 劳伦斯多里之手 这条手链主体 由五颗钻石 和紫宝石构成 您看 这五颗钻石相互环绕 如同一片树叶 四叶草象征幸运 五叶草则是神秘 再加上同样神秘的紫色 使得整条手链更具神秘色彩 深沉 绚烂 让人向往 却又无法捉摸 林凡听着女导购员的介绍 又仔细看了看手链整体 问道 这条手链多少钱 秘密之星的售价是 五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如果您确定想要的话 我可以向店长申请一个九九折 女导购员道 林凡知道宋家新家 肯定不缺钱 这条手链外形好看 寓意也不错 价格五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不算贵 也不算太便宜 刚刚好 于是 林凡点点头道 好 将他帮我包起来 至于折扣 就送给你当小费吧 毕竟 女导购员介绍的还算不错 至于 那点折扣 林凡还真没放在心上 女导购员言文 整颗心高兴地扑通乱跳 忙道 谢谢先生 要知道 五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八的九九折 可是有足足五千八百八十八元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另外 卖出这条手链 他还可以拿到提成 这俩加起来 已经抵得上他一两个月的工资了 很快 导购员将秘密之心 放进了无比精美的包装盒里 并送上了一些小礼物 以示感激 林凡回到兰博基尼车里后 看了眼手机屏幕 消费五十八万 获得五十八个红包 是否全部领取 显然 这是刚购买手链获得的红包 林凡随手点击了领取 叮 恭喜您 获得十元 恭喜您 恭喜您 获得江北TM商城一座 恭喜您 获得五千元 恭喜您 获得八百元 五十八个红包 林凡贡获得了十万零两千零二十元 和TM商城一座 TM商城一座 林凡的脸色变得古怪无比 自己所在的位置 不就是TM商城吗 也就是说 自己买了件手链 得到了一座商城 TM商城位于江北市中心 甚至 是整座江北最高档的购物中心 市值 恐怕在十亿以上 就这样成为自己的了 当林凡抬头的时候 一叠产权正出现在的面前 KM商城 产权人 林凡 林凡见此 嘴角微微勾起 宋嘉欣的家 位于距离KM商城 不远处的群星别墅六号 群星别墅内 花草树木丛生 整体如同一座风景一人的大公园 而六号别墅 位于群星别墅的里面 位置靠近江北最著名的湖泊 天湖 住六号别墅 坐在五百坪的前院里 可以享受树木花草的敬意和芬芳 打开窗户 则可以看到波光灵灵的湖面 十分享受 当林凡来到六号别墅的时候 孙露果 刘宇航等熟人 已经在后院里闲聊了 他们看到林凡后 纷纷主动迎过来 打起了招呼 林凡 好久不见 孙露果微笑着道 凡哥 可把你给判来了 刘宇航大大捏捏地 挽住了林凡的肩膀 一些不认识林凡的人 脸上则布满了疑惑之色 并低声询问起身边的人 他们都非常清楚 孙露果和刘宇航的身份 能够让孙露果主动打招呼 刘宇航更是亲密叫凡哥的人 显然来头不小 但江北就这么大 按理来说 这种人自己应该认识才对 然而 他们却好像从未见过 这就非常奇怪了 事实上 孙露果见到刘宇航叫凡哥 心头也是略感惊讶 别看刘宇航平时大大捏捏 事实上 是很高的一个人 虽然 林凡上次确实赛车 胜过了自己两人 但 刘宇航按理来说 也不会因此 叫他凡哥吧 刘宇航自然不会解释 林凡与周家老爷子 关系非常亲近 甚至 还就活了周家老爷子 叫一声凡哥 那是由衷的佩服 林凡也笑着 朝几人打招呼 道 想不到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刘宇航白白手道 哪里 我们也没到一会儿 顿了顿 指着几人介绍道 那是朱重亮 林正飞 接着 他又用无比正重的语气 道 这是林凡 凡哥 被介绍的几人 根本不敢有丝毫怠慢 跟着伸手道 凡哥 你好 你们好 林凡道 踏踏 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今天的主角 宋嘉欣终于出现了 与平时不同 此时的宋嘉欣 将绣发高高盘起 鹅卵石的脸蛋上 勾勒了一抹精致的妆容 使其多出了一股端庄的味道 一套香钻白裙 如同云彩般 裹在了他的身上 再加上脖梗上 绚烂如同星辰般的宝石 整个人仿佛是行走在天穷之上的仙子 每轮每轮 让人着迷 此时 众人心中不由 出现了一句话 好美啊 多谢了 多谢了 感谢观看